男人穿越到全民修炼的高五世界 本以为能够成为一级舞者扬名天下 可不料被世界判定为入侵者 强行给他施加了状态反转的吧 男人名为陈宇 因为一场意外在半个月前穿越到了另外一个平行地球 一个高五地球 此时京城市第二中学内 班主任正在给同学们介绍一级狼形异兽 第一次出现在1982年 他能轻松挖穿人类的城墙 咬坏坦克装甲 人类的热武器对他们毫无用处 因此全球人口迅速缩减了三分之一 直到可以击败异兽的舞者出现 人们发现静气可以与异兽对抗 之后为了普及静气 所以加入到异物教育当中 这个世界争灵可怖的异兽蠢蠢移动 随时准备冲击肆虐 残杀人类 说到这 班主任忽然严肃地摆手道 现在距离高考只剩数十天了 大家必须勤于修炼静气 才能考上好大学啊 就在这时 班主任猛然将手中的黑板擦人 到了陈宇的头上打断了他的美梦 而陈宇被打断后 立即猛然起身恼怒道 卧槽 课金抽卡又保底了 班主任健壮当即训斥道 陈宇你好大的胆子 作为一个差等生还赶上课睡觉 陈宇文生只好善善一笑应付过去 他不禁在心中暗道 真会气 不仅穿越到一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身上 而且我的金手指似乎还出现了异常 一直在脑海里不断响起警告 检测灵魂不属于当前世界 而班主任忽然来到陈宇跟前恼怒道 你这样是考不上大学的 如今的社会 你连一级舞者都达不到 怎么赚钱养家 你好歹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你对得起你的家人吗 陈宇文言连忙善笑道 抱歉 下次一定不敢啊 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弹出提示 应多次警告非法入侵灵魂体无效 诅咒正式生效 陈宇文生顿时心头一喜 啥意思 金手指突然好了吗 紧接着系统就弹出面板 诅咒系统 姓名陈宇 进气值23点 满1000点为一级舞者 属性获得方式为诅咒 陈宇在看完系统面板后 不经心头一震 刚刚那个奇怪的系统声音 说获取属性的方式为诅咒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在陈宇思索之时 班主任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开口道 陈宇啊 我知道你还有救 紧接着班主任就摆出一副 感动的表情勉励道 至少你扫地还是很干净的 老师也不会放弃你 你要努力 就在这时 系统猛然响起提示 诅咒效果 状态因果反转 而一众同学却忽然纷纷出声嘲讽道 就他这样的班级垫底声还有救吗 别想啊 毕业后铁定班砖 一辈子前途暗淡啊 陈宇当即就被气到浑身发抖 他不禁在心中暗骂道 该死的 重生到这幅乔木不可凋野的身体上 怎么可能跟得上别人的修炼进度 难道重生以后 还是要跟前是一样做的垃圾荒废一声吗 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响起提示 状态因果反转 受到精神伤害 精神力加12 内力加8 幸运加3 自信加5 陈宇闻声顿时心头一震 什么鬼 被同学骂了反而增加属性值了 当即陈宇就开始东张西望 同时在心中暗道 这个系统有点古怪 我得找个借口溜出去研究一下才行 紧接着陈宇就无视班主任的咆哮 直接留下一句我要上厕所 便直接从后面溜了出去 在偷溜到学校附近的小巷时 系统立即就响起提示 偷懒中 静气加6 气血加5 陈宇不禁暗暗思索了起来 随便偷懒居然就给我加了6点静气 难道获得属性的方式需要反着来吗 比如偷懒 被人骂等等 认真练功被夸奖 反而要被扣属性 一会的实验下才行 望着自己的个人面板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看来必须要快点把那种反面 长静气的方式给实验出来才行 毕竟静气才是舞者最重要的属性 气血值应该就是HP了 精神也就是MP 那自信和魅力值又是什么东西 方便以后泡妞用的吗 就在陈宇思索之时 他忽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对男女 正在热情的拥抱 并不断发出恩哼的叫声 而陈宇没有躲开二人 而是直接走到二人旁边默默看了起来 好伴想之后 陈宇忽然出声打断道 同学 注意影响啊 我刚刚好像看到有老师过来 可金毛男文声却依旧继续忙碌 同事不耐烦地摆手道 滚圆点 你个单身狗 顿时陈宇就没好气地低声吐槽道 卧槽 狗男女 顿时系统就弹出提示 自信加四 魅力加二 然而就在陈宇准备离去之时 那名女子身上的容貌却忽然退去 同时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 同学 你刚刚是在说我吗 只见那名女子摇身一遍 露出了毒气寄生兽的正面孔 她抓住被吸干的金毛男朝着陈宇 投去了不怀好意的目光 而陈宇见状当即脸色一遍连忙回应道 我刚刚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不是在嘲讽你们 疯了疯了 男人居然将毒气暴风吸入以求突破极限 就在刚刚 陈宇在路过小巷子时 却意外遭遇专吸男人的毒气寄生兽 在人形化的毒气寄生兽松手后 金毛男立即就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陈宇见状顿时当场吓尿 卧槽 这男的被杀了吗 就在陈宇震惊之时 毒气寄生兽忽然咧嘴一笑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也只能送你一同上路了 话音刚落 毒气寄生兽立即完全展现出 自己那曼妙的人形姿态 一级毒气寄生兽 针对人类研发的寄生体 一兽寄生在人类体内 以此混入人类 能释放麻痹毒气 紧接着毒气寄生兽就猛地张开樱桃小嘴 露出那条异于常人的舌头 同时凝声道 让我吃掉你吧 下一刻 毒气寄生兽猛然一塌 以极快的速度抬手 就将陈宇给直接拍飞 文声不由在心中暗骂道 卧槽 这坑爹的系统 提高获取量有什么用 再挨两下我就要没了呀 虽然我可以用伤患属性 但是怕一击致死啊 一旦重要器官被轰掉 系统加再多静气和血气都没用啊 看着自己距离一级舞者 还差九百多点的静气 陈宇顿时焦急了起来 得向个办法提高静气突破舞者境界 才能杀一兽自救 然而就在这时 毒气寄生兽一个剑步迅速 就将陈宇给牢牢抓住 同时大笑道 抓住你了 小可爱 紧接着毒气寄生兽 就匍匐在陈宇的身上 步步紧逼将他给压制在墙上 同时发出一道诡异的笑声 让我乖乖吃了你吧 而陈宇见状顿时就慌得一逼 怎么办 这样下去迟早完蛋 就在这时 毒气寄生兽忽然吐出 那个布满吸盘的长蛇 一阵绿油油的毒气顿时 从中一出 陈宇见状不由心头一阵 等等 从他口中飘出的气体 似乎有毒 在陈宇吸入气体的瞬间 系统顿时响起提示 受到毒气攻击 净气加13 闻声 陈宇顿时心生一记 当即他就朝毒气寄生兽开口道 长蛇女 你嘴巴挺臭的呀 话音刚落 恼羞成怒的毒气寄生兽 直接双手猛的发力 将陈宇狠狠地按在墙上摩擦 当即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伤害 气血加390 紧接着毒气寄生兽 就凝声大笑道 牙尖嘴利的小鬼 既然说我嘴臭 那就让你吸毒气麻痹致死吧 顿时毒气寄生兽 就猛然张开大嘴 露出猙獰可怖的獠牙 浓郁的毒气立即从中喷涌而出 见此情景 陈宇却丝毫不慌 反而任由那股浓郁的毒气 朝自己涌来 紧接着他就露出 一抹得意的笑容在心中暗道 果然 他中计了 当即陈宇就开始猛然吸气 将缭绕在自己身旁的 毒气竞数吸入体内 顿时系统就开始疯狂 弹出临时增加属性的提示 陈宇的身体属性 在短时间内 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 眨眼间 陈宇就被体内那股 瞬间涌出的力量 给撑到双眼发白 体内的力量过于狂暴 陈宇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直接就朝着地上倒去 就在陈宇倒地之时 毒气寄生兽 如恶狼般迅速跃起 他张开那猙獰恐怖的巨嘴 迫不及待的 就要往陈宇身上扑去 然而就在这时 陈宇却忽然猛地站起身来 直接用双臂将毒气寄生兽给抓住 他通过吸入大量毒气 此时已经突破了舞者的极限 此时陈宇已经临时拥有了一万点劲气 突破到了二级舞者的境界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陈宇不禁得意一笑 虽然成功了呢 而被陈宇牢牢抓住的毒气寄生兽 眼中不禁闪过一丝慌乱 紧接着陈宇就猛然抬手 月寒全身力量的一拳猛然轰出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将体内的静气 给挥霍一空 下一秒 一道剧烈的轰鸣猛然传出 原本不可一世的一击毒气寄生兽 居然硬生生被陈宇这一拳 给当场轰穿 被秒杀当场 在轰杀了毒气寄生兽后 那霸道的拳风却并未停止 澎湃的静气瞬间席卷整个街区 下一刻 在临时buff结束之后 恢复常态的陈宇不禁暗松了口气 等挺过来了 终于将你给干掉了 还没得陈宇缓过进来 四周就传出阵阵议论声 当即他就暗道不妙 这惨烈的场面要是被人看到 指定解释不清楚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陈宇直接把腿就开溜 在半小时后 叮咛女子赶到了现场 望着被烘成肉泥的毒气寄生兽 他不禁喃喃道 是寄生兽 居然有异兽的侦察兵混入城了 在查看了一番后 女子不禁眉头微皱道 是一击必杀 好猛的进气爆发 这是二级舞者出手了吗 男人意外获得珍贵无比的增气丸 可在服用后 却直接被扣了几百点进气属性 就在刚刚 陈宇依靠吸入大量毒气 一拳鸟杀了一级寄生兽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他便连忙赶回家 而正在准备饭菜的陈母 也没有留意到陈宇那满身的泥屋 在进入到房间后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暗嘀咕道 刚刚是什么东西 居然有寄生兽到了城里 我要不要报警啊 紧接着陈宇忽然眉头一皱 发觉情况有点不太对劲 只见一位身材曼妙的少女 仰躺在床上 翘着一只白嫩纤细的小脚丫 短白丝袜只脱了一半 晃来晃去 陈思文当即开口道 你瞅啥 陈宇文声不由美好气道 接你啥时候学的东北话呀 而陈思文则坐起身来 缓缓穿上袜子硬道 昨天来了个东北新同事 学了几句 随后陈思文瞄了陈宇一眼 然后有些讶异道 你这是怎么了 衣服上怎么有血迹 陈宇文言连忙胡编乱造硬服道 没什么 我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 而陈思文却眉头一皱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随后陈宇便准备去换件衣服 而楼下则传来 陈母呼唤吃饭的声音 很快陈宇就来到了餐桌前 望着满满一桌子的菜肴 他不禁讶异道 好丰盛啊 他原本还在害怕 害怕穿越后 原本的母亲和姐姐换了人 结果只是社会背景变了而已 其他都没啥变化 紧接着陈宇就夹起菜上的葱花 然后将葱花放在陈思文的碗里 同时暗暗感动道 一家人和和睦睦多好 我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而陈思文也不甘示弱 直接夹起桌上的纸巾 然后一把将纸巾塞到陈宇的碗里 同时开口道 递你长大了 要补充营养 当即陈母就一把将二人 给按在一起摩擦道 你们够了 给我安心吃饭 随后陈宇便夹起米饭 放入口中咀嚼 任由香软在唇齿间蔓延 然后满足地咽下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进食中 饥饿加五 体质减一 健康减一 当即陈宇就放下手中的饭碗 在心中暗暗咆哮起来 卧槽 忘记这破反向诅咒了 而陈思文见陈宇一副没食欲的模样 也不由停下了手中的碗筷 随后陈思文掏出一个盒子 地道陈宇跟前再次开口道 算了 我就不打击你了 随后陈宇便直接打开陈思文的礼物 然后满脸讶异地开口道 这是 只见木盒中装着五颗圆滚滚的棕色丹药 陈思文则淡淡地开口道 这是增气丹 陈母文声不由惊恶道 思文 你哪来钱买的这个 陈宇也被惊到了 他不禁泪流满脸道 你是不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体 当即陈思文就恼怒地抱锤 陈宇同时开口道 闭嘴 别胡说八道 我用存款加上分期 有问题吗 就在这时 陈母忽然神情黯淡地叹息道 思文 你省吃俭用就为了买这个 就你弟的成绩 再吃食科 也考不上大学 陈思文则无所谓道 我只是不想让他像我一样 闻言 陈宇不由拿起干药 暗暗敌不道 两年前 陈思文就是在高考擂台上 被人针对性地打碎了气海 沦为最底层的普通人 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为了变强和守护自己的姐姐 陈宇便直接将增气担给服下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药力激增 静气减366 体质减4 耐力减2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骂道 卧槽 又往反向诅咒了 最少三天的修为没了 见陈宇吃下丹药 陈思文便收起了剩下的丹药开口道 还有四颗 为了防止你卖掉 就都放在我这了 以后每隔两天吃一粒 吃没了 姐姐再给你买 半小时后 来到大街上的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道 不能继续咸鱼下去了 稍微变墙点 最少也要帮姐姐报仇 一想到今天的经历 陈宇不禁拿起手机暗暗思索起来 下午吸入寄生兽的毒气 跟刚刚的增气单反向增强 让我得到了灵感 当即陈宇就在手机上快速搜索 如何降低舞者的修为 映入眼帘的是关掉关掉 关掉这些网络游戏 舞者才有美好的明天 最新研究证实 沉迷女生的舞者 修为退化得更快 舞者不需要爱情 还有马武神的名言 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成为舞者 搜索结果五花八门 不过陈宇还是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第一是毒 针对性损坏气海的毒药 最有效 中毒严重的舞者 甚至能一招回到解放前 沦为普通人 第二就是色 无论男女 沉迷其中的舞者 修为都会莫名倒退 至今原因不明 第三就是烟 烟内的一氧化碳类生物碱 和重金属元素 会略微影响进气的运转与凝聚 是目前社会中 舞者群体修为衰减的主要祸首 看到这里 陈宇立即就有了想法 这个方法不错 就这个方法了 男人只是抽了包滑子 居然就能一拳干啪校园恶霸 就在刚刚 陈宇服下了增气丸 却掉了三天的进气修为 为了早日变强 陈宇很快就来到一家便利店 并表示自己要买滑子 可一进门 陈宇的脸色忽然就变得通红了起来 只因这家便利店的老板娘 居然是个前凸后翘的大美女 并且还主动询问道 小可爱 你是想要这个吗 一听这话 陈宇连忙吻了吻 心神点头硬道 对 我要买这个 可话音刚落 老板娘就放下滑子 朝着不知所措的陈宇走去 下一刻 老板娘忽然揪起陈宇的衣服告诫道 小弟弟我看你没成年哦 我讨厌不守规矩的孩子 好好回去练武吧 说吧老板娘便摆了白手转身道 快回学校吧小弟弟 不然要迟到了 闻言 陈宇便从身上掏出 早已准备好的鞭炮低声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当即陈宇就将鞭炮点着 朝着老板娘丢去 而老板娘猝不及防 立即就被吓了一跳 紧接着陈宇就放下 自己所剩无几的零花钱 然后迅速拿起桌上的滑子 无视老板娘的喊叫撒腿就跑 紧接着陈宇就找到一个 四处无人的地方 开始激情焚香 才一会的功夫 一包滑子就被他给暴风吸入 被干了个精光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恶性气体侵袭 静气加98 此时陈宇能清晰地感受到 丹田内沸腾的气海 静气流转 生生不息 这静气水平 显然已经达到了0.3级舞者了 要知道在高三班级中 0.5级的舞者已经算得上是尖子生了 0.8级就能进入全校前十 青榜留名 而一级舞者就算考不进大学 直接进入社会保底也是月薪过万 毕竟很多大学的毕业生 普遍也就一级舞者水平 一想到这里 陈宇顿时暗暗激动了起来 只要华子管够 一个月后的高考 成为一级舞者 顺便拿个状元也不是难事啊 就在陈宇思索之时 不远处忽然传来的脚步声 就打算了他的思绪 只见两名小嘎嘎在来到陈宇跟前后 立即将他围了起来同时冷笑道 居然敢躲在这里焚香 还不快点把剩下的华子给哥们上交 望着忽然出现的小嘎嘎 陈宇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只因这两人是无耻又下贱的校园恶霸 成天就只知道勒索要好处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还动不动就拿自己练手拳脚相加 见陈宇默不作声 小嘎嘎立即威胁陈宇 如果不把剩下的华子交出 就要举报他焚香的事情 见陈宇迟迟迟没有反应 小嘎嘎立即急眼了 准备故技重施 将陈宇先揍两个半小时 当即黄毛男就率先冲出 直接揪起陈宇就要动手 可显然这次和以往都不同了 在黄毛男扑到跟前的瞬间 陈宇一拳轰出 直接将他揍飞 当即陈宇就在心中暗道 老子可是在异兽手里死里逃生 哪有怕你们两个垃圾的道理 顿时他就眉头一条怒喝道 老子连你们两个很久了 一旁的大春 望着倒地不起且一脸安详的大秋 顿时就被惊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而陈宇也不禁满脸震惊地 看着自己的双手暗暗嘀咕道 真是厉害 只是一包华子 在诅咒的翻转之下 我居然获得这么强的修为增益 就在陈宇愣神之际 一堂的大春猛然抓住这个机会 迅速抄起家伙对着陈宇就是一记突袭 殊不知他的突袭 在陈宇的眼中简直就像是慢动作 仅仅身形一侧就将其轻松躲开 不仅如此 大春的动作在他的眼里 简直全是破绽 简直是漏洞百出的战斗方式 只见大春连陈宇的汗毛都碰不到 反手就被陈宇一记蕴含0.3进气的一拳 给狠狠地轰重腹部 在失去意识前 大春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小子 居然已经变得这么强了 而惨遭霸凌的陈宇 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二人 一个恶趣味的想法立即浮上心头 不愚会 被陈宇曝光的大春和大秋就被捆绑在一起 被丢在大街上被人拍照围观 陈宇在回到学校后不禁暗暗窃喜道 这算哪门子的诅咒 根本就是老天爷赠宇的福音 真是大快人心 想到这 陈宇不禁暗暗激动了起来 要是以后华子管够 我岂不是要原地起飞了 反正有毒气体能够增益 以后就干脆把华子当饭吃散了 顿时陈宇就对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希望 这样一来 实力暴涨的我 以后岂不是能呼风唤雨吗 然而就在这时 班主任却忽然出现在他身旁打断的 成天不好好修炼了 只会做这种白日梦 昨天居然敢早退 而被打断的陈宇顿时就被吓了一跳 这个女人不仅费了陈宇姐姐的修为 居然还当重要陈宇帮她舔鞋子 就在刚刚 依靠华子将修为提升到了 0.3级舞者的陈宇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可班主任在看到陈宇之后 立即满脸严肃道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来我办公室一趟 紧接着班主任就摆开架式试一道 集中注意力 气沉丹田 感受体内静气的存在 调动你的气海 让静气在体内进行循环 见陈宇默不作声 班主任顿时急眼啊 距离高考还剩33天 这一个月的时间 除了睡觉 每时每刻都要修炼 虽然考不上本科 但大专怎么也要考一个呀 臭小子 听着班主任不绝于耳的鼓励 系统立即就扣除陈宇四点精神属性 当即他就连忙开口道 我练就是了 随后陈宇便按照班主任的教导 开始摆出修炼的架势 就在运转静气开始循环的瞬间 系统立即响起静气减一的提示 而班主任则不断鼓励道 你真棒 不错 就是这样子 这不就提升静气了吗 在持续修炼了十分钟之后 已经被扣了数十点静气的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骂道 不行 这样下去将来指定要死在他手里 然而就在这时 办公室的喇叭内忽然传出 全体师生集合的通知 在集合之后 高考试试大会便正式开始 校长立即就在讲台上 不断地宣读着各种鼓励的言辞 而陈宇在来到操场之后 立即就遭到了一众同学的讥讽 当即就响起系统提示 受到群嘲 自信加二 幸运加五 还默等陈宇说话 周围再次传来此起彼伏的彼一声 受到心理伤害 再次增加了八点精神 而忍无可忍的陈宇终于爆发了 你们吵够了没 唧唧歪歪的 我怎么样是我自己的事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话音刚落 一众同学立即开始疯狂回怼 陈宇见状当即就暗道不妙 我去 难敌众口啊 不过在看到又增加了十五点精神力之后 陈宇立即就是怀了 随你们骂吧 反正诅咒会反转你们的嘲讽和心理伤害 就在陈宇暗爽之时 班主任却忽然出声打断道 给我安静点 别闹了 模范生要上台演讲了 只见曾经二中的尖子生 如今身为京城大学学生 舞者公会副主席的行币缓缓走到了讲台之上 当即班主任就激动道 认得他吗 当年的清诚是状元 你们要以他为榜样 而陈宇则脸色阴沉地开口道 他话成灰我都认的 陈宇能对行币记得那么清楚 是因为他的姐姐陈斯文 正是被那女人废掉的 当时他高一 身处现场 就在高考的擂台下 亲眼见证行币打碎了他姐的气喉 打碎了陈斯文的一切前途 就在这时 行币忽然眉头一条缓缓开口道 接下来我演讲的内容是 废物是没有资格考大学的 他们只会占用社会优质的教育资源 却又浑水摸鱼 不思进取 考试挂科甚至还逃课 紧接着行币就眉头一皱比一地 看向陈宇开口道 比如 位于台下的陈宇同学 从你身上 我看到了你的姐姐陈斯文的影子呢 我建议你早点进场打螺丝 文言 陈宇立即从人群中缓缓走出 他脸色慢慢阴沉 双眼微眯地冷声道 你说什么 班主任文言连忙站出来善笑道 都怪我没好好引导陈宇 我这班主任当的真的失职啊 可校长却忽然开口打断道 行了 李老师 不用再护着他了 他是二中全校唯一的独流 让他消失才能避免影响今年的升学率啊 二中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又一个 和行币一样的高质量精英 而不是把教育资源浪费在陈宇这样的蛀虫身上 说到这 校长不禁将目光停留在行币身上再次开口道 你们可要以行币学姐为榜样 不能功夫学校的栽培 话音刚落 四周立即就响起谩骂声 陈宇同学 你知道羞愧吗 你为二中蒙羞 而班主任连忙低伸开口道 陈宇 要稳住啊 可接着行币忽然满脸得意的开口道 这样吧 陈宇 我就给个机会让你证明你自己 说完 行币忽然就往自己的鞋子上喷出一口唾液 紧接着他就将自己的鞋子伸出同时得意道 你只要跪下来舔干净我的鞋子 我就给你写封 三本大学的推荐信 让你有书可读 不至于跟你姐姐那个废物一样 男人买华子只付二十块导致被老板娘找上门来 可没想到早就看他不顺眼的校长居然当场就将他给开除了 就在刚刚 行币在学校的逝世大会上 公然表示只要陈宇帮他舔靴子 就会让他顺利读上大学 班主任见自己的学生被羞辱顿时就急眼了 而一旁的校长则在心中暗道 居然还有这种好事 底下的学生们也不由开口道 行币学姐 会不会太过分了 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陈宇文声不禁眉头一挑开口道 谢谢你们为我说话 下一秒学生们忽然纷纷抱怨道 为什么要奖励他 陈宇这种废物凭什么能有这种待遇 就在这时 行币忽然咧嘴一笑朝陈宇开口道 怎么样 陈宇同学 陈宇文言顿时脸色冰冷地回对道 当然可以 我输了的话 就给你下跪舔靴子 但如果我考上大学了 你就给我姐姐跪下病道歉 此话一出 台上的校长立马急眼了 大胆 居然敢对本校的优秀状元学姐不敬 还敢公然和学姐打赌 校长的话还没说完 行币就忽然白手打断道 我就接下你这个赌约的陈宇文言 陈宇当即就露出一抹必胜的表情自信道 我陈宇发誓 三十年河北三十年河南 我一定会考上的 然而就在这时 便利店的女老板忽然带着警察来到了台上 并指着陈宇开口道 警察同志 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 抢走了我店里的滑子 劳烦你们帮我尽快处理一下 看着操场内所有的目光都投在自己身上 顿时陈宇就脸色大便实话当场 在经过一番解释之后 民警便开口调解道 鉴于这位同学并不知道华子的价格 也有付款的行为 非有意盗窃 还是出饭并且是未成年 不建议拘留 有意义吗 随后班主任便来到女老板跟前开口道 华子的损失就由我来赔偿吧 真的很抱歉 女老板文言不由太了口气道 算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追究了 在女老板离开之后 行李不由眉头一挑 看来赌约要提前完成了呢 你被开除了的话 可就没法高考了 不如现在跪下来舔干净我的靴子吧 一旁的班主任文言连忙朝着校长善笑道 校长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臭小子 可校长却直接和指了班主任的劝说 然后直接将一张纸丢在陈宇身上 看着眼前的退学通知书 陈宇的脑子立即就有些乱了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就这么被开除了 而校长则满脸严肃的开口道 从今起 你不再是二中的学生了 这次你严重触犯二中校规 性质极度恶劣 卷扑个然后滚吧 见此情形 班主任连忙开口劝说道 校长 钱我已经替陈宇赔了 况且那个女老板也不追究了 请再给陈宇一次机会吧 就在这时 忽然传出斯拉的一声 陈宇直接将手中的退学通知撕碎 同时开口道 别再废口舌为我求情了 班主任 说完 陈宇就将那团废纸撒向空中同时转身道 赌约还没结束 我会成功高考的 等着瞧 见陈宇这么硬气 行李不禁有些诧异的开口道 只有血性呢 那我就等着看你完蛋 而班主任则连忙快步追上陈宇劝子道 陈宇 你先等等 陈宇闻声立马就停下了脚步 然后帅气的转身道 老师 已经可以了 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 谢谢你一直没放弃我 虽然最后我还是不争气 让你这么费尽心力 但我会一直记得你这位老师的 说完 陈宇便直接朝着校外走去 而班主任不禁暗暗嘀咕道 这臭小子 被退学还搞得这么潇洒 在潇洒的离开了学校后 陈宇立刻就伪了 虽然嘴上很硬 但是陈宇此时内心已然慌得一逼 陈宇不禁边走边在心中暗道 刚才为了陈宇失嘴快 态度太强硬了 我这都被开除了 以后怎么办 还不敢回家 不过一想到自己和行必那是关自己尊严的赌约 陈宇顿时就急眼了 不行 得想办法高考了 不然我就真的要去舔他靴子了 当即陈宇就再次来到了女老板的店铺 然后准备找他算一算账 他感觉自己之所以会落到这幅田地 小奶狗进来找姐姐有什么事啊 可在他看清了男人后 不禁脸色难看地开口道 等等 你不是那个偷烟贼吗 而陈宇则直接咆哮道 都怪你 你害我被开除了知道吗 女老板则没好气地回应道 那个校长居然说开除你 我不是说了不追究吗 文言 陈宇也冷静了下来 然后叹息道 也是 我错了 这都是我的因果 话音刚落 女老板忽然凑到陈宇跟前捏了捏他的下巴开口道 看在你认错的份上 姐姐我就给你推荐些工作吧 你这脸蛋还是挺受欢迎的 陈宇文言立马脸色一正拒绝道 我会打工赔你钱 但不是通过这种方式 而且你做得过分了 让我失去了高考机会 失去了改变人生的机会 一听这话 女老板当即就在心中暗道 我刚刚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连忙开口安抚道 小弟弟别生气 我刚刚开个玩笑而已 可陈宇却忽然怒捶桌子不甘道 毁了一个认真学习的年轻人的前途 你心里不会惭愧吗 见陈宇这么激动 女老板顿时就有些慌了 也许她是个努力学习的孩子 居然就因为这点错误 被我毁掉了前程 的确不应该 一想到这 女老板不禁脸色难看地开口道 那你想怎么样 而陈宇则猛然给女老板来了个弊动 然后满脸认真道 麻烦你帮我找个学校 我要高考 见陈宇这么一心向学 女老板顿时就暗暗感动了起来 她果然是个好学生 还这么帅 我居然做了那样残忍的事 随后女老板便面露为难地开口道 好吧 学校的事情 我去想办法 陈宇文言顿时狂喜了起来 真的吗 太好了 紧接着女老板就再次凑到陈宇跟前开口道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得在这里帮我打工还债 一听这话 陈宇不经服想连篇了起来 难道我要成为女上次系列的男主角吗 顿时陈宇就脸色一黑暗暗绝望道 该不会上演现实版的吧 男人为了参加高考 竟让女老板帮她找学校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留在女老板的店里打工还债 在陈宇熟悉了所有华子的价格环节后 女老板七姐就出门了 说是出门给她找学校去 让她帮忙看电 一想到接下来自己会被资本家压榨的一滴不剩 进入无尽的996地狱 陈宇顿时慌了起来 这根本就不是她想要的未来 在目送七姐离去后 陈宇便躺靠在老板椅上 敲着二郎腿开始打起了游戏来 此时陈宇喝着快乐水 目鱼打游戏 劲气还蹭蹭升 他觉得打着这份美差还债 好像还挺爽的 陈宇觉得自己迟早有一天 要把邪恶的资本家掉在路灯上狠狠鞭打 打工人必须懂得摸鱼 才能和邪恶的资本家做斗争 然而就在这时 拥有0.4级舞者战力的山炮忽然推开了便利店大门 陈宇顿时眉头一挑连忙开口道 欢迎光临 请问您需要什么 可山炮却忽然开口道 我来找一个名叫陈宇的人 陈宇文言不惊讶一道 我就是陈宇 而山炮文言顿时露出一抹怪异的笑容开口道 你特么就叫陈宇是吧 我要买滑子 而山炮之所以回来这里找陈宇 是因为受大春和阿秋所拖来找场子的 而身为二人的老大 山炮绝不允许自己的小弟被别人霸凌 当即山炮就直接开口道 给我来一条地中海 硬核的 而陈宇见生意来了 连忙拿出一条地中海同事开口道 盛会四万五 欢迎下次光临 可山炮却忽然猛地握住陈宇的手腕 猝不及防的陈宇不由一惊 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 而山炮却忽然掏出一疊红票子 您笑道 这是五万 不用找了 陈宇顿时蒙圈了 先生 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可山炮却猛然催动身上的静气 发动5G寸断手 同时在心中按道 意思是剩下的给你当医药费 一想到陈宇只是区区的0.3级舞者 是不可能承受得住自己0.4级舞者的静气的 山炮不禁暗暗得意道 三秒之后 你的手就会跟萝卜一样 轻而易举就给我捏个稀碎 受死吧 可下一刻 山炮却忽然感觉手腕处传来剧痛 骨头断裂的痛感瞬间上脑 他不禁发出阵阵惨叫 只见陈宇满脸激动地握住山炮的手 同时感激道 先生谢谢你 这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 第一次受到客人这么真挚热情地握手礼 说到这 陈宇忍不住再次伸出另一只手猛地拍在山炮的手腕处 顿时再次发出咔嚓一声 紧接着陈宇就满脸感激地摇晃起山炮的手 同时开口道 您都付了五千块 是想给我当小费对吧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激励 而手腕已然被甩到变形的山炮连忙抽回手 然后把腿就朝着门外狂奔而去 陈宇见状连忙大喊提醒道 先生 你的地中海还没拿呀 见山炮不回应 陈宇望着手中的地中海不经猜测道 难道 这条地中海是他有意留给我的吗 一想到这 陈宇立即就不客气了 直接就拆开地中海来感谢客人的馈赠 在经过一天的营业之后 陈宇赫然发现今天的营业额居然高达七万多 随后他就打开抽屉准备将营收放好 银脸丢失了被齐姐找麻烦 可他却在抽屉中发现一条奇怪的东西 在拿起来一看之后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这么隐私的东西 谁会放在这儿啊 一想到这 陈宇顿时脸色突变 难道这是齐姐的吗 当即陈宇就猛然回想起齐姐说过他喜欢小奶狗 并且还表示帮他打工还债会有奖励 一想到这 陈宇不禁激动了起来 这样我岂不是很爽 然而就在这时 齐姐却忽然出现在陈宇的身后 心虚的陈宇顿时就慌张了起来 你怎么回来了呀 紧接着齐姐就猛然揪起陈宇的衣领笑道 要不要来我房间 我带你去看些好看的 陈宇文言连忙拼命摇头拒绝道 不用了 就在齐姐感觉无聊准备转身离开之陈宇连忙开口道 对了帮我找到学校了吗 而齐姐则没好气的摇头道 哪有那么快 对了 你修行的怎么样了 既然要参加舞者高考 可不能放松修炼哦 一想到自己今天的艰辛修炼 陈宇立即信心满满的硬道 今天修炼的成果很丰硕 进步超级大 我修炼的可辛苦了 随后齐姐便点了点头开口道 对了 有看今天的新闻报道吗 341B室空门里面有非常强的辐射 很强的辐射吗 那简直就是个修行的好地方啊 男人为了变强居然来到核辐射重灾区 并且还将防辐射层关闭 让核辐射清洗自己的身体 就在刚刚 陈宇就消费了一波穿上辐射防护服后 就来到了341B室空门 望着不断有伤员出来的传送门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想不到这个高五世界竟然有这么黑科技的事物存在 传闻致死率最高的清城是341B室空门 因为太过危险而导致前来探险寻宝的武者数量急剧减少 当下还能来光顾的 可以说都是不要命的狠人 时空门内蕴含极强的辐射 可以说是有去无回 伤亡率这么高的情况下还能有人来 相比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得了的宝藏 真是疯狂啊 当即陈宇就脸色一阵暗暗嘀咕道 希望我不会成为那些伤员的其中一员吧 就在这时 一旁的研究人员忽然来到陈宇跟前 为他进行防护服的使用讲解 首先请扭动您胸前的防辐射启动键 这样防辐射层就会启动完毕 接下来您就可以在时空门内自由行动了 随后陈宇也没再浪费时间 直接朝着传送门走去 再进入到341B号时空门后 陈宇不禁感觉这里面 简直就像是身处电影里面的太空基地一样 下一刻 陈宇忽然感觉体内传出一阵酥马感 顿时他就双脚一软 此时陈宇感觉体内有一股强烈的撕裂感 而且还感到炫韵 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在灼烧 见陈宇刚进门就贪软在地 一旁的小嘎嘎不禁美好气道 这位小兄弟没事吧 又是个不自量力的小年轻 近期那么弱就不要随便进时空门了 然而下一秒 陈宇却忽然恢复如初迅速起身 而一众小嘎嘎顿时原地炸裂 臭小鬼你是傻瓜吗 不要戏弄人那混蛋 此时系统不断想起各种属性的增加提示 仅仅只是在门口待了一小会 就已经变强了不少 当即陈宇就乐呵呵地往里走去 同时暗暗窃息起来 果然 诅咒把强烈的辐射反转成为增益 简直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舒爽感啊 在深入到含有人际的区域后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根据公开的情报 如果越往里面前进 辐射会逐渐增强 基本上没有舞者再敢往前走 探险寻宝的活动范围 因此也就被限制在时空之门入口附近 越往里走 陈宇越发能感受到辐射源的强烈 他目前舞者等级还不高 他不知道身体承受这么强的辐射 到底会不会有损伤 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被陈宇抛于脑后 他感觉就算有伤害 随之而来的增益也是可观的 一想到这 陈宇的脚步不禁加快了几分 就这样往辐射源冲吧 今天必须要让自己的修炼有收获才行 再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大门前 陈宇不禁嘀咕了起来 这附近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 紧接着陈宇就直接进入其中 望着空无一人的空间 陈宇立即决定就在这个房间里大展身手 接下来陈宇怀着忐忑的心情 直接将防辐射层的开关给关闭掉 下一刻 陈宇感觉那种恐怖的感觉开始全面起来 高强度的辐射直接和身体进行亲密接触 虽然痛苦和增益在同时发生在陈宇的身上 不过他也感觉自己此时显然正在精力进化 在足足享受了三个小时辐射后 陈宇满脸享受的感叹道 这简直太爽了 这算哪门子的辐射呀 此时他的的综合属性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增幅 常人所心惊胆寒的辐射 对于他来说 竟是大补之物啊 陈宇感觉现在自己根本就是被成群的推拿技师按摩 舒筋活络又排毒养颜 随后陈宇便准备打道回府 修炼了大半天 除了静气外 气血 健康度 免疫力和力量 甚至是皮肤强度 都得到了巨大的增强 然而就在陈宇打道回府之际 却忽然看到不远处的一男一女正在进行着缠斗 二人打得有来游王可谓是势均力敌 在一番短暂的试探之后 双方立即拉开距离 金毛男在分开后不惊讶一道 小丫头骗子 身手不错吗 身为八荒家族千金的八荒摇 虽然一副未成年模样的小女孩 但她却满脸冷峻道 你们这些家伙 到底是谁 而金毛男闻声却不屑地冷笑道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八荒家族的千金大小姐 这就够了 这家的小嘎嘎却一边发动袭击一边得意道 让你看看我们乐围集团的恐怖 下一刻 八荒摇直接一脚将绿毛男给直接踢飞 同时冷声道 乐围集团是吧 我记住了 见八荒摇的战力如此了得 金毛男立即开始凝聚静气同时开口道 施展无法 一起上 可二人的无法还没来得及施展 八荒摇就快速从一旁冲出 一个肘击瞬间干翻一人 此时金毛男一已然使出了武技赤手 赤红的静气凝聚于手上 朝着毫无防备的八荒摇袭去 就在金毛男以为得手之际 八荒摇的身形却忽然化作一团荧光飞碟 瞬间消散在原地 还没等金毛男弄明白是什么回事 八荒摇的身影就来到了他的头顶 武技闪蝶猛然踢下 而金毛男猝不及防 直接就被命中后背 瞬间就被轰到口喷番茄酱 金毛男在艰难的爬起身后 不禁满脸不可置信的 不亲自领会过 真难看得出这丫头的精良 就在八荒摇准备逼问金毛男之时 他的脸色忽然突变 紧接着八荒摇就忽然被辐射入侵 直接瘫倒在地 而金毛男则哈哈大笑起来 我好像想起来了呢 似乎是一开始袭击你的暗器 划破了你的防护符呢 硬气真好 知道为什么大小姐 你的辐射防护符会破了吗 在你进入时空门前 我们就已经在你的辐射防护符上 偷偷做了手脚 只要用力攻击 便可使防护符迅速造成破损 没有了防护辐射层的保护 八荒家的千金也不过是只小绵羊啊 当即金毛男就满脸兴奋地 爬向八荒摇同事宁笑道 这身段 真不愧是八荒家的千金 在把你高价卖给公平会之前 就让我先开开婚吧 然而就在金毛男就要得手之际 一只大手忽然从一旁伸出 牢牢将他给抓住 就在八荒摇就要昏迷之际 他隐约听到一名男子的喝止声 给我适可而止 人家还是如花似玉的女孩 隐约间 只拥有零点三级的进气修为 居然就敢无脑挑衅二级舞者来攻击自己 就在刚刚 金毛男眼看就要将八荒摇给拿下 可多管闲事的陈宇却忽然出现拦下了他 陈宇在将金毛男阻拦下来后忽然开口道 作为舞者 应当戒色 可恼怒的金毛男根本就懒得搭理陈宇 随手一挥就将他瞬间拍飞 当即陈宇就眉头一挤 好家伙搞偷袭是吧 那我先告辞了 改日再和你秋后算账 话音刚落 陈宇脚下猛然一跃 一个右边腿狠狠地朝着金毛男扫去 可金毛男抬手一拳就爆砸在陈宇的脸上 直接就将他的攻击给打断 同时帮他提升了四百多点血气质 见陈宇如此弱击 金毛男不禁明笑道 作为耳机舞者的我 纵使南迪八荒家的千金 对付你这种进气这么弱的臭虫可不在话下 可不服气的陈宇却并不打算放弃 起身对着金毛男又是一个左正灯 可奈何陈宇的进气等级太低 再次被他给一拳奏飞 顿时就受到了七百多点的气血加成 不过陈宇在受伤的同时可以获得增益 他根本就不虚 再次起身继续硬钢 不过五折等级的差距太大 陈宇只有挨揍的份 不断地提升气血值 在暴揍了陈宇好一会之后 金毛男不禁泪的气喘吁吁了起来 真是见鬼 明明每一次攻击都是拳拳到肉啊 他怎么还能站起来 被弄得有些不耐烦的金毛男 就同时从三人手中迸发而出 净直习向一脸猛逼的陈宇 当即陈宇就被能量给侵入体内 顿时就爆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 然而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不断响起 因为受到诅咒衰弱 获得临时状态提升的提示 当即陈宇就感觉浑身一阵酥麻 他不禁暗暗感叹道 好特末的舒服啊 与此同时 金毛男忽然满脸得意的大吼道 只要中了这套重迷摔的虚弱无法 便会成倍的让人身体沉重 器官虚弱以及静气浑浊不堪 怎么样 开始眼前一黑了吧 可陈宇已然沉浸在 临时提升的快感当中 他不禁暗暗感叹金毛男 真是大大的好人 绝对不能让他们停下来 当即陈宇就连忙对三人 竖起了国际友好手势 同时嘲讽道 你们就这么点能耐吗 再来几下我都没问题哦 此话一出 三人顿时就被激怒了 臭虫 我要宰了你 都给我再来一次 种迷摔 下一刻 陈宇再次用肉体 将种迷摔给硬扛了下来 在享受着临时增益的同时 再次讥讽道 训弊了 还不够 见陈宇这么欠揍 金毛男等人顿时就急眼了 当即三人就再次使出 种迷摔同时开口道 再来 爆发出最大劲气 用尽全力 顿时陈宇就再次发出振振哀嚎 身体各项属性立即 就获得大幅度的临时提升 而后三人不断对着陈宇施加无法 陈宇很快就撑不住 浑身酥麻道根本站不起身来 见此情景 金毛男立马就走到陈宇跟前冷声道 臭虫 终于肯倒下了是吧 紧接着金毛男就开始催动武器 同时宁声道 现在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篮球打 这件事我可以吹两年半 话音刚落 陈宇忽然猛地起身抬手 对着他就是一记段子绝孙拳 直接轰在金毛男最脆弱的位置之上 在剧烈的疼痛感涌出的瞬间 金毛男立即就当场昏迷了过去 而另外两名小嘎健壮立即就慌了起来 而被捏了那么久的陈宇立马就开始痛打落水狗模式 直接一拳就将金毛男给当场干翻 紧接着陈宇就猛然飞身一跃 一个右边腿直接踢趴绿毛男 一个左正灯一脚踢晕最后的小嘎嘎 在轻松解决掉三人后 陈宇不禁拍了拍手道 真没劲 两三下就躺地上了 随后陈宇便开始搜刮三人身上的东西 可没想到身为二级舞者的金毛男 却只有可怜的四千大洋和一张卡 眼看八荒八荒窑就要不行了 陈宇连忙将他抱起往外走 同时无奈道 真是麻烦 还得把你送回去 男人沐浴完和辐射后准备离开 可竟被医护人员要求脱裤子检查 就在刚刚 陈宇英雄救美 将八荒窑给带了出去 见八荒窑昏迷不醒 门口的医务人员立马就急了 她是八荒家的大小姐 快联系医生 望着被医护人员带走的八荒窑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暗嘀咕道 我可是人意已尽了 剩下你的自己加油了 接下来我该干正事了 快陈宇就回到辐射区深处 然后直接将身上的防护服脱掉 同时感叹道 沐浴更强的辐射 修炼成为更强的武者 将来我一定比你们强 顿时系统就弹出一连串身体强化的提升属性 陈宇的身体强度再次迎来了飙升 听着不绝于耳的提示音 陈宇顿时乐开了花 如此增长下雪 变得又肉又有力气 我要这静气有何用吗 陈宇望着自己随意一拳所带出的拳风 不惊讶一道 这强劲的拳风 正所谓一粒降石会 大力出奇迹啊 然而就在这时 陈宇发现自己的鼻子忽然流鼻血了 当即他就愣住了 这是咋回事啊 怎么流鼻血了 与此同时 系统的增幅也从三位数变成了个位数 陈宇见状不由暗暗猜测起来 数值的增幅居然减少了 是身体超过了承受的极限吗 这就比如一个人掉入岩浆内 无论增加了多少气血 也改变不了他被融化的事实吧 是我身体增强后 抵抗住了一部分辐射伤害吗 一想到这 陈宇连忙就将防护服穿上 然后快速朝着路口处跑去 玩犊子了 不能再浪了 先离开这个秘境 得去清洗室把辐射清除干净先 很快陈宇就来到了辐射清洗室 紫发女在看到陈宇后 立即笑眯眯地开口道 请把衣服脱了放这里 我们要检查并清除你身上的辐射 防止造成后续伤害 闻言 陈宇立马就开始麻利地 将那套防护服给脱掉 露出经过强化的完美肌肉 见陈宇的身材这么炸裂 紫发女不禁眉头一挑 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 宛如雕刻般的完美体魄 当即紫发女就朝陈宇再次开口道 这位先生 这是全身检查 请你把裤子脱了吧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心头一震 辐射清洗室真的要脱光 才能清除辐射吗 当即他连忙拒绝道 休想 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紧接着三名医护人员 就将他给围了起来 不断感受着陈宇身上那完美的肌肉 紫发女更是主动地提出 要帮陈宇免费补课 可陈宇却十分潇洒地转身离去 同时拒绝掉这个让他心动的项目 而陈宇在离开了辐射清洗室后 不禁暗暗后悔道 测试辐射对实力影响的机会有很多 可艳遇只有一次啊 就在这时 不小心走到舞者测试间门口的陈宇 却忽然被身后的小嘎嘎给喊住了 在认出了陈宇后 小嘎嘎忽然比一道 我好像见过这人 听说好像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在高考前被开除的人 当即二人就开始狂笑不止 而且还是史上最低分 谁也打不破这个记录 哈哈哈哈 可陈宇却忽然很礼貌地握住二人的手 同时开口道 前辈教训的是 晚辈实力低微 正想向二位请教呢 随后二人便带着陈宇进入到了舞者训练间 然后主动提出要教陈宇怎么使用这些设备 紧接着金毛男就猛然一拳轰击在测试仪器之上 而仪器上立马就显示出舞者等级为0.2级的数值 随后一旁的小嘎嘎忽然凝笑道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我赌你的实力超不过0.2级舞者 输的人就在这里裸跑三圈 如何 而陈宇一听到这话 立马就哈哈一笑直接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陈宇轻轻一拳轰出 机器就显示出了0.3级的进气 二人顿时就看着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当即金毛男就直接拿起检测板满脸不可置信道 一定是机器坏了 我亲自纳测试仪 你打这个 见金毛男主动送死 陈宇立马就开始凝聚进气同时凝笑道 那么前辈你可要小心了 下一秒 陈宇就迅猛地轰出一记中拳 直接就将金毛男给抱砸到墙上 而一旁的小嘎嘎在看到检测仪上显示着0.6级的进气结果 顿时就傻眼了 就在这时 陈宇猛然转身朝着他咧嘴一笑道 前辈道你猫 这次我们测测力量吧 话音刚落 陈宇脚下一灯再次出拳 哪怕不用进气光平肉身的力量 他此时的力量只已然高到离谱 下一刻 两名小嘎嘎就被陈宇给熟练的曝光绑在了一起 暴露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炸了炸了 男人的美女姐姐居然要和秃头大叔订婚了 就在刚刚 经过辐射洗礼的陈宇 随手一拳就打出了0.6级的进气数值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 陈宇觉得这样下去 考个精大不是问题 一想到和行币的约定 他立马就暗暗期待行币帮他舔鞋的一幕 一想到这 陈宇不禁兴奋的爬上窗户准备回到店铺内 可下一秒陈宇就忽然当场愣住了 只见七姐打着哈欠刚从床上起来 而陈宇则一脸猛逼的暗道 走错房间了吗 紧接着陈宇就连忙夺门而出 同时头也不回的喊道 我先下去开店 还是老样子 七姐在下楼后便直接离开 并表示自己要去给陈宇找学校 而陈宇见状连忙恭送道 辛苦辛苦 您慢走 紧接着他就打开抽屉 将自己收获的几千块全部放入抽屉 然后便熟练的拿起货架上的华子嘀咕道 摸到的四千块 正好购买四包 可以挑战一下我的极限 下一刻 陈宇便直接打开一整包 一次性全部点燃 紧接着他就找来一个喇叭 把华子将喇叭口塞满 狠狠地来上一口 顿时系统就不断响起 受到恶性毒气清晰提升属性的提示 与此同时 乐围集团内 金毛男跪在地上慌张解释道 老板 绑架八荒家大小姐的计划失败了 有人就走了他 可男子却直接掏出家货 将金毛男干翻 同时冷声道 废物 谁干的 给我找出来 我要他生不如死 而看了半天 陈宇要订婚的消息 一听到这个消息 陈宇再也坐不住了 立马就急忙关店往家里赶 可当陈母看到 陈斯文领回来的秃头大叔后 顿时就猛逼了 就在这时 大门忽然猛地被推开 同时传出陈宇的声音 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紧接着陈宇就宁笑道 我好歹看着我姐出生 一把屎一把尿 拉着她长大的 对于未来的姐夫 应该可以问些问题吧 紧接着陈宇就摆出一副 审讯的姿态开口道 他要别墅几套房 车也很多 存款够养活你姐一辈子 陈宇文言不禁眉头微皱道 你看上我姐什么 一听这话 王守德顿时忍不住了 性格很大 身材很圆 嘿嘿嘿 当即陈宇就脸色一沉开口道 就这吗 王守德见状连忙善笑道 还有你姐的温柔 紧接着陈宇就拍了拍 王守德的肩膀开口道 太遗憾了 这门婚事 恕我不能同意 话音刚落 陈斯文立马就揪起他的耳朵 就要往房间走去 来到房间后 陈斯文立马没好气道 陈宇你到底想干嘛 而陈宇则挑了挑眉之问道 你和他订婚 是因为喜欢吗 还是想当福地魔 让他帮我买增气单 见陈宇识破自己的意图 陈斯文不禁难难道 你不懂 普通人的生活太难了 某些心照不鲜的交换 比所谓的感情重要得多 高考没剩几天了 你需要钱 家里也需要 我也需要 在听完陈斯文的说辞后 陈宇忽然猛地推门而出 同时开口道 姐夫 我同意你们俩的婚事了 紧接着他就拉拽着 王守德往外走 同时开口道 作为赔罪 我带姐夫出去逛逛 很快 陈宇就带着王守德 来到了室内豪华的足域城外 王守德见状不禁眉头一皱 你要我送你来的地方 竟然是足域城 陈宇则干脆地承认道 对啊 以前想来 但是太贵了 一进门 服务员立马就朝王守德 低声道 最近来了个新人 超级带劲 可王守德却忽然叹息道 算了 今晚不太合适 那可是我未来小舅子 服务员则没头一条建议道 一个小屁孩而已 灌几杯就好了 一进房间 王守德立马掏出钞票大笑道 今晚的目标是让宇哥开心 谁让他喝一杯 我就给一千 话音刚落 一个身材澎湃的小妹 立马坐到陈宇身旁开口道 宇哥 喝了我这杯酒吗 就在陈宇猛逼之时 美女忽然转到陈宇跟前挺身道 酒在这呀 话音刚落 陈宇立马豪气的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系统顿时就想起提示 清醒加五 健康加二 见陈宇这么上道 旁边的妹子立马就围了上来 宇哥 你不能只喝他的不喝我的呀 再连喝了几杯后 陈宇忽然笑呵呵的开口道 姐夫 美女们喝一杯你给一千 那我喝一杯你给多少啊 文言 王守德直接大手一挥 往桌上丢下一叠钞票开口道 你喝了这三万就是你的了 当即陈宇就再次一饮而尽 同时在心中按道 差不多也完够了 该醉了 随后陈宇便洋装醉酒 直接瘫软在桌子上 而王守德立马迫不及待的高呼 美妙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在王守德开始尽情享受的时候 一台手机已然被陈宇摆好了位置 只见直播间那一片白花花 让一众网友鼻血流个不停 很快 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而一脸猛逼的王守德 直接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男人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麻烦 禁箍身一人硬闯乐围集团 就在刚刚 陈宇忙碌了一速将王守德 送进警察局后 便连忙赶回了店铺 可他一进门 就看到琪姐坐在他的工位上淡笑道 你上学的问题解决了 一听这话 陈宇顿时激动了 什么 是哪所学校啊 可琪姐却忽然伸出狱卒聊播道 先想好怎么报答我吧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就暗暗猜测了起来 他这是在暗示我以身相许吗 他不由越想越兴奋 难道天国要降临了吗 然而就在这时 送货司机的到来打断了他的私讯 就在陈宇清点完货物证 准备回店内之际 他身后忽然出现了三道人影 在看到陈宇后 小嘎嘎忽然低声道 老二老三 确认目标地点和目标人物了吧 就是他对吧 当即沙马特三人组 就从巷子中走出 喊住了准备回店的陈宇 而陈宇闻声不禁停下脚步 然后满脸疑惑道 你们是谁啊 话音刚落 三名小嘎嘎忽然摆出 其中二的姿势呐喊道 我们是沙马特战队 在341闭蜜镜里 破坏绑架八荒千斤的计划 还把咱的兄弟打成残废 简直是从头侮辱到脚趾般 让人无法容忍 一旁的金毛男忽然建议道 老大 我们直接进烟店里灭口吗 红发男却恼怒道 笨蛋 头给咱下达的指令是活抓 然后再把陈宇这小子的第三条腿打废 一听这话 陈宇的脸色立马就大变了 你们刚刚说 要淹了我吗 可沙马特战队却没打算继续废话 三人脚下一动立即就朝陈宇冲去 可陈宇却丝毫不慌 一个左正灯 右边腿 最后一个左刺拳直接结束战斗 见此情景 红发男顿时就慌了 竟然能两下就让身为一级舞者的老二和老三当场殉职 你到底是几级舞者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针对我们 而陈宇当即就摩拳擦掌第一道 哦呼 打不过就恶人先告状啊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们才对 你们找身为八级舞者的我有什么目的 红毛男文言不禁暗暗震惊道 竟然是八级舞者 难怪组织这么急着对付他 当即他就连忙开口道 我们只是想请你回去 有些事情需要和你商谈合作 可下一秒 红毛男却忽然反应过来大骂道 不对 哪来的八级舞者一说 你这混账 你一定是在欺骗我 出来混 最重要的是讲义气 我今天就算是死 被你干翻在这 我也不会出卖老板一点东西 可在陈宇那暴力的拳头之下 红发男很快就改口了 我们乐维集团是三四一地 清城时空门的股东之一 你在秘境里破坏了我们 挡架八荒加千金的的计划 还打伤了我们的人 所以我们才会锁定你 陈宇见自己惹伤了大集团 不禁眉头微皱道 原来你们和那三个家伙是一伙的 亏你们乐维集团还是民企 没想到背地里是干这种勾当的 而红发男顿时就底气十足的开口道 你最好乖乖跟我到乐维集团走一趟 不然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就算你能保住自己 但你也不想你的家人出事吧 以我们集团的势力 想让你们一家三口在这世上悄然消失 简直一如反掌 此话一出 陈宇的脸色瞬间一变 他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不愚会 警察局的警员忽然高呼道 队长不好了 外面 你快看外面 只见已经被曝光的沙马特战队 三人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变登柱之下 而上面的录音设备不断播放着 红发男刚刚所说的一切 而陈宇在解决沙马特战队后 不禁升起了危机感 没想到会摊上这么大的麻烦 再来到了同声典当铺后 陈宇暗暗决定道 敢威胁我的家人 不把乐围集团斩草除根是不行了 必须采取行动 就用秘境袭击八荒千斤的那几个人搜刮来的钱 再加上老姐的秃头男朋友 给的好几万来采购点家伙吧 而老板见陈宇这么年轻 不禁眉头微皱道 欢迎光临 客人需要典当还是采购呢 早有准备的陈宇立马就掏出一张清单开口道 这是我需要的东西 你这有吗 老板在看完陈宇的清单后不惊讶一道 你要的这些东西都是生猛的家伙呀 不必说有没有 只要阁下有票子 在咱这黑市里头 广告 画面一转 乐围大厦内 小嘎嘎正恭敬的汇报道 头儿 今天咱派出去抓捕目标人物的三个舞者 被送进橘子里了 而眼镜男在听完后不惊厌恶道 知道了 条子那边有我的人 我自会安排处理 说完 眼镜男忽然语气冰冷道 通通都是吃干饭的废物 连一个高中生都对付不了 紧接着眼镜男就再次开口道 联系二级舞者的雇佣兵杀手 送他全家上西天 在眼镜男安排好了之后 一堂的小嘎嘎便恭敬拿着红酒开口道 头儿 珍藏的红酒已经醒好了 请您慢用 望着杯中的极品红酒 眼镜男顿时笑了起来 芳香醇厚 不愧是红酒中的极品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虚虚矛头小子 竟敢敢半路阻碍我们暗算八荒加千金 何乐为集团作对 我要扒了他的皮 下一秒 刚把红酒喝尽嘴的眼镜男忽然猛的一口将其喷出 紧接着他就满脸恼怒的质问道 这是什么 怎么会有一股尿骚味 小嘎嘎见状连忙解释道 不可能啊 这是今天才拆封醒酒的高级红酒啊 怎么会 当即眼镜男就将酒壶砸到小嘎嘎的头上大骂道 饭桶 采购部是不是买假酒做假账了 快给我查 然而就在小嘎嘎准备出门之际 大门却忽然被猛的一脚给踢烂 见此情景 众人顿时就愣住了 他们完全没想到居然有人敢硬闯 而已经全副武装的陈宇却缓缓从门外进来同时冷笑道 怎么样 本大爷的童子尿 芳香醇厚 口感诱人吗 男人仅仅只是随手丢了个手榴弹模型 居然就把乐为集团的老大给吓尿 就在刚刚 陈宇孤身一人闯入到了乐为集团当中 眼镜男在看到陈宇后立马就眉头一皱 乳秀未干的小子 今天弄了我的人 现在倒是送上门来了 而陈宇则眉头一挑 但笑道 你们不是来找我吗 我来了 随后陈宇忽然贼嘻嘻的开口道 本大爷的尿好不好喝呀 此话一出 眼镜男顿时就炸了 卧槽 你这混蛋居然在这么高级的红酒里掺了尿 当即眼镜男就大手一挥命令道 给我上 把这小子抽筋扒皮 顿时小嘎嘎就将陈宇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而早有准备的陈宇却丝毫不慌 猛然拿出一瓶喷雾开始朝着四周喷洒了起来 顿时就爆发出阵阵哀嚎 我的眼睛 现此情景 眼镜男不经咬牙切齿道 防狼喷雾 就凭这点过家家的手段也敢单枪匹马来 而手持价值5000大洋的超高浓度辣椒加芥末混合喷雾的陈宇却忽然咧嘴笑道 这可不是拿来奖励你们的 话音刚落 陈宇就拿起喷雾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阵猛喷 下一秒 一整瓶喷雾就被他给用光了 瞬间就获得了90%的动态视力提升 见陈宇这么丧心病狂 眼镜男顿时就炸了 这家伙该不会脑子有问题吧 剩下的人快给我拿下他 话音刚落 庶民小嘎嘎立马就再次将陈宇给包围了起来 而获得视力提升的陈宇却不断在人群中躲闪出击 小嘎嘎根本无法伤及他分毫 哪怕小嘎嘎前后夹击 陈宇也能从容应付 打得对面毫无招架之力 见陈宇这么能打 眼镜男顿时就看呆了 这些可是人均一级的贴身安保无准啊 竟然瞬间放倒了 当即眼镜男就不可置信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可能只是一个高中生那么简单 而轻松解决小嘎嘎的陈宇则淡然道 你这问题挺好回答的 我是好人 而你是坏人 话音刚落 陈宇便猛然抽出身后的长剑直接飞身席向眼镜男 可在陈宇就要落下之际 一只拳头忽然猛地轰出 暴砸在他的脸上 攻击被打断 陈宇不禁恼怒道 什么人 而眼镜男见就新来了不禁松了口气 太好了 你终于来了 这钱花得值了 身为三级舞者的克里斯在篮下陈宇后便默然道 BOSS 很抱歉就嫁来迟 小子 你也别太狂了 而陈宇则直接飞身跃起同时冷声道 哪来的三百斤白皮猪 把你切了做成烤肉 克里斯却站在原地 直接使出武技无望向手 队势无数道由静气凝视而成的掌影就不断裂出 轰击在陈宇的身上 紧接着克里斯猛然抓住停滞在半空的陈宇 再次使出武技重力被摔 直接将他爆砸在地上 见陈宇被打趴 眼镜男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干得漂亮克里斯 今年分红的奖金一定大大的有 而克里斯则淡笑道 静气 敏捷度 力量 反应力 一塌糊涂 随后克里斯就居高零下宁笑道 这种程度也敢单枪匹马来论为集团 一把抓住他的武器 当即克里斯就默然道 别再心存幻想了 能想到偷袭固然不错 可惜你我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眼镜男健壮立马大笑了起来 太好了 克里斯你控制住他 让我来解决他 话音刚落 眼镜男就猛然从身上掏出武器 直接瞄准了陈宇的脑袋 可下一秒 眼镜男的脸色就忽然突变 直接棱在了原地 只见陈宇果断将手中的手榴弹拉开 然后严肃道 老实点 再动我就松开 大家一起死 不过眼镜男却不以为然道 我谁呢 有种你就松手啊 话音刚落 立马就响起咔嚓一声 陈宇的手中顿时就爆发出一阵无比夺目的光芒 倍量瞎眼的二人当即就爆发出一阵惨叫 畜生 竟然是闪光弹 毛头小子 我要把你撕碎 与此同时 系统忽然响起提示音 受到强光伤害 临时视力加4600 受到音波伤害 临时听觉加2700 临时平衡性加1700 临时精神稳定加4700 当即陈宇就揉了揉脸淡淡笑道 看来我想的果然没错 紧接着他就抄起长剑朝着克里斯冲去同时冷笑道 原来三级舞者也害怕闪光弹 而已然暂时失去视力的克里斯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防御 陈宇的长剑就已然朝着他的要害部位劈砍而去 下一秒 长剑猛然落下 立即就响起羞的一声 被一分为二了 顿时克里斯就爆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 讨厌 人家不想当女生 当即克里斯就无比愤怒地朝陈宇所在的位置轰出一拳 可敏锐的陈宇直接一个下蹲躲开了攻击 紧接着陈宇果断猛然出拳 朝着克里斯受伤的部位再次发动攻击 下一秒 立即就响起了淡碎的声音 剧烈的疼痛哪怕是三级舞者也无法承受 当场就晕厥了过去 而眼镜男健壮立马就破口大骂了起来 统统都是废物 花那么多钱请了一群废物舞者当安保 就在这时 陈宇已然来到眼镜男跟前冷声道 要我死的是你 想动我家里人的也是你 味觉后患 我只能除掉你 此话一出 眼镜男连忙就摆出一副后悔莫及的表情哭诉道 谋划这件事的人是我 合得为集团无关 我知道错了 我希望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想做个好人 在听完眼镜男的哭声和哀求之后 陈宇忽然陷入了沉默当中 而后陈宇忽然将武器收了回去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道 但愿你能洗心革面 别再作恶了 而跪倒在地的眼镜男虽然嘴上不断说着感激的话语 但他内心却暗暗发誓道 蠢货 今天我受到的羞辱 一定要让你千百倍奉还 一想到这 眼镜男立即咬牙切齿低声道 明天就把你们全家拿去喂狗 就在这时 刚走到门口的陈宇忽然朝身后丢出一枚手榴弹 同时默然道 我反悔了 你还是去死吧 眼看手榴弹落地后不断翻滚 眼镜男顿时就急了 连忙拔开腿就跑 再来到窗户旁后 他果断一跃 企图冲破玻璃逃生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他身处在33楼 这一跃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听着窗外不断传来的惨叫 陈宇不禁暗暗吐槽道 什么傻叉 这智力还论为集团老板呢 怎么会有胆子绑架八荒家的千金 怎么连我花式快买的塑料玩具手榴弹模型也害怕呀 来了来了 恐怖的寿朝大军居然要来了 就在刚刚 晚餐时 琪姐忽然关心道 应该是没问题的 而琪姐闻言不禁淡笑一声挑眉道 打个赌吧 你要是能考上大学 我就帮你进阶城男人 一听这话 陈宇立马就激动道 黄天在上 我与赌毒不共戴天 与此同时 城外的荒野地区 树枝翼兽正对着一个被赌的严严实实的煽动 不断发出阵阵咆哮 而被围困在其中的行李忽然开口道 翼兽已经集群了 最多十小时 京城就要被受潮淹没了 自然是要快点把消息带回去 金毛小嘎嘎文言不禁脸色难看到 那我怎么跟你把消息带回去啊 而行李则咬了咬牙开口道 带消息 不是一个人就够了吗 一听这话 小嘎嘎顿时就急了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让我背着你跑吗 而行李则默然道 现在确定受潮出现 将消息传出去才是最重要的 紧接着行李就搭上了金毛男的肩膀冷声道 一个舞者的最终结局 不就是战死吗 再偷摸给金毛男 贴上一张绿色纸张后 行李便再次开口道 你现在只会降低我突围的成功率 文言 金毛男顿时绝望的大吼道 滚吧 逃命去吧 见金毛男愿意留下来 行李顿时咧嘴笑道 人类会记住你的牺牲的 紧接着行李就凝聚静气 猛然冲天而起将岩层给破坏掉 朝着城内飞速逃亡 在行李出现的瞬间 包围着山洞的异兽 立即就开始发出咆哮之声 朝着他追去 然而就在这时 山洞之内却忽然冒出一阵绿光 四周的异兽顿时就被吸引住了注意力 望着身后那张不断发出绿光的纸片 金毛男不禁瞳孔一说 诱饵 竟然拿我当诱饵 眨眼间 异兽群就朝着山洞内涌去 而因此顺利逃亡的行李 则冷笑道 京城几十万百姓感谢你的贡献 与此同时 京城政府大楼内 已然召开了紧急会议 负责人在召集人员后立马开口道 行李可是京城大学的高材生 国家重点培养的天之骄子 行李小队活生生的一群人 竟在京城失踪了 当即负责人就恼怒道 四天了 挖第三只也该找到了吧 则小嘎嘎则脸色难看到 行李小队信号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危险区 大概是凶多吉少了 然而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大门忽然被猛地推看 只见浑身伤痕累累的行李 满是血污 狼狈不堪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见行李显然是好不容易才活着回来的 负责人顿时激动道 你去哪了 怎么弄成这样 而行李则捋了捋头发淡然道 我们小队的侦查任务是到城外调查一受 除了我 剩下的三人全部牺牲了 随后行李将头发上的污水给挤出来后再次开口道 寿朝要来了 而且这次的目标是清城市 此话一出 负责人顿时就慌了 我们行李小队深入危险区 得到了寿朝规模 行进方向 移动速度 实力划分 种族组成等众多宝贵情报 而行李则走到负责人跟前默然道 拉响全程防空警报 准备搏命吧 男人为了守护家人 毅然选择加入军方和寿朝对抗 就在刚刚 行李从荒野寺里逃生 带回了寿朝来袭的情报 在行李将寿朝的情报汇报之后 城内立即就响起了防空警报 七姐知道寿朝出现 必定会有大量的人丧命 当即她就拉起陈宇开始往外跑 可所有主干道都被封锁 同时传出难 请所有人居家待命 优先撤离未成年以及孕妇 陈宇见状不由心头一颤 这就是人类为了应对 寿朝制定出的残酷自救方式吗 一时间 哭喊声遍布全程 小孩被迫远离父母进入到避难所中 而所有一级以上的舞者被全部整掉 前往东城墙集合 而七姐则连忙将陈宇塞进出租车 让司机顺路送她去学生避难所 当即陈宇就连忙询问道 那你去哪里 七姐则头也不回地应道 东城墙 七姐逆着人群朝着东城墙跑去 哪怕一级舞者在寿朝面前就是送死 也必须要去参加抵抗 很快 陈宇就跟小女孩搭乘出租车来到了清城避难集中所 待二人下车后司机连忙叮嘱道 只有你们活下去 舞者的守护才有意义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 而陈宇则连忙给他母亲打电话 妈 我到撤离点了 警察有说什么时候安排你们开始撤离吗 就在这时 忽然有人给陈宇扔了个背包打断了他 随后陈斯文环抱着双臂开口道 你不在家收拾东西准备撤离 来这干嘛 随后陈斯文盾了盾再次开口道 对了 家里的存者也放包里了 给你带了点生活物资 撤离的时候用得上 就在陈宇准备开口之际 陈斯文忽然将他给抱住同时开口道 傻子 受朝来了 根本没有时间给第二批撤离的人 现实是残酷的 你要好好活下去 说完 陈斯文忽然泪流满面安抚道 妈还在家里等着 我要赶紧回去 望着陈斯文离去的身影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道 让家里人留下来等死 我自己一个人撤离吗 顿时陈宇就会想起这些日子的点点滴滴 紧接着陈宇就朝东城区冲去 同时在心中暗道 没有家人 活着有什么意思 这个城不能破 绝对不能破 很快 陈宇就来到了东城门下 指挥官镇高声宣布道 所有一级以上的舞者 你们的名单全都登记在册 临阵逃脱者直接枪毙 此话一出 一众舞者顿时面面相去了起来 陈宇也不禁暗暗嘀咕道 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当陈宇看到被押送的女舞者后不禁叹息道 贪生怕死才是人的本能啊 粉发女文声顿时眉头一皱恼怒道 你说什么 舞者在一线对抗异兽 那就是在送死 紧接着她就猛然爆发出自己体内的劲气 将押送她的士兵给震飞 下一刻 失去束缚的粉发女抬手 对着陈宇的腹部猛然挥出匕首 同时冷声道 反正都要死 我先弄死你 而陈宇在系统的增益下 却只是受了点轻伤 粉发女顿时就震惊了 怎么可能 匕首上的独连二级异兽都扛不住的 紧接着陈宇就迅速出手 不停轰击在粉发女的身上 同时恼怒道 只会视强凌弱 真让我恶心 被打趴的粉发女立马就不甘心道 我只是想活 有错吗 而陈宇则居高临下道 城里那些在家里等死的人 他们难道就不想活吗 其他的舞者难道就不想活吗 说到这 陈宇不禁微微抬头严肃道 如果每个人在危难当头的时候 想到的只有自己 人类早灭绝了 说完 陈宇直接飞身一踏跃到城墙之上 望着眼前不断肆虐的恐怖兽巢 陈宇立马就抄起武器再次开口道 只是 我们真的能活下去吗 炸了炸了 小小的倾城市居然惹来了恐怖的舞级异兽 就在刚刚 指挥官在舞者齐聚后便立即鼓舞道 同志们 倾城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愿意与你们一同捍卫倾城的尊严 为了人类 为了倾城 上城墙 开始守城 话音刚落 人类舞者纷纷涌上城墙 人类与异兽之间的大战 鼻触即发 而陈宇则连马往城墙上走去 同时在心中暗道 这就是战场吗 这肃杀的气氛让我浑身都凝固了一般 就在这时 一名老者忽然拦下了陈宇 上面都是异兽很危险的 看你虚成这样 去了也是给异兽加餐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侮辱 精神家42 陈宇文生连马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 老头 会说你就多说点 而老头则干脆道 你就算没被异兽吃掉 其他舞者还要花时间救你 废物要有废物的自觉 不过陈宇却眉头一挑蛋笑道 老头你说的对 不过吗 废物的是那些异兽 紧接着陈宇就无视老头的劝住 笑嘻嘻的边走边开口道 多谢你的提醒 经过你的安慰我已经没那么紧张了 我先走了 此时城内排列的自行火炮 纷纷开火轰击着异兽 而陈宇则抄起长剑 开始攻击企图突围的异兽 在陈宇登上城墙的瞬间 四周的异兽立即就锁定了他 还没等异兽出手 陈宇便手起剑落疯狂收割那些靠近他的异兽 在经过一番扫荡之后 陈宇不禁眉头微皱道 老板娘呢 哪里都找遍了都没有 难道他没有上城墙吗 不可能啊 然而就在这时 一根细线猛然射出 陈宇依靠敏锐的身体反应躲开后 不禁暗暗心惊 会偷袭 来的不是之前的小喽啰 眨眼间 陈宇的四周就被闪烁着寒芒的丝线给包围了 而偷袭他的赫然是一只二级异兽蜘蛛女 刻有能力视蛛丝如利刃 下一秒 蛛丝猛然收缩 直接将陈宇给拉了起来 在牢牢抓住陈宇后 蜘蛛女立即鸣笑道 你杀了我那么多同胞 我要慢慢折磨你 再把你随时万断 陈宇闻言立即眉头一条挑衅道 你嘴挺臭的 不知道舌头会不会相点 话音刚落 脑露的蜘蛛女立即操纵蛛丝 直接将陈宇给勒住 见陈宇不断挣扎 蜘蛛女立即笑出声来 我这蛛丝越挣扎会越紧 你是逃不掉的 与此同时 系统猛然弹出属性提升的提示 陈宇当即兴奋的 你勒得我都不想出去了 此话一出 蜘蛛女顿时就怒了 他直接将陈宇勒到跟前 并且用蜘蛛腿将其狠狠夹住 准备将陈宇给当场完结 而瞬间获得属性增幅的陈宇 手起剑落直接就将其砍翻 二级异兽根本就拦不住他 可还没等陈宇缓过神来 他的脸色忽然猛得一沉 那是什么怪物 只见他身后的异兽群中 一只体型无比巨大的猙獰 异兽正朝着城墙冲击过来 这赫然是五级异兽争独拦 指挥官剑撞连忙下令发射 伴随着近乎撕裂耳膜的巨响 城墙上的机枪立即全部瞄准 那只五级异兽开始射击 刹那间数千枚炮弹猛然划破长空 冲向黑雾之中 朝着异兽群落去 只见数千枚炮弹落入兽巢之内 瞬间炸起成片成片的火光 将冲锋的异兽全部轰成重伤 可仅仅片刻功夫 原本已经皮开肉战的异兽 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自愈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这群异兽就已经全部愈合 城墙上的士兵见此情景顿时就慌了 完了 彻底完了 这怎么可能打得过 与此同时 郑郁独兰忽然猛地起身昂起头 他的大肚子不断开始咕噜作响 瞬间就鼓了起来 下一刻 郑郁独兰猛然爆发出一阵怒吼 在他张开嘴巴的刹那 无数团绿油油的液体就朝着城墙上喷出 望着扑面而来的绿色液体 哪怕是陈宇也不敢硬扛 直接把腿就跑 液体落地的瞬间 厚重的城墙瞬间就被腐蚀出一个个大坑 而老者则朝着陈宇关切道 你没事吧 怪物首领出现 我们这下完了 城墙下那只赶死队完蛋了 一听这话 陈宇顿时眉头一紧开口道 你说赶死队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当即陈宇就拿起武器朝着城墙下跑去 同时暗暗交集道 不会吧 老板娘不会跑去送死吧 与此同时 城墙下的赶死队已然被异兽群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眼看就要全体阵亡了 而身为一级舞者的齐姐赫然也在其中 正拿着武器不断抵抗着四周的异兽 可一兽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解决一头 瞬间又会涌上完树头 见此情景 齐姐不禁眉头紧皱道 可恶 赶死队被包围了 完全牵制不了多少怪物啊 然而就在这时 郑玉独兰的身影猛然从不远处探出 齐姐见状立马就被震在了原地 顿时她就满脸不可置信道 怎么会 你杀了我丈夫后 我到处寻找你的消息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 当即齐姐就迅速释放静气 同时大笑道 我可是每天都在想你 想着怎么干掉你 话音刚落 齐姐猛然脚下一塔 静止飞身冲向了郑玉独兰 而正准备下城墙的陈宇 立马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当即她就激动到 找到老板娘了 然而就在陈宇准备下去支援齐姐之际 老者忽然拦住了她 别去 去就是找死 来不及的 而陈宇却直接从城墙上腋下同时开口道 你说的有道理 但我这人死心眼 不撞南墙不回头 与此同时 齐姐的全力一击 狠狠地刺入到了 郑玉独兰的眼睛当中 顿时她就大喝倒 是是静气在体内爆炸的滋味吧 话音刚落 郑玉独兰的眼睛就轰然炸开 哭如其来的爆炸 顿时就将她给炸猛了 齐姐见状不由 眉头一挑得一倒 看吧 你也不是无坚不摧的 然而下一秒 郑玉独兰的眼睛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飞速愈合 望着扑面而来的郑玉独兰 齐姐顿时就绝望道 老公 对不起 我失败了 真是不甘心啊 谁都好 如果谁能来帮帮我的话 不过齐姐很快就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 直接闭眼放弃挣扎 然而就在这时 陈宇猛然从一旁闪出 荡在她的跟前淡笑道 老板娘 这就放弃了吗 男人为了英雄救美 竟用肉体抗下了一兽喷出的毒液 并且还以此获得了临时提升 强行突破了境界 就在刚刚 陈宇为了救回齐姐 孤身一人冲下城墙 应战五级异兽亦兽争独篮 陈宇落地后就迅速抱起齐姐想要跑路 不过陈宇独篮却猛然朝着她挥出一掌 速度快到她根本躲不开 顿时就爆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陈宇直接就被这一爪子给狠狠地拍飞 陈宇独篮的力道很强 陈宇瞬间就被拍飞出亦兽群上百米的距离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重击 健康加1500 临结加450 静气加300 而陈宇在落地后立即就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经过系统的增益她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 不过刚刚那一击不禁让她呼出一口浊气 赌对了 借助巨兽的力量突围离开她附近 还好不是致命一击 不然直接完了 而齐姐在回过神来后连忙揪起陈宇的一副交集道 没事吧 快给我看看伤口 陈宇见状连忙开口道 回家再给你看 现在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 话音刚落 齐姐的脸色立马就突变了 她也意识到现在还没脱离险境 紧接着陈宇就掏出枪械 朝着不远处追来的异兽群开始疯狂射击 眨眼间 异兽群就再次将二人给包围了起来 不过曾宇独栏却被挡在了外围 陈宇见状当即出身安抚道 放轻松 利用异兽做天然屏障 那只BOSS根本过不来 闻言 齐姐连忙开始催动静气开始抵抗异兽群 陈宇则一边射击一边冷静道 异兽是她手下 肯定不会吐毒误伤 在二人合力之下 很快就清出一条活路 陈宇当即就边逃遍开口道 我们只要往城墙方向推进 就能成功突围了 然而就在这时 齐姐忽然脸色一边惊呼道 陈宇 你看后面 只见征宇独栏猛地发出一阵咆哮 深具腐蚀性的绿色毒液再次从她的嘴中喷涌而出 陈宇见状连忙一把抱起 齐姐开始飞奔 而绿色毒液锁过之处 异兽纷纷被融成骸骨 陈宇不禁无奈道 她怎么不讲武德啊 竟然完全不在意其他异兽的死活 见陈宇的跑路速度这么快 真语毒栏顿时就怒了 不断地朝她喷口水 不过陈宇的身体素质已经远高于寻常无准了 她不断地起落走位 尽量保护齐姐不被绿油油的口水碰到 不过真语毒栏的攻击十分密集 尽管陈宇已经很小心 还是被剑到了身上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不明毒液攻击 临时健康加400 临时敏捷加500 就在陈宇愣神之际 一根新红的舌头忽然袭解而来 直接卷起了奇姐的长腿 紧接着真语毒栏就迅速甩动舌头 直接将奇姐爆砸在地上 实力只有一级舞者境界的奇姐 顿时就喷出一大口番茄酱 瞬间进入重伤状态 见奇姐失去了行动能力 真语毒栏猛然张开锯嘴 一大口绿色毒液再次喷出 奇姐望着扑面而来的毒液 只能呆滞地棱在原地 她现在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就在这时 陈宇忽然从一旁冲出 直接用后背挡住那发恐怖的毒液 在后背遭到腐蚀的瞬间 陈宇立马就爆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望着陈宇奋不顾身的身影 奇姐立马就急了 你疯了吗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 此时陈宇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身体不断冒出阵阵浓烟 眼看就要昏倒了 当即奇姐就满脸心疼地 俯了俯她的脸低声道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下一秒 陈宇却忽然恢复如初 满脸贼兮兮地开口道 那就带我去一趟清水娱乐城来报答我吧 与此同时 不绝于耳的系统提示不断响起 受到不明毒液攻击 临时健康加2万1 临时敏捷加3万9 临时静气加6万5 瞬间 陈宇的体内就爆发出磅礴的金色静气 战斗力得到了短暂的飙升 感受着体内不断涌出的静气 陈宇不禁咧嘴一笑 怒吼之下 异兽群再次涌向二人 眨眼间 原本已经突围成功的陈宇 再次陷入到了被包围的绝境当中 紧接着异兽群就直接朝着二人扑去 瞬间就堵住了陈宇所有的去路 下一刻 陈宇猛然爆发出一声怒吼 连人不绝的静气 瞬间以他为中心直接爆发开来 连异兽群都被他给震飞 在爆发了一波后 陈宇却忽然停了下来 一双瞳孔已然变成金色紧紧盯着 征宇独兰 而征宇独兰却以为陈宇力竭了 立马就直接朝着他飞扑而去 而已然在蓄力的陈宇 直接对着征宇独兰轰出自己凝聚 全身禁气的一拳 瞬间就将其秒杀当成 紧接着陈宇就撑不住了 直接身子一软朝身后倒去 同时喃喃道 还是太勉强了 完全超过身体承受的极限了 就在陈宇就要坠落之际 琪姐立即飞身一跃 将陈宇给稳稳接住 琪姐望着昏迷的陈宇 不禁暗暗感动道 谢谢你帮我报了仇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我豁出性命也会保住你的 与此同时 寿朝大军依旧不断朝着城墙发起进攻 哪怕失去了首领 但是数量上的优势依旧让他们强势无比 眼看清城是要守不住了 指挥官身旁的士兵忽然开口道 预计武者伤亡率达到了90%以上 以寿朝行进的速度 再过一分钟就要突破城墙了 为了确保您的安全 希望您能离开 而指挥官则满脸坚定的沉声道 我要和清城站至最后一刻 然而就在这时 马上就要突破城墙的异兽群 却忽然停下了动作 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紧接着寿朝大军就开始迅速转身 改变了前进的方向 指挥官见状顿时就猛了 异兽怎么会突然改变方向 玄机指挥官就猛地松了口气再次开口道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说明 清城得救了 与此同时 距离清城是十多公里的悬崖之上 四道人影紧紧望着下方奔行的寿朝 一位女性忽然发声道 队长 我们这么做真的好吗 而那名队长则默然道 所有责任 我一个人承担 另一人却打断道 你承担不了 男人却只是摆了摆手 满脸冷峻地开口道 为死而已 走吧 男人在得知其姐的治疗费用高达四十万之后 竟然直接将她带回家 亲自出手为其疗伤 就在刚刚 陈宇在清城市的医院醒来之后 他不禁心头一震 我这是死了吗 望着眼前正在给自己输液和喂药的护士小姐姐 他不由怀疑自己这是上了天堂 随后陈宇猛地心头一震 等等 死了为什么要吃药 不对劲 我还活着 清城居然没事 紧接着陈宇连忙把腿就跑同时大喊道 别追我呀 药我是绝对不会吃的 别人吃药是救命 我会没命的 就在陈宇准备跑路之际 他却忽然停下了脚步 只见其姐躺在病床上陷入了昏迷状态 而医生和护士则露出一筹莫展的表情 好一会之后 医生忽然开口道 病人家属来了吗 病人静气严重透支导致昏迷 必须立即治疗 否则很快就会脑功能受损 陈宇文言顿时焦急道 我是病人家属 医生你赶紧给他治疗 医生则直接开口道 手术费预计需要40万 在听到价格后 陈宇的脸色立即就黑了 他是为了守护清承兽的伤 政府不给补贴吗 医生健壮连忙解释道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要治愈他需要几个舞者 连续10个小时以上 不断输入静气才行 这个过程其他舞者 也有静气透支的风险 一听这话 陈宇立即就明白了 原来如此 那就抓紧开始吧 医生文言不由暗松了口气 再次开口道 是要开始治疗吗 那你先去楼下交钱 我们这就联系政府部门 可陈宇却摇头道 我是说开始办理出院 见陈宇要出院 医生的脸色顿时就大变了 而陈宇一边收拾一边 暗暗嘀咕道 因为诅咒的原因 我的静气根本消耗不完 我才是最适合救老板娘的人 很快 陈宇就带着老板娘 回到了店铺中 开始准备为琪姐输送静气治疗 只见陈宇已然化身高僧 正心无杂念地开始 为琪姐输送静气 她不断提醒自己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治病 四日清晨 琪姐在经过陈宇的 不间断治疗后 终于恢复了过来 在起床之后 琪姐不经生了的懒腰感叹道 感觉身上暖暖的 好舒服啊 就在这时 琪姐忽然发现 自己身上似乎有点不对劲 紧接着她就猛然抓起被子 盖在身上同时压一道 怎么回事 我的衣服哪去了 下一刻 琪姐就看到已经快要虚脱的陈宇 她不由美好气道 你进我房间干嘛 还弄成这样 陈宇闻声连忙摆出衣服 委屈巴巴的模样开口道 你不记得了吗 你怎么可以不记得 昨晚是你硬拉着我一直要的 紧接着陈宇就大手一挥阻拦道 算了 我也不用你负责 此话一出 琪姐顿时就原地实话了 什么 难道我昨晚 真的强迫你做了羞羞的事吗 当即琪姐就满脸尴尬道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尝试一下小奶狗的味道 此话一出 陈宇顿时就笑喷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只是在输尽气给你 帮你治疗而已 当即琪姐就满脸恼怒的起身开口道 很好笑是吧 禽兽 居然敢戏弄我 衣服都脱了你都不干 话音刚落 琪姐立即抬腿将陈宇给踢出房间 被赶出来后 陈宇立即没好气的叹息道 女人的心真难猜啊 随后她便拿出手机看了看 时间同时嘀咕道 忙着治疗老板娘 也不知道姐姐和母亲怎么样了 还有清澄到底怎么脱困的 与此同时 避难所的门口处已然人满为患了 只见陈宇不断抓起路过的学生询问道 同学 你认识陈宇吗 你有看到他妈 为什么他还没出来 见母亲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 陈斯文连忙开口安抚道 妈 你别这样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忽然传出陈宇的声音 妈 我在这呢 再看到陈宇平安归来 二人脸上的忧郁瞬间一扫而空 紧接着陈斯文就一把抱住陈宇哭声道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被转运到贺城了 一听这话 陈宇不禁好奇道 贺城怎么了 陈斯文则连忙解释道 寿巢因为之原因 放弃清城转向奔向贺城 下午三点四十分 寿巢抵达贺城城北城墙 四点贺城通讯断联 四点十分 贺城就已经不存在了 此话一出 陈宇的脸色立马就突变了 他没想到一个城市 居然在寿巢下 仅仅抵抗了半小时就没了 与此同时 整个清城市都在播放着 市长缅怀到贺城的直播 灾难 又一次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手足 我们的同胞 你脸上定格的最后表情 我们铭记于心 紧接着市长忽然振臂高呼道 愿人类永存 对时整个清城市的民众 就沸腾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五天后 陈宇再次来到了 341B时空门深处 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折腾来折腾去 等级又回到了之前那样 马上要考试了 还是要变得更强才行 不一会 陈宇忽然发现 时空门内漂浮着不少大铁球 他不禁暗暗嘀咕道 这大铁球里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呢 一想到这 陈宇立马就抄起武器一键 将大铁球给砍烂 铁球在被切开的瞬间 立即就流出漆黑的液体 露出了里面的电子板 在看到铁球里面的电子板后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该不会是未来科技之类的东西吧 一想到这 陈宇立马就浮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玩意一定很值钱 紧接着陈宇就开始在时空门内 不断寻找铁球 然后疯狂搜刮电子板 再一次切割中 陈宇不小心被铁球 溅出的黑色液体给触碰到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未知液体感染 浸气值提升 血气值提升 浑升 陈宇立马就暗暗窃洗了起来 这下转大发了 这古怪的油竟然能增强浸气 随后陈宇便加快了搜刮铁球的步伐 同时还不忘拿黑色液体 提升自己的浸气 在回到了家中之后 陈宇望着拿回来的电子板 不禁暗暗期待了起来 好像在开盲盒呀 就在仔细查看完电子板之后 陈宇忽然发现 其中居然藏着一个内存卡 望着这枚内存卡 陈宇不惊讶一道 异境内的高科技主板里 竟然有一张人类能使用的内存卡 来了来了 学渣陈宇在奇姐的帮助下 终于要开始高考了 就在刚刚 陈宇意外从异境当中 收获了好几块主板 陈宇没想到主板内 竟然有一张人类使用的内存卡 他是越想越觉得恐惧 当即他就将内存卡 给插入到电脑之中 见电脑顺利识别出了内存卡的信息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我不会意外发现什么重大秘密了吧 在把内存卡的文件打开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通篇的乱码 活 反生 重组 负 细胞等几个单字或词语 不断重复着 陈宇立马猜测道 这什么呀 总不会是说什么起死回生吧 然而就在这时 房间的大门忽然被奇姐给一把推开 陈宇闻声顿时一个机灵 然后迅速将内存卡给拔掉 而奇姐见陈宇一脸心虚的表情 立即就露出一抹坏笑道 高考就剩四天了 你班主任让你去烫七中 紧接着奇姐就猛地往电脑屏幕前 依靠同事好奇道 你在看什么呢 也让我看看 在看到自己的照片后 奇姐顿时眉头一挑 好啊 你竟然用我的照片做平保 你暗恋我 当即陈宇就没好气地吐槽道 你也不想想 这是你自己的电脑啊呀 随后奇姐便离开了房间 而陈宇一边查看高考的现场票价 一边嘀咕道 H1排一张票五万 二排做三万五 看到这高的离谱的价格 陈宇不禁感到有些头疼 这明摆着抢钱了 这还是普通观众席 就算只买两张二排做也要七万 上哪岛这些钱啊 无计可施的陈宇只好再次来到了同声点当铺 准备卖一卖货 再进入店铺后 陈宇立即朝着老板娘哀求道 姐姐 你就给我个好价格吗 然后我把宝贝卖给你 就在这时 并领小嘎嘎在看完神秘主板后忽然开口道 经过同位所分析 确认这是市面上第一次出现的 清诚意境内的产物 随后小嘎嘎便朝陈宇开口道 分析结果和你所说的一致 价钱的话看具体商议 一听这话 陈宇立即拿过主板得意一笑 看吧 我没骗你吧 这可是341B时空门出产的第一个物件 绝对是有价无视的宝贝 给你打个折 卖你一百万好了 而老板娘则无视陈宇的报价 自顾自的开口道 两万 一听到这个价格 陈宇顿时急眼了 砍价也不是这么砍的呀 他连忙拍了拍主板推销道 这可是第一个呀 如果这是同声组第一个发现时空门 对声望提升很大吧 随后陈宇便伸出手来开口道 陈宇价五万 可老板娘却摇了摇头硬道 一万 第一个发现的 只能证明运气好 宣传效果有限 陈宇文言便满脸失望的转身道 那我去问问隔壁黑市吧 老板娘见状不由轻笑道 一口价三万 不行你就走 话音刚落 陈宇立马就转身握着老板娘的手笑嘻嘻道 成交 而老板娘则有些胡意道 你得保证第一个从意境带出来的产物是我们同声组的 而陈宇则笑嘻嘻的再次从身后掏出两块主板开口道 既然一块三万 那我就再卖两块吧 老板娘见状顿时没好气道 三万是第一块的价格 后面的两万五 陈宇文言立马热情的摇晃起老板娘的手干脆道 成交 毕竟产出的前三个物品都被你们承包了 紧接着陈宇再次从身后掏出两块主板咧嘴笑道 那我再卖两块吧 忍无可忍的老板娘立马抬手就给陈宇一个过肩摔同时怒喝道 敢耍老娘 见老板娘是动真格了 陈宇连忙把钱给收了然后快速跑路 不过陈宇在清点了一下余额后有些失望道 可惜了 第四块没卖掉 才卖了七万五 也只能买第二排的票了 在解决了门票之后 陈宇忽然想起起姐姐让自己去一趟七中的事情 当即她便准备前往新学校报道 画面一转 七中教室内 小嘎嘎们不断议论着 听说二中被开除的学渣要来我们班拖后腿了 难怪班主任脸臭了一天 话音刚落 教室大门忽然被陈宇给一脚踹开 紧接着陈宇摆出了帅气的姿势 朝着刚刚说自己坏话的小嘎嘎冷声道 你们说的是我吗 可帅不过三秒 班主任忽然踩着高跟鞋来到陈宇身后冷声道 堵在门口干嘛 你的座位在最后面 赶紧过去 可陈宇来到自己的座位后 却看到自己的座位被刻画得惨不忍睹 听着身边不绝于耳的嘲笑声 陈宇的脸色立马就飞了下来 原来这么不欢迎我呀 顿时系统就想起提示 受到群体恶意 精神加24 陈宇不禁嘀咕道 老师居然纵容学生做这种事 当即陈宇就哈哈一笑开口道 大家的祝福我都收到了 我很感动 而班主任则厌恶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再次开口道 没座位的就站着 接下来我跟大家强调一下考试的注意事项 考试时间为两天 每年7月7号到8号 考试采取一场丁胜负 赢了马上下一场 因此要注意体力控制 说到这 班主任忽然默然地朝陈宇开口道 不过 像你这种被学校放弃的学生 可能第一轮就跪了 此话一出 班里的小嘎嘎立马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让他现在给我们跪一个 磕头叫声爸爸 还能考虑罩你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就有些恼怒了 紧接着陈宇脚下一动 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两人身后 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陈宇就直接伸出双手 将他们给抱砸在地上 随后陈宇直接将二人给揪起来笑道 我的好大 怎么了 还不快叫 然而就在这时 班主任却忽然立声打断道 干嘛呢 无法无天了都 不想失去高考资格 就把你那混混作风收一收 见这个班主任如此双标 陈宇立即就松开二人 然后默然道 好的老师 我们明天考场见 次日一早 考场外就已经人潮涌动了 正在排队的陈宇 不禁暗暗期待了起来 不容易啊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男人本想在高考大赛上一名惊人 可没想到居然会在厕所中展露头角 并且还在比赛中被妒忌 他的对手给命中要害 就在刚刚 陈宇刚准备进入考场 他的手机却忽然响了起来 在接通后 电话那头立即传出陈斯文的声音 陈宇 我打电话是来问你话的 事业这么棒的票都非常贵 你买票的钱哪来的 你是不是吃软饭了 陈宇心里不惊一慌 连忙低声解释道 吃个毛软饭 别瞎操心 不跟你说了 我要入考场了 在挂断电话后 陈斯文立马就露出一副 看透了一切的表情开口道 心虚了吧 他果然有富婆 而在他的前方观众席第一排 偷听全程的起解忽然微微 侧头在心中暗道 暴露了吧 他果然有相好的 很快一众学生就陆续进入了考场之中 今天是海选赛 全市的考生根据实力排名 在计算机的综合匹配下 进行比试 随后裁判就高声宣布道 初赛第一轮对战马上开始 友情五中的马帅和七中的陈宇上台 陈宇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自己 当即便朝着擂台走去 而马帅浑身肌肉很发达 一脸凶向的对陈宇默然道 最后站在擂台上的只能是我 陈宇也照葫芦画瓢的摩拳擦掌道 今天是我人生的起爆点 然而就在这时 马帅却忽然恼怒的开口道 是你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而陈宇却满脸笑嘻嘻的打起来招呼来 是你啊 我教的法子好用吧 此话一出 马帅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 回忆起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在考试前十分钟 男生厕所内 陈宇一边上厕所一边计划着 等考试的时候要展示一下实力 可厕所里的眼睛却全都直勾勾的盯着陈宇 从厕所开始展露啊 而马帅立即厚着脸皮讨教道 同学 你练的什么功法呀 可以教教我们吗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就在身上摸索同事开口道 正好有个东西可以快速帮你们变长 随后陈宇便拿出一把小尺子开口道 这是自欺欺人尺 送你了 警戒着陈宇便干脆的离开道 我先走一步 你们好好测 此话一出 众人立马就满脸恼怒道 谁在擂台上碰到他 一定要往死里揍 而厕所门口的一名粉发女 见此一幕 不禁皱眉不屑道 男人奇怪的攀比星啊 真是幼稚 不过这个陈宇倒是有趣 本来只是赛前刺探一下他的实力 没想到还发现了他的特长 在看到陈宇上台后 底下的小嘎嘎立马开始大吼道 兄弟报仇的时候来了 都知道往哪打吧 可马帅却忽然拍了拍陈宇的肩膀开口道 我们暂且放下这些小摩擦 认真高考吧 陈宇闻言顿时就猛逼了 被说小事小事吗 话音刚落 立马就传出喷的一声巨响 马帅猛然出手 直接用脑袋狠狠地撞击在陈宇的脸上 望着被撞飞的陈宇 马帅立即怒吼道 是奇耻大辱 紧接着马帅迅速一个剑步 朝着陈宇的要害部位狠狠地轰出一技重拳 见此情况 小嘎嘎们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耍鹰招 兄弟好样啊 下一刻 马帅高达0.3级的进气猛然爆发 狠狠地轰击在陈宇的要害处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伤害 声誉能力加145 而马帅立马一把抓起陈宇的脑袋冷声道 让你嘲笑我 可陈宇则满脸不屑地摸了摸鼻子开口道 你当时给点力啊 此话一出 马帅和小嘎嘎顿时就被惊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高达0.3级的进气 居然没能把陈宇给打倒 下一秒 陈宇体内的气感迅速运转 猛地抬腿甩出一脚爆发了全身进气 马帅顿时就瘫倒在地发出音音的叫声 陈宇见状不由美好气道 我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吗 马帅文言却眉头一皱恼道 放屁 是我进气好空了 你怎么不守规矩啊 此话一出 陈宇不禁疑惑道 什么规矩啊 马帅文言当即怒骂道 上场就要抱进气的呀 彼此不先亮出实力 万一悬殊过大 导致伤亡了怎么办 你太狡猾了 竟然硬生生地把我拖垮 而陈宇则摇了摇头轻笑道 那你要怪的不是我 是小老弟你啊 说完 陈宇立即伸出小拇指讥讽道 没想到你不行啊 一点都不持久 此话一出 马帅的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 他恨不得将陈宇给生吞了 而一旁的裁判则举起陈宇的手宣布道 获胜者 七中陈宇 很快第二场比赛就开始了 是由二中的英力对战七中的陈宇 在从马帅那里得知了规矩之后 这次陈宇一上场就开始爆发出自己的进气 进气所卷起的旋风 立即就让英力惊叫连连 快把你的进气收起来啊 而陈宇此时已然兴奋到了极点 不断加大进气的输出 英力健壮只好表示认输 接下来就是第三场 三中的寻宫对战七中的陈宇 寻宫一上场 再看到陈宇后 立马就怒撕自己的衣服朝着陈宇飞扑道 哥哥的古剧机好恐怖 我怕 我认输 随后寻宫一脸娇羞地请求道 哥哥 比赛后可以让我看一眼吗 此话一出 陈宇再也忍不住了 抬手就将寻宫狠狠地爆砸在地上 而今天的最后一场 一中的柳倩对战七中陈宇 而柳倩竟是不久前在厕所 发现陈宇特长的那个大美女 男人在严肃的高考中居然张开怀抱 并且还无耻地当众将对手给抱住 就在刚刚 陈宇的第四场比赛对手 居然是一中的大美女柳倩 陈宇在上台后不禁没好气地吐槽道 什么吗 以为自己是明星啊 而柳倩在见到陈宇后瞬间眼前一亮 是一个好看的小哥哥爷 陈宇在看清柳倩的长相后立马就看呆了 是超好看的小妹妹爷 这怎么下得去手啊 当即陈宇就连忙握住柳倩的小手开口道 妹妹你看上去有点眼熟啊 我们在哪里见过 而柳倩则害羞道 你这搭上好老套 但我好喜欢 比赛完之后我们去约会吧 裁判健壮顿时脸色一黑恼怒道 你俩能不能别避避了 随后柳倩便连忙爆发出体内的静气 率先出手朝着陈宇冲去 只听妹子娇叫一声 在静气反冲力下 如箭矢般冲向陈宇 在飞到陈宇跟前的瞬间 他猛然抬起白嫩的长腿 对准陈宇侧脑就是一个侧踢 其速度之快 力道之猛 江湖笑声都变得尖锐 可陈宇却只是随手一抓 就挡住了这一脚 紧接着陈宇眼中金光一闪惊呼一惧 累死的 可接下来陈宇却没有出手 而是手掌猛地用力一推 身在半空中的柳倩顿时失去重心 迅速向后侧翻 而陈宇很迅速地就张开双手同时对一道 来吧 下一刻 翻倒的柳倩迅速落下 而早已经张开怀抱的陈宇 直接就将她给抱住 可陈宇在嗅到柳倩所飘出的味道后 脸色瞬间变化了起来 而台下的啦啦队们见此情景 顿时就赫然而怒 一个个发指自裂 此时柳倩的脸颊已然飞红 胸中小鹿乱跳 可陈宇却忽然回想起 不久前自己在离开男生厕所后所发生的事情 陈宇当时还没走多远 迎面就走来一个打着喷嚏的女子 在将喷嚏挥洒在陈宇身上后 她连忙掏出纸巾开口道 不好意思 我今天感冒了 在帮陈宇擦干净衣服上的痕迹时 柳倩不禁暗暗感叹道 好大的胸肌 实力不俗 紧接着柳倩的手不断往下移 很快就滑到了陈宇的腰间 顿时她就激动了起来 不穿衣服的样子应该更性感吧 就在这时 陈宇忽然猛然伸手阻拦道 下面应该不用擦了 紧接着陈宇就眉头一皱提醒道 这里是公共场合 你靠得太近了 而柳倩则俯想连偏道 不是公共场合就可以了吗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感冒了 紧接着柳倩就抬头煽情道 因为我对你没有抵抗力 而陈宇则焦急道 离我远点 我快忍不住了 紧接着陈宇就猛地打了个喷嚏 同时无奈道 你身上的味道太刺鼻了 在被陈宇的口水喷了一脸后 柳倩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都是口水 脏死了 而陈宇则没好气道 都说了 是你非要整个人贴上来的 恼怒的柳倩当即开始尖叫起来 变态 抓色狼啊 此话一出 陈宇立即就被保卫追了几条街 陈宇一想到诬陷自己的人 居然被自己给控制住了 他立马就在心中暗道 别以为换套衣服 我就认不出你的味道了 紧接着陈宇的身形猛然向后一反 柳倩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陈宇给爆砸在地上 裁判见状立即高声宣布道 其中陈宇获胜 当即陈宇就连忙转身关切道 好妹妹 你没事吧 比赛也结束了 那我们 还没等陈宇说完 柳倩就猛然起身恼怒道 你想得美 我绝对不会跟你去约会的 而陈宇则一脸古怪道 你在说什么呀 我才不会跟你这种丑八怪约会 我是说你之前诬陷我的事情 咱们这就算扯平了 此话一出 柳倩顿时就猛逼了 他似乎听到了一个 他从没听到过的形容词 紧接着柳倩就脸色大便惊呼出声 我丑 你说我丑 你居然说我丑 男人不仅在比赛中 落手催花拿下胜利 并且还表示自己不想跟丑八怪约会 在陈宇准备下台时 一名小嘎嘎忽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陈宇同学 来我们槟城理工吧 真男人的天堂 此话一出 陈宇不经服想连偏了起来 当即他就双眼冒光傻笑道 嘿嘿嘿 具体给我说说 而小嘎嘎却直接变装激动道 学校全都是老爷们 激情满满 一个女人都看不到 基建专业尤其适合你 一听这话 陈宇便直接干脆的静止离去 小嘎嘎不由暗暗嘀咕道 他居然不喜欢这么完美的男性天堂吗 就在这时 一道呼喊声吸引住了陈宇的注意力 陈凯子加油 其中必胜 陈宇不由寻声望去 只见陈凯子正在擂台拼命进攻 而台下的班主任和同学们 都在拼命为其纳喊助威 不多时 裁判就抓起陈凯子的手宣布道 其中陈凯子获胜 而班主任文生立马得意地 写下陈凯子的名字 同时开口道 咱们班除了陈凯子同学 没人进击了吧 话音刚落 陈宇忽然悄然来到班主任的身后 倾壳打断道 还有我 被打断的班主任文生立马转身恼怒道 没看到我在忙呢吗 你什么你 被淘汰了就赶紧走 此话一出 陈宇不禁眉头微皱道 我发现老师你三观很正 可惜五观不行 说完 陈宇便直接转身准备离场 班主任则立马恼怒道 你这样的垃圾 怪不得会被二中开除 就在陈宇就要离去之时 两名考官忽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我们是高考的考官 你是陈宇对吧 根据期中提交的资料 你的进气等级只有0.3级 但你在出赛上的表现远超0.3级 麻烦配合我们调查 而班主任则满连笔道 肯定是他使用微镜品作品了 考官文言不禁眉头一皱 你是亲眼见过他使用微镜品吗 如果没有那就是诬陷 此话一出 正准备开始嗶嗶嗶嗶的班主任 立马就自觉的闭上了嘴巴 而美女考官则拿出 检测进气的仪器开口道 我们需要重新测一下 你的进气等级 陈宇见美女考官到来身前 立马就聊起衣服开口道 来吧 别不好意思 无必客气 在仪器检测完之后 陈宇的进气等级赫然是0.7级 当即美女考官就严肃地 朝班主任开口道 其中提交的数据明明只有0.3 现在怎么变0.75了 文言 班主任立马脸色难看地解释道 他之前没来学校 我就随便填了一下 美女考官立马立声道 考生的是能随便吗 我们会把这件事汇报 给专门的机关对你进行惩处 班主任文言不由双腿 一软糊通的跪倒在第二脑道 我的职称 我的奖金 全都泡汤了 而考官则热情地 水平达到0.75 初级比赛全胜就没有问题 此话一出 陈凯子和班主任立马就骇然了起来 什么 他晋级了 还是全胜 满脸不可置信的陈凯子 当即就飞身一跃 朝陈宇袭去同时恼怒道 他一定是作弊 可陈凯子还没碰到陈宇 那名考官就身形一闪 抬手一巴掌 就将陈凯子给拍飞 紧接着考官就脸色阴沉地开口道 你是在怀疑考官的职业操手 还是质疑我们的公正性 陈凯子见状连忙开口道 不敢 不敢 他不禁在心中暗骂道 陈宇你给我记着 很快 所有通过出赛的人就统一来到了紧急通道门口 紧接着一位光头男就走到众人跟前宣布道 各位好 我是这届高考的主考官 晋级擂台赛就要开始 现在重复一下考试规则 说到这 主考官那双凌厉双眼猛的扫是全场宁笑道 擂台赛是淘汰制 只要有一场落败 就算是正式赛资格 你们要抱有杀死对方的心态哦 或者抓紧时间写好一书 紧接着光头男嘴角上扬 普通的微笑竟显得残忍 孩子们 欢迎来到真正的高考 来了来了 残酷的淘汰晋级赛终于来了 就在刚刚 数百名晋级的考生已经集结完毕 在光头主考官的带领下 走向大门出口 紧接着主考官大手一挥宣布道 欢迎来到真正的高考 随后光头主考官便缓缓推开了金属大门高声道 真正的试炼现在才开始 在万众瞩目下突出重围板 在大门打开后 主持人立即宣布道 接下来欢迎我们晋级的考生入场 第二场万众期待的擂台赛即将开始 顿时场内就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那是数万人共同声嘶力竭吼出的声音 原本紧张的陈斯文 在看到陈宇的身影后 不由鼻头一酸激动道 妈 是陈宇 他晋级了 晋级了呀 与此同时 贵宾区内各大招生办的人不断咆哮道 今年你一个学生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 就在这时 主持人忽然宣布道 请所有考生前往戴战区 第一轮比赛马上开始 随后所有晋级的考生 立刻跑向了各自中学的戴战区中 开始闭目养神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而陈宇也连忙往椅子上躺去 美滋滋地哼起了小曲 然而就在这时 其中的校长却带着一群鸡肉男来到陈宇跟前开口道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宇吗 快给我按住他 当即陈宇就被一众肌肉男给包围了起来 顿时他就急眼了 你要干嘛 就算你是校长也不能为所欲为 见校长默不作声 陈宇立马威胁道 我要举报你 而校长却淡笑道 去啊 你看谁理你 开始吧 陈宇闻言顿时眉头一皱 在考场上都敢找人来搞我 我绝不能折在这里 可下一刻 全身被技师们熟练揉捏的陈宇 不禁发出一阵酥麻的赞叹声 我都不想起来了 见陈宇这么享受 校长忽然叹息道 对学生好又不犯法 你举报我什么 你们这些学生还是太害羞了 只是按个膜而已 以前都是女技师 可惜被举报了 此话一出 陈宇的脑海中立即就浮现出一幅天堂的景象 顿时他就脸颊一红震惊道 你说什么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文言 校长立马激动的一把握住陈宇的手 惺惺相惜道 终于有人懂我了 凹凸有志的身材就是他们最大的武器 像魔法一样 让我不断突破自我 释放无尽力量 一说到这 校长不禁将目光投向班主任 看来以后也要提高老师的水平 太平了影响学生上课的热情 随后校长便转身朝着一众晋级的七中学生开口道 接下来我跟你们分享一些 我总结了多年来晋级赛的一些经验 说到这 校长立马脸色一阵严肃道 第一场淘汰赛的匹配规则 是优先匹配本校的 一般下手都不会太狠 所以同学们可以放松一些 话音刚落 擂台上被奏飞的小嘎嘎忽然一头撞进了墙壁之中 见此情景 陈宇不禁眉头一皱低声询问道 校长 这还不算太狠吗 当即校长就轻壳两声尴尬道 不过男人最好的伤疤 就是重伤后留下的那条 就在这时 主持人忽然高声宣布道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轮比赛的选手 他们分别是 三中王爱对阵 三中李青 九中赵沟对阵 九中白铁 一中功老对阵 六中行坡 七中陈宇对阵 七中陈凯子 在宣读完比赛名单后 主持人立即高声大喊道 比赛开始 让我们看一下赛场情况 一号擂台的两位在学校里是一对情侣 但是比赛中也没有丝毫留守 而九中的两位在学校里都是有名的舔狗 谁会是最强舔狗呢 一中的两位在学校里是情敌 赢的人能最终抱得美人归吗 就在这时 主持人忽然惊恶道 七中的两位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怎么一动不动 比赛都开始了 为什么还不动手 一年一度的高考初级赛终于打响 主持人在考生上场后立即高声道 目前本场最受期待的就是一号场的比赛了 只见一号擂台上 一对情侣正在进行个缠斗 不过王爱却忽然松开手道 算了 我不能为了赢对你做这种事 而李清则脸色难看到 我本来等级就不如你 肯定会输的呀 可王爱却依然转身道 你别说了 我下不去手 话音刚落 李清忽然开始自残 同时发出一声惨叫 那我自己动手 王爱健壮连忙将其扶起 而李清则一脸忧郁道 没控制好静气 可能今天要和你永别了 当即王爱就焦急地走下擂台 拉住医护人员开口道 医生快去救他 可医护人员却指了指擂台提醒道 比赛还没结束 你疯了吗 你看后面 只见裁判抓起李清的手宣布道 选手王爱脱离擂台视为认输 获胜者李清 王爱健壮顿时就怒了 你都是演的 而李清则一脸得意道 不然怎么赢过实力比我强的你呀 而二号擂台的考生在一番角逐后 也决出了胜负 三号擂台也紧接着结束了战斗 第二批比斗 渐渐接近尾声 在其余几个擂台接连结束比赛后 主持人忽然压抑道 在这场激烈的比赛中 四号擂台的选手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一动不动 这是为什么 二人之所以没有动手 只因赛前校长亲自叮嘱道 比赛战术很重要 可以保你们小命 所以 我接下来说的你们一定要牢牢遵守 等一会上场 趁观众还没注意到我们擂台 你们之中等级低的人 立即认输 陈凯子文言不禁眉头一皱打断道 那还怎么晋级 校长文言则直接劈头盖脑道 你是不是傻 什么叫不一定晋级 咱们根本就晋不了级 我当期中校长这么多年了 就没一个学生晋级过 见二人迟迟没动静 校长立马焦急道 干嘛呢 战术 快用战术 可奈何台上的二人都不肯主动认输 而观众席上的小嘎嘎也急了 不断吆喝着要期中的人滚出擂台 为了避免给期中丢脸 校长立即恼怒道 既然都不认输 那就给我狠狠地打 陈凯子文言立马就会想起 自己被考官暴揍的事情 他当即咬牙切齿道 陈宇 你会后悔刚才的愚蠢不肯认输的 我们心仇就恨一起算 陈宇健壮却丝毫不慌地抠鼻道 这台词 你很会装逼啊 话音刚落 只见陈凯子扶起一抹残忍的笑容 调动丹田内的静气在周身游走 使出了5G气冲涌全学 他的周身瞬间就形成了淡红色的气焰 主持人见状不由惊呼出声 是5G 一般只有大学才会传授5G的呀 而一旁的金发男 则开口解释道 考生应该是5到世家出声 才会这么早接触5G 下一刻 陈凯子整个人化作一道会心 以迅雷不及快播之势 使出陈家秘术礼合腿 直接踢向陈宇 见陈宇直接硬膛 陈凯子不禁暗暗得意道 这就是武术世家传人的实力 和你们普通人不是一个世界 紧接着陈凯子在半空中再次扫出一腿 伴随着空气被撕裂的巨响 一只鞭腿凶猛地劈向陈宇侧脑 这一记鞭腿 结结实实地命中了陈宇 顿时场内就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一散的气旋猛地吹起周围所有陈物 见此情形 陈母不由心头一突 斯文就是被5G打碎气海的 我两个孩子难道都要经历不幸吗 在烟尘消散后 只见陈宇竟然单手接住了那臂杀一击 那只小手臂就如钢铁一般硬生生扛了一下来 见此情景 主持人不由惊呼出声 陈宇选手接住了 在没有使用静气的情况下接住了 这是何等强悍的实力啊 见陈宇的实力这么了得 招生办的小嘎嘎立即纷纷表示要将其收入囊中 与此同时 第一排的齐姐则眉头一挑在心中暗道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你吗 而陈斯文则满脸不可置信道 这是我弟吗 可最惊恐的 还属当事者的陈凯子 他不禁满脸不可置信道 怎么可能 我这里和腿连钢棍都能踢碎 而陈宇则一脸坏笑地抓起他的腿开口道 不是吧 你不会以为只有你会武技吧 此话一出 陈凯子的脸色立马就突变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陈宇就一把将他甩飞同时开口道 正所谓来而不枉非离也 紧接着陈宇双腿已惊人的速度凶狠踹出 伴随着胸口碎裂声 陈凯子双眼暴突 下一秒 陈凯子整个人就像一颗炮弹 飞向百米开外的观众席 见此情景 整个考生现场 瞬间变得安静无声 观众们愣愣看着那个飞走的身影 不知应该做何反应 下一刻 反应过来的观众们就爆发出如雷般的欢呼 而陈思文二人也不禁喜极而气道 太好了 小宇没事 还赢下了比赛 而招生扮的金发男健壮不禁扶起一抹蛋笑开口道 挺久没遇到这么有意思的考生了 男人在赛场上连进气都没使用 以肉体力量一脚结束比赛 可却被众人质疑是服用了禁药 就在刚刚 被一脚踹飞的陈凯子不禁暗暗骇然道 不可能 一个高考前被开除的弃子不可能有这实力 当即陈凯子强忍着痛苦大喊道 你一定是吃了禁药 陈宇文言不由眉头一皱抠鼻道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懒得和你解释 随后陈宇便走下了擂台 上万人的现场立即就爆发出恐怖的声浪 那是掌声 呐喊声 欢呼声 尖叫声混杂的声音 陈思文和陈母也不禁喜极而泣 而其姐则暗暗嘀咕道 看来以后不能叫他小奶狗了 得叫他小狼狗才行 然而就在这时 班主任却忽然一把抓住陈宇的手艺正言辞道 我都听到了 你承认喝药了 跟我去见校长主动取消考试成绩 我不能让你一个差生毁了一个好学生的未来 被拖着走的陈宇当即就没好气道 开玩笑你也当真 病得不轻暗你 可班主任却步依不饶地带着他来到校长跟前开口道 校长 我们学校绝对不能出现像陈宇这种靠吃药赢下比赛的学生 学校的声誉会毁于一旦的 校长文言立马眉头一皱不满道 真的是这样吗 陈宇同学的实力有目共睹 这么多人看的比赛就你一个人火眼金睛 别人都眼瞎吗 紧接着校长就一把搂住陈宇开口道 我听你哦 今年的高考状元 人家的未来可就靠你了呢 然而就在这时 市长带着一个中年男子忽然来到二人身后打断道 这位同学打得不错呀 你叫陈宇是吗 见市长亲自下台 班主任立即指着校长开口道 校长 你怎么可以包庇学生服用禁药 刚当陈宇在台上都承认了 一听这话 校长立马就怒了 什么包庇 那只是陈宇同学开玩笑而已 而一旁的中年男子却忽然开口道 是不是真的 让他打我一拳就知道了 此话一出 陈宇不禁眉头一挑喝笑道 没事找虐吗 而中年男子淡笑道 就你 我不够格 我不用劲气就能打飞你 紧接着陈宇猛的一拳轰出 带起一阵凌厉的拳风直接轰击在中年男的腹部 可预料中的鸡飞却没有出现 中年男紧紧后退了数步 就稳住了身形 班主任健壮立马就得意了起来 看吧 他肯定吃药了 药效没了 拳头也没力了 而一旁的市长却忽然出声打断道 正好相反 别说一二级舞者 就算三级舞者来了 都不能让他后退半步 但陈宇做到了 随后中年男便缓缓开口分析道 刚才看陈宇在擂台上的一拳 我预估他的体力等级大概1.3级 我亲自接了他一拳后 认为他的体质等级在1.4级更加准确 而目前市面上的药只能短暂提升身体素质 但还没有可以让人的体质等级直接突破一级的 在听到这番专业的解析后 校长立马激动道 所以陈宇同学没有作弊 我就说陈宇同学是有真实力的 班主任 你过来一下 随后校长便满脸不满的赤鹤道 你多次对陈宇同学持有偏见 甚至还栽赃诬陷于他 身为人师 实属不该 我决定扣除你半个月工资以锦校友 此话一出 班主任立马就炸了 竟然扣我工资 不要啊 在得到官方认证后 陈宇更是得意了 我的实力可是经过市长认证过的 看以后还有谁敢质疑我 就在这时 几位壮汉忽然朝着陈宇冲了过来 还没等陈宇反应过来 众人便七嘴八舌了起来 陈宇 清华需要你 京大欢迎你 开南大学的妹子多 剑都是来招自己入学的 陈宇当即不耐烦的白手道 名片留下 除了清华和京大 其他人可以先走了 紧接着陈宇直截了当道 我这人很实际 谁的条件好 我就跟谁走 你们向上级申请一下 然后再找我 行不 此时陈宇根本不慌 虽然他的目标只有京大 但有人竞争身价总是更高一些 很快 主持人就再次出声道 新一轮的比赛马上开始 上一场的黑马陈宇 这次对战的是四中的选手王傲 两人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男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当众挑衅不久前 将他开除的前校长 就在刚刚 陈宇迎来了晋级赛的第二轮比试 他的对手四中王傲一上场 立马冷笑连连 陈宇 你上一场展示的实力很不错 我很欣赏你 但这场比赛很快就会结束 闻言 陈宇不禁脸色仪 陈宇正在心中暗暗嘀咕道 四中也算清城市的一流高中 从不缺大佬 得谨慎点 别特么在阴沟里翻了船 在比赛开始的瞬间 王傲立马怒吼一声 然后迅速爆发出体内所有的劲气 还没等陈宇反应过来 王傲就使出了五级黑虎掏心 迅速朝陈宇袭去 可下一秒 王傲却忽然扑通的跪倒在陈宇跟前 表示自己要认输 陈宇见状不由眉头一皱 要不这样吧 我让你一只手 咱俩打一架 此话一出 王傲的气势猛然一变 他立马用凌厉的目光盯着陈宇 我告诉你 今天别说你让一只手 就算你让我两只手两只脚 也拦不住我认输 我说的 见王傲如此坚定 陈宇当今扭头往台下走去 这或许就是我能给你上的第一课 没什么是绝对的 实力再强 也有办不到的事 与此同时 高考体育场大楼的最顶层的某洞房间内 一位眼镜男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擂台上的陈宇感叹道 出来一个狠角色呀 他肯定能进正式赛了 不好对付 谁遇到他就自求多福吧 另一位学生却拍了拍 身上不存在的灰尘不屑道 不要妄自菲薄 咱们毕竟都是种子选手 而另一名女生则贪手道 种子选手有卵用 正式赛看的是战力 不是竞气等级 而且作为种子选手被打哭 更丢人吧 眼镜男文言忽然转身淡笑道 听说那个陈宇竞气等级只有0.7 就算体格强壮点 也不会是咱们的对手 毕竟咱们中最低的也有一级了 而八荒谣却直勾勾的盯着陈宇的身影哑一道 这个陈宇的背影 怎么看上去有些眼熟 很快 比赛就来到了第三轮 这次陈宇的对手赫然是老熟人二中的王岳 二中校长在看到了对战名单后 连忙对王岳指挥道 那个陈宇权很重 体质非常好 你尝试着和他游动 寻找弱点攻击要害 说到这 二中校长忽然脸色明重道 如果实在打不赢对方 认输也没关系 身为二中校长助理兼陈宇前班长的王岳文言立马坚定道 明白 我一定全力以赴 望着陈宇的身影 二中校长的心底立即就五位砸成了 随手开出的一个叉声 竟然是个有资格打进正式赛的学霸 真特么见了鬼了 在看到王岳后 陈宇当即就眉头一挑颗笑道 这不是尊敬的班长大人吗 一个月前 对方是高高在上的班长 除了班主任 看谁都是以辅事的角度 而陈宇只是个排名倒数第一的学长 连被辅事的资格都没有 在陈宇被开除后 这位班长更是以上位者的姿态蔑视道 浪费家里人的钱 最后输也没读成 被开除可要好好打工挣钱 给家里补贴家用哦 说到最后 王岳还不忘补上一句 你可千万不要当社会的蛀虫呢 他那从骨子透出的傲慢语蔑视 在这一刻彻底显露了 可短短一个月 现在一切都颠覆了 王岳听着陈宇的语气 当即就咬牙切齿道 少阴阳怪气了 你想说什么 而陈宇却忽然掏出一叠名片笑道 没什么 很难得竟然在晋级赛中 与班长大人您重新相遇 请允许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吧 这是我的名片 在陈宇有意无意的操作下 他手中的名片就开始散落一地 陈宇连忙蹲下身去捡 还一边捡一边嘟囔道 我真是大手大脚 这些大学招生担的也真是差劲 动不动就塞名片过来 挑哪一间好呢 感觉都挺一般的 王岳当即攥紧双拳忍无可忍道 陈宇你少在那里小人得志 陈宇见状连忙善善一笑白手道 嘿嘿嘿 开玩笑 开玩笑 紧接着他就猛地朝擂台外摆手道 这不是二中校长吗 好久不见了 趁着比斗还没开始 陈宇连忙来到擂台边 对二中校长招呼道 校长好啊 近来过得好吗 来跟华子吧 而二中校长则面无表情道 不必 当即陈宇便开始出言讥讽道 不是吧 校长你的脸怎么这么黑啊 该不会是正式赛看到我 您不开心了吗 二中校长则眉头紧皱道 虽然是我开除了你 但校有校规 你不用对我带有怨气 陈宇文言连忙从身上掏出一块东西 递给校长同时恭敬道 对对对 我愧对学校带我的教导 请收下我的道歉礼物 在接过那块塑料完衣后 校长不禁闻了闻开口道 怎么有点臭臭的 而陈宇则笑嘻嘻道 因为是我的鞋垫啊 当即二中校长就猛地将鞋垫扔掉 然后脸色铁青 眼中寒光四射冷声道 你想干什么 是想找死吗 可陈宇却丝毫不虚 反而直接凑到二中校长跟前硬道 想啊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见陈宇这么嚣张 二中校长顿时就怒了 王岳 你一定要用尽全力赢下这场比赛 别辜负我对你的期待 男人在赛场上居然当众训斥二中校长 就在刚刚 在裁判的宣布下 陈宇的比赛正式开始 话音刚落 王岳便大喝一声 果断爆发出体内熊熊的劲气 紧接着王岳就以极快的速度冲出 如意道 王岳绕过陈宇正面 攻击他的身侧 而陈宇则站在原地 仍然没有使用一丝劲气 任由王岳的大长腿落在自己的侧脸上 王岳一击得手 不由眉头一挑暗暗冷哼道 看来我认真起来 也就这样吗 二中校长见状当即得意道 很好 就是这样 毕竟是我特别关注的优等生 天分和实力是绝对不会弱到哪里去的 而受到伤害的陈宇 立即就增加了三百点气血值 他还不忘拍击自己的脸蛋讥讽道 就这样吗 再来啊 王岳顿时全身僵硬如遭雷击 他现在充斥着一种绝望 全力一击都不能破防的绝望 二中校长也不禁暗暗骇然起来 果然还是不行吗 0.8级的王岳 在这个陈宇面前 真的只能像蚂蚁一般渺小了 见王岳已然被自己惊呆了 陈宇当即明笑道 班长大人 现在轮到我了 话音刚落 陈宇一个闪身就冲到了王岳的跟前 然后迅猛一腿将他给扫飞 顿时王岳就回过神来 立刻就要挣扎 但陈宇不会给他机会 直接伸手按着王岳的脑袋 将他磕向坚硬的大理石地面 紧接着王岳就失去了意识 裁判立马就宣布陈宇获胜 此时二中校长已经看傻眼了 他不由暗暗骇然道 一个垫底的学生 短时间竟然成长到这种地步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而陈宇却忽然来到王岳身旁 蹲下身来开口道 我赢了呢 看来不用早早出社会打工补贴家用了 说到这 陈宇忽然满脸不屑地讥讽道 你输给我这社会的蛀虫哦 班长大人 陈宇所展现出的实力 就连主持人都惊呆了 从没见过这么轻松就能一招制敌的 这个七中的学生真可怕 幸好我当年高考的早 与此同时 七姐也不禁暗暗骇然道 陈宇这小子 平时不声不响的 没想到这么厉害 就连陈斯文也被惊到嘴巴大张 这真的是我的吊车伪弟弟吗 太天方夜谭了吧 而王岳在被陈宇一番羞辱后 立马就想起身反驳 可他的意识却开始迅速模糊了起来 王岳望着一脸人畜无害的陈宇 不禁暗暗震惊道 这个家伙 没想到竟然这么深藏不露 当初真的不该趾高气昂地羞辱他 而陈宇见班长默不作声 立即开始语重心长地告诫道 以后记得好自为之 不要再这么嚣张了 就在这时 主持人忽然赞叹道 实在是干净利落的一场战斗 本届高考似乎又会闯出一匹黑马的 拭目以待吧 而贵宾席内 市长忽然对身旁的局长开口道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 随后市长忽然眉头一皱询问道 你女儿不也参加这届高考了吗 还是种子选手 说不定就和陈宇对上了 怎么样 担心不 而局长则面无表情默然道 他选择做舞者 早晚也是死 有什么担心的 文言 市长不禁有些尴尬的善善倾壳道 你还是老样子啊 与此同时 场内的王岳已经站不起来了 好不容易撑起来 又再一次摔倒在地 当即陈宇就一把将王岳抱起同事开口道 我被退学的时候 班长大人您对弱小的我冷嘲热讽 这行为不可取要 明年复读 千万不要待在二中了 这学校的校长不配为人师呢 此话一出 二中校长的脸立马就扭曲了起来 他当即就怒骂道 臭小子 你找死 而陈宇却忽然将怀中的王岳给扔下擂台 扔到了二中校长身旁 望着已经失去意识昏迷不醒的王岳 二中校长顿时脸色难看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陈宇居高临下地看着二中校长命令道 给我捡起来 灌输是强凌弱的教学理念 被你这样的校长教出来的学生 可怎么守护人类的未来呢 男人顺利成了七中之光 可却被系统扣了一大堆属性点 就在刚刚 陈宇将王岳丢在擂台下后 竟当场命令二中校长将他给抱起 而二中校长见陈宇这么嚣张 立即隐隐展露出 静气波动怒吓一声 找死 而陈宇则眉头微皱地比一道 怎么 想打学生啊 女人还怪好练 校长 紧接着陈宇便无视暴怒的校长 开始不断大喊了起来 校长要打人了 人家害怕 见陈宇这么无耻 当即二中校长便一把将王岳给抱起 见二中校长将王岳搀扶走 陈宇立即得意道 再见二中校长 要重新做人教育好下一代哦 二中校长文声立即刚牙咬碎 怒气上涌 可即使眼睛都冲红了 也没敢发作 他当即暗暗决定道 你给劳资等着 现在人多不方便动手 等这阵子风投过了 必将你挫骨扬灰 就在这时 七中校长忽然来到陈宇身旁一把 按住他的肩膀 紧接着七中校长猛地将陈宇 给紧紧搂住激动道 我的财神员啊 升值发财就指望你了呀 随后主持人便高声宣布道 经过了刚刚陈宇和王岳的精彩对决后 让我们继续精彩分成的擂台赛吧 很快 全部批次的比斗终于完毕 十二中的无千获胜 而七中的考生除了陈宇 果然已经全军覆没 陈宇望着台上的获胜的选手们 不禁眉头一挑 都很不错嘛 看来打完今天的比赛 获胜的人就能被今年的大学录取了吧 可七中校长却摇了摇头 笨蛋 你太天真了 今天只是擂台赛 胜出的选手 还要进行接下来的评委裁定分数 才能进入更加残酷的正式比赛 陈宇文言不由眉头一紧压一道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与此同时 主持人忽然宣布道 第一轮擂台赛结束 接下来有请专业评审团进行分数裁定 有请本届高考的主考官为我们公布分数 此话一出 主考官立刻翻开自己的笔记本 开口道 选中的恭喜你们 没选中的 也不意味你们失败 能赢过所有选手站在这 你们每个人已经是胜利者 现在评分开始 编号02121 姓名松优 来自一中 去掉一个最高分 7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5分 最终分数为6.36分 正式赛晋级失败 话音刚落 松优立即就爆发出一阵不甘的怒吼 然后满脸悔恨的朝场外走去 而其中校长则脸色沉重的开口道 陈宇 你千万不能被淘汰啊 随后主考官便继续宣读裁定分数 一个个考生轮过 有人欢喜 有人悲 更有不少人当场大哭 从海选到擂台赛 拼死拼火打了一天 最终却是落选收场 不多时 聚光灯终于照在了陈宇的身上 七中校长顿时就不安了起来 道你了陈宇 七中的未来就靠你了 而观众席上 虽然知道陈宇的表现很亮眼 但陈斯文还是紧张的念叨道道 妈 到我们小宇了 下一刻 高达9.4的评分就在大屏幕上亮出 陈宇见状立即眉开眼笑了起来 太棒了 成功晋级了 现场顿时呼声震天 鼓声如雷 许多观众都发出了惊呼和赞叹声 好样的 非常精彩的战斗 真是年轻有为啊 当即陈宇的脑海中 就不断传出扣除属性的提示 闻声 陈宇顿时就炸开了锅 卧槽 求你们别赞了 别赞了 男人在进入正式赛后 竟遇到美女主动上门 就在刚刚 陈宇在台上听着 不绝于耳的属性扣除消息 立马就想开溜 可下一刻 他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当即就停下脚步 只见陈斯文满脸激动的夸赞道 臭弟弟 干得漂亮啊 闻声 陈宇顿时一脸得意的挥手道 老姐 老妈 可下一秒 陈宇的脸色骤然一变 卧槽 老板娘咋来了 望着正向自己做出国际友好手势的奇景 陈宇立马就慌了 完了 彻底穿帮了 就在这时 主考官忽然宣布到 晋级赛名单公布完毕 今天的擂台赛正式结束 随后主考官便递给陈宇一个绿色手环 这是晋级正式赛的手环表 上面有你的编号 正式赛期间 住宿和领取正式赛服就靠着手环了 别弄丢了 在分发完手环后 主考官再次开口道 今晚大家都要住在这里 不得因任何原因离开体育场 接下来官方会把手机还给各位 你们可以打电话联系自己的监护人 为你们单独做饭以及与你们同住 各位手上佩戴的手环 是正式赛期间 作为身份标识 以及享受一切考场服务的凭证 请妥善保管 随后主考官便环视一圈 然后再次发问道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话音刚落 陈宇立马严肃地开口道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见陈宇散发出强大的气场 主考官立即询问道 这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紧接着陈宇便来到主考官身旁逼声道 家人过来的车费找谁报销 主考官文言立马没好气道 找我报 很快 陈宇和其中校长就来到了今晚的住宿区 见校长这么吃惊 陈宇不禁没好气道 你惊讶啥 做校长的不是经常接触高考吗 而校长也弱弱道 我其中的学生就从没进过正式赛 我哪会知道 就在这时 酒店的保卫就出来将其中校长给拖走 而陈宇则连忙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给老姐 在进入了豪华的房间后 陈宇立马就飞身朝豪华的大床飞去 随后陈宇不有感叹道 读书能改变命运这句话不是吹的 一定要好好利用重生之后的诅咒加持 重新书写劳资的人生 就在这时 客厅外传来了敲门声 陈宇不禁有些疑惑的开门询问道 谁啊 下一刻 陈宇望着眼前的惊涛骇浪不由暗暗震惊 卧槽 考场还提供特别服务的吗 而少女见陈宇开门立马就挺了挺身子自我介绍道 我叫玛丽 这是我的编号是13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哦 陈宇的目光立即就被牢牢的吸引住了 好大的编号啊 不好意思 美女同学今天有何贵蛋啊 而玛丽却猛的凑到陈宇跟前开口道 没啥 就是预先和你打打招呼 明天要是咱俩遇上了 帅哥还请手下留情了 闻言 陈宇立即顿感无趣转身道 那没得商量 事关前途 咱俩遇上了我会把你往死里打 顿时玛丽就气呼呼的转身就走 而陈宇连忙挽留道 马同学 再让我看看你的编号 刚刚没记住 就在陈宇关门感叹玛丽的编号真大之时 门口却再次响了起来 当即陈宇便骂骂咧咧开门 少废话 就算你编号再大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可在陈宇开门的瞬间 陈思文就扑了上来一把 将陈宇牢牢抱住 小语你太厉害了 在进了屋子后 陈思文的脸色立即就严肃了起来 有个问题我要问你 你老实回答 随后陈思文的嘴巴就如连猪炮一般的开火 你是不是找富婆了 她是谁 还有你的进气水平有0.7 怎么升得这么快 然后你所在的学校是7中 你不是在2中吗 怎么去气中了 还有你和2中校长有矛盾吗 陈宇文声立马就感觉一阵头疼 老姐你别这样 噼里啪啦一堆问题扔过来 刚辛辛苦苦考完试的我 很头疼的 这个问题吗 来了来了 男人居然主动搭讪一副 未成年模样的八荒摇 就在刚刚 陈思文一看到陈宇 立马就对他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而被问到头脑发疼的陈宇 立马无视陈思文的发问 直接就拉着陈母往食堂走去 再来到食堂后 陈母连忙将准备好的饭菜 拿出开口道 接下来就要进行更重要的比赛了 要吃好一点才行 就在陈宇准备开动之时 玛丽却忽然出现在了餐桌之上 当即陈宇就炸开了锅 大编号13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妈辛苦准备的饭菜来 而玛丽则笑嘻嘻的硬道 别这样嘛 多一双筷子而已 随后玛丽就开始自我介绍起来 你们好 我也是这一届高考的学生 我也晋级了明天的正式赛 陈宇则没好气道 脸皮真厚啊 你家人没给你做饭吗 而玛丽则有些无奈的贪手道 没有 我家人没来 我身胶肉贵的又不会做饭 总不能饿死吧 陈宇当即就面露不满 这么身胶肉贵 看来家境很不错呀 我该同情你吗 玛丽文言立即低声道 看在你们请我这顿饭的情况下 那你个情报吧 看到那边那个女生没 她就是八荒家的千金八荒窑 文言 陈宇的脸色立即就拉了下来 她的身份大家都知道 这算哪门子的情报 玛丽则一边胡吃海塞一边解释道 她是我的同班同学 性格孤僻高冷 平时在我们一中那成绩就好 而且听说和家里人的关系不太行 估计现在没有家人给她做饭 所以在这干坐着 说到这 玛丽忽然眉头一挑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她现在单身 至今好像还没谈过恋爱 随后玛丽忽然阴阳怪气道 你小子看起来挺人目狗样的 要是你对她有意思的话 此话一出 陈思文和陈母立即就竖起耳朵 等着陈宇的回答 而陈宇则默然道 没兴趣 闻言 陈思文这才松了口气道 八荒家的千金看着大概率就没成年 你要是敢追人家 那就是拐卖未成年 而几人对于八荒窑的讨论 立即就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顿时四周的小嘎嘎就议论纷纷了起来 看那边 那不是八荒窑吗 他竟然会来食堂 堂堂八荒家的千金会看得上 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的饮食吗 话说八荒千金为啥坐在这也不吃饭了 家里人没来吗 他爸可是局长 上流社会大忙人 怎么可能来这里下厨啊 可能他在等五星级酒店的外卖吧 哈哈哈哈 见八荒窑成为了舆论焦点 陈宇顿时就急眼了 看吧 都怪你们 搞得大家都在讨论他 人家多难为情啊 玛丽健壮立马就硬道 都怪你要追人家 很快 再小嘎嘎们都吃饱了 纷纷开始离开食堂 为了明天的正式赛做准备 而八荒窑依旧坐在餐桌前 一眨不眨的望着大门 而陈宇在吃饱之后 忽然表示自己怕半夜了肚子 所以开始将桌上的剩菜给打包 在打包完之后 陈宇忽然开口道 待会我要去练习室一趟 你们先走吧 玛丽文言立马得意道 临时抱佛脚可不行啊 干脆这一届你别考了 回家再复读个两年半 我也少个竞争对手 随后众人就离开了餐厅 开始分道扬镳 而此时餐厅内已经空无一人了 只有八荒窑孤零零一个人在里面坐着 八荒窑一边等一边不由暗暗落泪 会来的 父亲一定会来的 就在这时 陈宇端着饭盒走到八荒窑跟前打断道 还来啥 这大晚上的 要来早来了 谁家孩子像你一样啊 还傻乎乎的饿着肚子 随后陈宇便将饭盒放到桌上 吃吧 堂堂八荒家的千金 要是因为饿肚子输掉正式赛 这是传出要被人笑掉大牙的 八荒窑看到忽然出现的陈宇 不禁有些愣住 请问你是 而陈宇在没好气的打断道 饿了一晚上还有力气问话呢 随后陈宇便直接转身坐了下来 有什么问题吃完再和我说吧 望着陈宇的背影 八荒窑不禁心头一颤 这个背影好熟悉啊 正式类台赛终于开始 陈宇的对手竟是大编号玛丽 就在刚刚 陈宇忽然打包饭菜送给独自一人 在苦等的八荒窑 而饿了一晚上的八荒窑也没拒绝 他也想趁机试探一下陈宇 在用完餐之后 八荒窑忽然开口道 我在清晨意境被恶势力袭击昏迷 最后被一个陌生人救了 至今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只记得他的背影和声音 今天的比赛看见你的身影 和当时在意境看到的那个背影非常像 而且你的声音频率和音色很吻合 陈宇文言当即心虚道 没有 不过那天听说你在那昏迷了 虽然那天我碰巧也在清晨时空意境里探险 文言 八荒窑忽然露出一抹开心的笑容 是吗 看来是我想多了 不过谢谢你今晚的饭菜 很好吃 见此情景 陈宇不由心头一颤 冰山般冷漠的八荒加千斤 虽然笑起来这么可爱的吗 随后陈宇连忙稳定心神道 为啥你在这儿坐了一晚上啊 你爸适合你约好今晚给你做饭 又放你鸽子吗 而八荒窑则神情低落道 一时半会说不清 我只是不甘心 说到这 八荒窑忽然叹息道 可能父亲只会为我的兄长做饭吗 一听这话 陈宇立马猛的一惊 我知道 那个八荒义 京城大学的高材生兼高富帅啊 随后陈宇立马变脸道 生男生女都一样 你爹身为安保局局长也太封建了吧 你告诉我你爹贪污受贿包二奶之类的证据 我帮你举报他 帮你出出气 八荒窑文言连忙摇头黯然道 不用了 可能在我父亲心中 至始至终都不配做他的女儿吧 一听这话 陈宇不禁脸色一变在心中咆哮道 身为一级舞者 说这话简直是顶级凡尔赛啊 我依靠诅咒累死累活 现在也才零点七级啊 在吃饱喝足后 八荒窑也没再继续逗留 忽然缓缓起身 在离开前 八荒窑还不忘朝陈宇感谢道 谢谢你救了我 也谢谢你打包的晚饭 很高兴认识你 陈宇同学 见八荒窑离开 陈宇立马起身叮嘱道 不客气 以后记得去超市买点压缩饼干 堂堂千斤别随便就饿死了 一夜转瞬即逝 第二天一早 正式赛就开始打响了 而今天正式赛的第一场对决 是来自其中的陈宇对战役中的玛丽 陈宇在上台后立即摩拳擦掌道 第一场就和玛丽那个大编号遇上了吗 今天一定要漂亮的打响第一炮 随后主持人便宣布道 决定考生们命运的正式赛即将开始 今天的正式赛 分别是20位种子选手 以及昨日擂台赛上胜出的12位晋级选手 共32位 这32位选手 随机分为技术组和偶数组 进行第一轮对决 胜出条件 是能连赢无偿比赛的选手 即可登顶本届冠军 成为状元 规矩讲述完毕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第一场比试吧 而坐在评审贵宾席的市长忽然淡笑道 今年的状元回是哪个孩子呢 真是让人期待呀 在陈宇和玛丽上台后 主持人立马开口道 编号21来自其中的陈宇选手 以及编号13来自一中的玛丽选手 这两位技术组选手的对决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陈宇在看到玛丽后 毕竟眉头一挑道 我可不会因为你的编号大 就让着你哦 考场如战场啊 而玛丽立马挺了挺身子淡笑道 正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 吃了你家一顿饭 也勉强算你家儿媳了 但亲夫妻也明算账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男人居然在高考前忙活了一整夜的手艺活 却依旧精神抖擞 玛丽在看到陈宇后 忽然猛地朝他贴近道 不行不行 还是忍不住被你勾引 你老实回答我 你忙了一晚上为什么更有魅力了呀 今天早上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就露出得意的表情回忆道 你是说那个呀 昨晚陈宇正准备睡觉时 隔离却不断传来恩哼的声音 顿时陈宇就震惊了 哥们的 隔壁22号房间是谁啊 大半夜做手一活 当即陈宇就用力敲了敲墙壁怒吼道 隔壁是哪个学校的高材生啊 赶紧停下手里的针线活 还让不让人睡了 大半夜得有点功德心好了 明天还要高考啊 话音刚落 墙壁的另一头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陈宇不禁悟了五脸没好气道 还算要点脸 知道安静下来了 可接下来隔离传出的声音更大了 节奏也在逐渐加快 丝毫没把陈宇放在眼里 陈宇这下彻底忍不住了 他立马恼怒道 做个手一活还越来越嘚瑟 是在向我炫耀吗 你的挑战 我接受了 随后陈宇便开始漫长的斗争 不断发出阵阵炸裂的怒吼 时间匆匆流逝 转眼几个小时过去了 天已然放亮 陈宇终于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手艺活86次结束 静气加32 体质加17 寿命加10 随后陈宇便换好衣服 神采奕奕的走出门口 很好 一个晚上传统手艺活下来 精神更抖擞了 身体更有状态了 见到陈宇出门 人群中一位两眼泛黑的考生 立即指着陈宇怒气冲冲道 考官 我举报他场外恶意竞争 陈宇见状立马就猛逼了 啥情况啊 那考生立即就掏出手机 展示着长达7小时的录音画面道 你还装傻 我就是你隔壁的22号考生 昨晚上你是不是弄了一晚上的噪音 故意影响我状态 我都录下来了 一晚上你从来都没停过 此话一出 场面立即寂静了下来 小嘎嘎们和考官看向陈宇的眼神 已然变得无比复杂 陈宇文言却十分装插的淡笑道 原来是你这手下败将啊 那也是你这地中地挑起战火的 事关男人的尊严 我怎么能认输 随后陈宇便无视愤怒的人群转身道 没想到传承手艺火也会招来你们的极度和质问 也许这就是人生吧 对时在场的所有男人都开始咆哮了起来 老头没眼啊 我这么英俊潇洒就亏在时间短 而藏身在人群中的玛丽却压抑道 该死的 怎么会有这种文武双全 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 还如此变态般精壮的人存在 此时的玛丽在贴上陈宇后立即低声道 陈宇哥哥 高考结束后我们约会吧 陈宇健壮立即淡笑道 大编号 现在是比赛 请你正经点 可下一秒 玛丽猛然爆发劲气 一记横扫 击向陈宇面门鼻梁 忽然被揍了一拳的陈宇不由一愣 虽然搞偷袭 而玛丽则直接戴上一顶路帽子满脸严肃道 我承认对你有那么一点心动 但是 别以为长得帅我就不打你 你再怎么强悍精壮 那也要等高考完我才有兴趣 陈宇健壮顿时眉头一条揉了揉 鼻子淡笑道 来呀大编号 话音刚落 玛丽在无迟疑 脚下猛然一动 几个闪身就朝着陈宇冲了上去 紧接着玛丽就开始狂风骤雨般的快攻 而陈宇则依靠强悍的身体素质来躲闪 可玛丽的身手很是灵活 陈宇直接就变成了只能挨揍的局面 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 就在陈宇猛然出手反击之际 玛丽忽然一把抓住陈宇的肩膀飞升而起 在跳起后 玛丽趁着陈宇愣神的间隙 迅速分开双腿 果断夹住了陈宇的腰部 当即玛丽就露出一副得逞的笑容 揪起陈宇的衣领开口道 我抓住你了 男人在万众瞩目的高考比赛中 竟被大编号玛丽给夹住了腰 观众席上的小嘎嘎见玛丽居然压着陈宇抱锤 立马就惊呼了起来 义中的玛丽好灵活的身手啊 真不愧是玛丽家族的二千斤 不过她缠住七中的陈宇是想要干什么呢 而义中的校长也不禁疑惑起来 玛丽这家伙又有什么鬼点子了吗 随后她忽然面露严肃道 希望玛丽尽快把这个七中的小子淘汰出去 否则这一届高考对咱们义中的学生来说会变得棘手 而观战席上的陈宇却满脸惊讶道 玛丽这孩子不错呀 看起来很好生养 与此同时 紧紧夹住陈宇的玛丽忽然眉头一挑道 下半身还藏了武器是吧 硬邦邦的小刀吗 最好别拿出来 这可是违规用品哦 此话一出 陈宇的脸色瞬间就通红了 大庭广众的你快给我松开 可玛丽却猛地举起拳头爆发出碧绿的静气得意道 你害羞了吗 来让我看看 下一秒 玛丽的拳头就如猫爪般迅速起来 陈宇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被压着打的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骂道 该死了 好难缠 见陈宇这么耐揍 玛丽立马就开始疯狂出拳 而陈宇在硬扛下来的同时系统不断想起增加气血值的提示 见此情景 主持人立马就惊呼了起来 漂亮 玛丽对陈宇发起了连续的高密度打击 陈宇选手站在原地 毫无闪躲之力 他能否突出重围呢 与此同时 正在挨揍的陈宇心中已然乐开了花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无法突出重围啊 望着那不断翻滚的惊涛骇浪 他不禁暗暗祈祷了起来 请务必像这样一直对我发起进攻 在连续打出了一百多拳后 玛丽的体力显然衰弱了 就连头上的绿帽子就被掉了出来 玛丽望着依旧毫发无伤的陈宇 顿时就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随后玛丽便从陈宇的身上下来皱眉道 借我上百拳你竟然毫发无伤 你实在太强了 而陈宇则脸色通红的催促道 就这么点力度 给我刮沙骂 再给你一次机会 像刚刚那样压制我吧 话音刚落 陈宇的脸色忽然猛的一变 只见一道绿光迅速席卷而来 不过却被他给看看躲开 见此情景 陈宇顿时脸色难看到 刚刚那是什么东西 紧接着那道绿光不断朝着陈宇发起攻击 陈宇一下子就再次落入了 只能被动躲闪的局面 望着缓缓飞回玛丽身旁的绿帽子 陈宇顿时就急眼了 慢着 这不是你开局戴的那顶绿帽吗 见陈宇这么吃惊 玛丽顿时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是的 这就是我的得意记 无法牛头人的馈赠 当即陈宇就满脸恼怒的 看向台下的考官开口道 老师 我举报 玛丽选手非法使用违规武器 而主考官却摇了摇头道 这不算 检查组提前检查过了 玛丽的帽子属于服饰仿制品 并不归属于武器的范畴 此话一出 玛丽立即就满脸得意道 当然不算 作为纺织品 这顶帽子所使用的材料 和普通布料看上去没什么区别 但只要灌输静气 就可以改变其强度 变得超级锋利或者坚硬 这种材料名为西沙蚁 只在某个意境时空门内出产 很珍贵 论豪克曼 被称为大自然的海绵体 通常用来做南科改造手术的 文言 陈宇顿时就炸了 这不是钻空子吗 活活耍赖啊 而玛丽则摆了摆手道 不不不 我已经申报过物品以及具体材质了 高考检查组的审查也通过了 并没有问题 当即陈宇就指着玛丽破口大骂了起来 而主考官却摆手道 今年管不着 但鉴于今天的情况 从明年开始 审查组大概率会把西沙蚁定位为禁材料 见主考官没再多说 玛丽立即开始运行进气操纵那顶绿帽子 袭来的绿帽子 凭空旋转 越转越快 竟然真的有几分气缘斩的气势 眨眼间 陈宇就再次落入了下来 绿帽子满肋台的转来转去 而他只能狼狈的进行躲避 就在陈宇想要摆脱困境之际 一阵凄厉的风啸声猛然响起 一股冷意顿时从他的侧脸处冒出 虽然他迅速侧头躲开了袭击 但绿光却擦着他头皮飞过 割断了他几十根头发 陈宇心底紧抱顿生 看样子他很擅长又无法 那就是法师了 远程法师最怕近身挨揍 当即他就果断跨步 如一道魅影闪烁 冲向玛丽 紧接着陈宇就开始迅速蓄力 同时在心中暗道 一拳定胜负 绝不让你有机会进攻 然而就在陈宇准备贴身之际 玛丽身旁却忽然闪起一抹绿光 顿时陈宇就猛的一惊 迅速停下脚步来 在陈宇低头一看之时 自己已然被树根绿色的丝线给围困在其中了 当即陈宇就暗暗在心中嘀咕道 好险 这要是冲过去 肯定要当场退赛做手术了 望着玛丽那副阴险的嘴脸 陈宇不禁美好气道 你是魔鬼吧 男人本想跟大编号玛丽一拳定胜负 却没想到自己已经陷入到了玛丽的圈套当中 陷入困境的陈宇不禁脸色难看到 看着大大咧咧 没想到真是蛇蟹腹黑亚大编号 先前的所有进攻 都只是你的阳攻而已吧 先是用毫无威胁的肉搏让我放松警惕 再使用帽子对我进行偷袭 顺便解释帽子的材质和特性 让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帽子上 最终的关键 室内顶被你事先注入禁气 用西沙蚁材质的线编制而成的绿帽子 不管是赤手空拳的近战肉搏 还是你帽子的远攻 你真正的意图 是在整个场地悄无声息的操纵 并布置大量的帽线 最后利用禁气 愿意操纵你想要的西沙蚁线 形成网络状的禁气刀锋 在等我主动冲上去对你进攻之时 直接让我断送人头 在听完陈宇的这番分析后 玛丽忽然打了个响指嬉笑道 真聪明啊精壮男 看来你也不单是只会用下半身思考吗 当即陈宇就脸色一尘咬牙道 有钱有事还有脑子 真是为所欲为啊玛丽 玛丽闻言却忽然发出一抹冷笑 再次开始运转起进气 富裕也是实力的一种 认输吧精壮男 而陈宇在轻松躲避袭来的帽子后 再次开口道 又来我爸教过我 不要在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 下一秒 陈宇的脸色骤然一变 忽然发现身体有些不对劲 只见那顶绿帽子在飞到他的头顶后 却猛地停了下来 而陈宇也被一道绿油油的进气附着在体外 完全动弹不得 见陈宇一副亥然的表情 玛丽不由地一道 那你爸爸可真棒 你还是被绊倒了呀 无法定 话音刚落 绿帽子就嗖的一声 就稳稳地落到了陈宇的头上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诅咒 行动力加100% 见陈宇被控制住了 玛丽立即就将场内的丝线给解除 而主持人立马惊呼道 真是太精彩了 意中的玛丽凭借高超的谋略 直接将陈宇定在了原地无法动的 陈宇望着缓缓朝自己走来的 玛丽立即咬牙切齿起来 你真是个阴险的女人啊 而玛丽却哈哈大笑道 你又答对了精壮男 人生真是太有意思了 与此同时 市长忽然开口夸赞道 非常优秀的灵机应变水平 有肉有谋呢 而其余的评审也不禁点头道 很棒的学生 今年又多了一位优质声援 而招生伴贵宾席内已然炸开了锅 各大名校的招生伴都纷纷表示 一定要把玛丽招入自己的学校 而玛丽为了早点结束比赛 连忙一把揪起陈宇的一领往场外走去 来吧亲爱的 吃了你家饭 作为半个儿媳我可不忍心杀你 在走到赛场边后 玛丽立马一把将陈宇给甩起来淡笑道 把你扔下场外淘汰掉好了 可下一秒 玛丽却忽然腾空而起 一脸猛逼的落到了赛场外 见此情景 场外的观众顿时就猛逼了 全场瞬间陷入了寂静当中 主持人顿时就惊呼出声 陈宇选手竟然挣脱了玛丽选手的无法控制 直接将玛丽选手推下了场外 而玛丽望着站在台上居高 零下望着自己的陈宇 顿时就满脸不可置信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可以挣脱我的无法定身术 绿帽子明明还在你的头上 陈宇文言不由挠了挠鼻头 你说这个呀 他不禁暗暗嘀咕道 要怎么跟他解释呢 总不能跟他说关于诅咒的事情吧 不过话说回来 他的编号还真是够大的 一想到这 陈宇立即开始转移话题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 你敢给我戴绿帽 玛丽顿时就急眼了 别耍嘴皮子 你肯定耍了什么阴谋诡计 文言 陈宇立即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不也是吗 耍阴谋诡计也是实力的一种 随后主持人就高声宣布道 恭喜其中的陈宇 获得金玉正式赛的第一场胜利 接下来就开始正式赛的第二轮对决 编号20 进气水平一级的八荒窑 对阵编号08 进气水平1.2级的赵木查 正式赛第二场比赛正式开始 八荒窑即将对阵比他进气高的对手赵木查 在八荒窑上场后 赵木查忽然一脸自信道 虽然都是种子选手 但最终还是和你对上了呢 八荒窑 而八荒窑则一脸坚定的硬道 没关系 和谁对上都一样 总之我一定会赢的 陈宇望着台上的二人不禁猜测道 八荒窑上场了 怎么说都是八荒家的人 进八荒家应该问题不大吧 而一旁的校长则摇头道 别说笑了 以八荒家的能耐 别说八荒 摘到今年的状元桂冠说不定也是很有可能的 一听这话 陈宇不禁好奇道 校长 你知道八荒一这个人吗 就是八荒窑的哥哥 当即校长就笑呵呵的硬道 二十届高考状元 现在是京城大学学生会的主席 人家的实力起码比你强一半左右呢 文言 陈宇不禁摸了摸下把皱眉道 虽然略有听闻八荒世俗 但我也只是知道他们家两兄妹很优秀 但和其他知名家族感觉也没啥太大的区别啊 他们家族势力很大嘛 外界吹得那么神乎其神的 校长文言立即脸色凝重的解释道 倒也不是八荒家的势力有多大 只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天赋有些特殊 此话一出 陈宇不禁好奇道 特殊是什么意思 校长则满脸凝重的开口道 详细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总之八荒是这个家族的人 曾经死得很惨 就在这时 主持人忽然高呼了起来 太精彩了 赵木查对八荒窑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目前静气水平略高一点的赵木查暂取上风 但八荒窑也不甘示弱 进行了激烈的反击 望着二人在台上你来我往 市长不经常没到 其实 你女儿小窑的表现很值得期待哦 与此同时 赵木查所绽放的静气 带起凌乱的旋风不断袭向八荒窑 不过八荒窑却临微不乱的进行走位闪躲 赵木查作为实力强横的一方 速度之快 宛若一只历史 疯狂追击着八荒窑 不多时 赵木查就抓住了八荒窑的破绽 进行了猛烈的连续高强度打击 将他给打趴下了 随后赵木查便拉开距离得意道 不好意思了八荒窑 我哪怕死 也一定要杀进八强 现此情景 观众席上的小嘎嘎顿时就沸腾了起来 不断高呼着赵木查的名字 而主持人也不由惊呼出声 B级的八荒窑 在1.2级的赵木查面前 被完全的碾压 已经陷入昏迷 看来赵木查同学马上就能晋级八强了 陈宇望着不断在地上开始挣扎的八荒窑 不禁摇了摇头道 他那么固执 会那么容易认输吗 而八荒窑却摇摇晃晃的从地上爬起 同时喃喃道 我一定要拿下状眼 只因他哥哥就是获得了状眼 所以备受父亲的关注 他感觉只要自己拿下状眼 就能跟哥哥一样 可以获得父亲的关注 就在这时 硬领女裁判忽然走到八荒窑面前开口道 你没事吧 你们双方实力相差过大 是否继续 此话一出 八荒窑立即浑身颤抖 艰难的从地上站起 眼神中夹杂着难以言表的意志开口道 我没事 再来 女人为了夺取状元的名头 竟献计生命使出了八荒家的秘书 就在刚刚 八荒窑被赵木查疯狂压制 可却依然选择继续比赛 赵木查不由深深看了八荒窑一眼 重新摆出拳击姿势默然道 你只是自杀而已 有什么意义 而八荒窑则坚定道 我活到现在就是为了等这场高考 我要跟他证明 我不比我哥差 文言 赵木查的鹅脚不由轻轻抽动 就这 向别人证明自己 自己的实力 为什么要向别人证明 紧接着赵木查再度冲锋 同时大喝道 不愧是千金大小姐 真是矫情透了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顿时双方就再次进入到了缠斗阶段 赵木查轰出的进气 如钢锋丹锋利不断轰击着八荒窑 而八荒窑也忍着体内骨裂的疼痛 与其狠狠的对积 不多时 赵木查就抓住了八荒窑的破绽 狠狠一拳轰击在他的手臂处 同时大喝道 我要进入八强 拿到二十万奖金 只听一声脆响 八荒窑出拳的左臂顿时就搭拉了下来 见此情景 主持人不由惊呼出声 跑灵力的一击 八荒窑选手的左臂被打断了 赵木查选手乘胜追击 八荒窑选手是否能顶得住呢 一击得手 赵木查立即抬头立声道 我的爸爸还躺在医院里等着前去换圣活命 我比你更需要赢 话音刚落 赵木查立即重新运转体内进气 压低身形 蓄势带发猛的激射而出 对着八荒窑就是一记重拳 虽然八荒窑的左臂已经被废了 但他却没有躲闪 直接抬起右臂对击上去 下一刻 双方都被反振之力给猛的弹开 然后迅速稳住身形 只见八荒窑的双臂此时已然颤抖不止 显然已经被废掉了 不过他却没有打算放弃比赛 见八荒窑还站在场上 赵木查不由眉头微皱道 他不可能接住我的全力一击的 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的实力还是在他之上 当即赵木查就迅速开始催动体妹的进气 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迅速膨胀起来 随后赵木查便朝八荒窑开口道 变书你还能留条命 而八荒窑则坚定道 不可能 我有必赢的理由 话音刚落 赵木查立马就咆哮一声 既然你不识抬具 那我便成全你 当即他就如一头蛮牛凶悍的冲了上去 不断朝着八荒窑挥出重拳 在一顿猛攻后 赵木查猛的抓住八荒窑的破绽 将丹田内全部的进气挥霍而出 使出了五级熊掌出击 这一拳的力道十分凶猛 八荒窑瞬间就被击飞出十多米远 重重地摔在擂台上 望着在地上艰难挣扎想要起身的八荒窑 赵木查立即立声道 无论你有什么必胜的理由 都不可能比得过我 说到这 赵木查便将身体放松了下来再次开口道 赶紧认输吧 可八荒窑却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开口道 谁的理由更好 从来都不是看理由是什么 而是为了这个理由 愿意付出多少 说到这 八荒窑忽然面露坚毅道 而我愿意为我的理由付出生命 紧接着八荒窑就开始调动 丹田内的进气在周身游走 幽蓝色的进气刹那间猛然炸开 直接将赵木查给震飞了起来 感受着八荒窑传出的进气 赵木查不禁嗨然道 你的进气怎么会再增强 而八荒窑在幽蓝色进气的包裹下 不断响起滋滋的声响 身体所受到的创伤也在迅速恢复 见此情景 陈宇不禁暗暗震惊道 这就是八荒家族吗 献据自己的命来获得力量 这不跟我的诅咒一样 伤得越厉害 实力反而越强 见八荒窑的战力在飙升 陈宇不由松了口气道 看来这场比赛结局已定 眨眼间 八荒窑浑身就被幽蓝的艳光给包裹住 进气等级从一级直接攀升到了1.1级 也就在这一瞬间 八荒窑双膝蜷缩 用力一灯朝着赵木查迅速吸去 而静气消耗殆尽的赵木查 根本来不及反应 下一秒 八荒窑就冲到了赵木查的跟前 猛然使出了5G八荒阵 因为双手骨折 他只能用头代替拳 狠狠撞在了赵木查的胸口 八荒阵所轰出的恐怖距离 夹杂致命的震荡频率 直接将赵木查整个人给震得到飞出数十米 赵木查在落地后 顿时就将场外给砸出了一个小坑 而精力激战的八荒窑也撑不住了 直接脚下一软就要往地上摔去 就在这时 美女裁判忽然来到她的跟前 将八荒窑给抱住 同时宣布道 恭喜你获得了胜利 话音刚落 市长立即鼓掌道 已若胜强 不愧是八荒家族的 可八荒窑的父亲却依旧面无表情 甚至连冷漠的眼神都未曾波动过 随后二人就被送进了医护室 八荒窑率先开口道 抱歉 而赵木查却摇头道 输了就是输了 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我弃血 找个公司当打烧 手术费也能凑够的 只是我不甘心 想要上大学 有更好的未来 而八荒窑却忽然打断道 你值得有更好的未来 我的奖金拿去给叔叔看病吧 文言 背过身去的赵木查忽然一愣 然后开口应了句谢谢 而正在医疗室过道的陈宇 却独自一人嘀咕着 连命都不要的对手 有点棘手啊 一想到八荒窑在场上的表现 陈宇不由眉头微皱道 看来这八荒窑 才是我最大的对手 高考大比很快就进行到了决赛环节 主持人立即高声宣布道 我们迎来了高考最后总决赛 他们分别是七中的陈宇 一中的八荒窑 两位都是本场黑马 陈宇 号称体质怪物 是七中建校百年 唯一突破重为进入决赛的选手 八荒窑 拥有八荒秘术 从垫底种子选手一路逆袭 最后站上了决赛场 到底谁才是最强黑马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而八荒窑的父亲健壮却眉头紧皱道 就这样的还想当舞者 最好气还被打碎 失去全部进气 眼看比赛就要开始 陈宇不由暗暗嘀咕道 八荒匿迹并不难解决 速度是关键 最好比赛一开始就全力将他打出考场外 完全不给他升级的机会 一想到这 陈宇不禁眉头一挑 而且我的综合等级1.4级 他才1.1 他很难抵抗我的全力一击 当即陈宇就果断爆发了0.7级的进气 双膝弯曲 迅速朝着八荒窑发动攻势 而八荒窑似乎知道陈宇的想法 他猛然运转起周身进气 然后用锋利的指甲 深深地扎入到自己的皮肤之中 陈宇眼看八荒窑要开始自残升级 连忙抬腿对着他就是一脚 可八荒窑的伤害值却在这时达标了 在天赋启动的瞬间 八荒窑的进气等级瞬间飙升到了1.4级 见此情景 陈宇不由脸色古怪的暗暗吐槽道 卧槽 这不就是我吗 和挂逼还特没有的玩吗 还好我有B计划 当即陈宇就抽身后退 然后重新组织进攻 使出了5G仿制八荒秘术风拳 随后陈宇就像魔兽剑圣那样在原地转起了圈 八荒窑见状连忙飞身一跃拉开距离 此时陈宇的脑海中不断响起 临时平衡性增加的提示音 陈宇没有停止旋转 反而越转越快 越快越转 不断追击着八荒窑 有系统的属性增幅 陈宇打算一直旋转 将八荒窑给逼出场外 可八荒窑的反应很迅速 在抓住陈宇露出的破绽后 直接一脚横踢打断了他的旋转攻击 陈宇顿杆脚腕疼痛 失去平衡 整个人旋转的向后跌倒 加持静气的双臂轮翻砸在地面 瞬间砖石崩裂 尘土四起 不过他在受伤的瞬间也受到了系统的增幅 他立马起身开口道 没关系 我还有C计划 可就在这时 八荒窑敏锐的抓住机会 一个凶悍的直拳直接轰击在陈宇的脸上 紧接着八荒窑就骑在陈宇身上 拳头如雨点般不断落下 直接将他给按在地上摩擦 顿时系统就不断响起 受到伤害增加气血值的提示 被一顿胖揍的陈宇 好不容易抓住开口的机会恼目道 打人别打脸难位 可八荒窑却不管他的狗叫 抬手一拳直接轰在他的鼻梁上 当即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伤害 颜值加一千 差那间 陈宇受伤的脸就瞬间变帅了 他立马摆出忧郁的姿态开口道 都怪你 我明明可以靠实力的 现在只能靠颜值了 而八荒窑望着颜值飙升的陈宇 顿时就脸红耳赤起来 瞬间呆愣住了 见八荒窑愣神 陈宇连忙甩出一个手刀 将八荒窑给打翻 然后迅速朝着八荒窑的下巴踢出一脚 直接将他踢飞到半空 女人居然在高考大比上 强行突破自己的等级 就在刚刚 陈宇抓住了八荒窑的破绽 直接将他给原地击飞 在一脚踢飞八荒窑后 陈宇立马猛的一跃而起 使出了瞬影连环踢 在空中不断狂轰着八荒窑 在打完一套输出后 陈宇迅速一拳 将八荒窑给轰向了地面 将它暴砸在地上 见八荒窑不断挣扎 却爬不起身来 陈宇立即开口道 身体终于撑不住了吗 结束了 话音刚落 陈宇立即冲到八荒窑 跟前准备一脚 将他送出考场 可却没想到八荒窑的身影 却忽然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只见八荒窑 此时的进气等级 已经暴涨到了1.5 而陈宇见状不由惊呼道 你强行突破了 不要命了吗 此时八荒窑的面部 已然发生了变化 双眼角浮现了 类似火焰燃烧的眼影 原本小巧的双耳 也变得如猫耳斑狭长 整个人的进气波动 更是达到了1.5级的层次 见此情景 八荒窑忽然猛地起身压抑道 不可能 他居然突破了 几十年了 没有八荒家族的人 能这么快突破的 当即八荒窑的精神 就逐渐昂散了起来 这么说 他可是家族的宝贝啊 与此同时 八荒窑居高临下 静静感受体内沸腾的力量 不断朝着陈宇轰出进气 而不断躲避的陈宇 却忽然嘴角一扬 我这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赖毙 久攻不下的八荒窑 已然有些急了 他迅速开始催动静气 准备将陈宇给炸出场来 然而就在这时 陈宇忽然猛地 飞升到八荒窑身后 直接一把将他搂住 同时贼兮兮地笑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 报答我给你的一饭之恩了 虽然那天陈宇 让八荒窑感受到了 久违的温暖 可他却面露坚毅道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 但壮业我是 绝对不会让给你的 陈宇闻言立即 就一把按住 他的脑袋开口道 你现在的行为 就是在燃烧生命 马上就到尽头了 如果你真的要暴打我 那就不要死 而八荒窑却头也不回的硬道 来不及了 对不起 我不能回头 话音刚落 八荒窑立即猛地朝陈宇 甩出一记手刀 直接将他给拍飞 紧接着八荒窑就猛然抬手 湛蓝色的静气 立即生疼而起笼罩全身 无法牵冰坠 瞬间发动成功 望着不断落下的冰锥 陈宇连忙催动静气 格挡同时大喝道 你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什么 最后的静气爆发 也没能伤到陈宇 历劫的八荒窑 在从空中坠落后 忽然低声道 陈宇对不起 欠你的我下辈子再还 而陈宇在稳稳接住了八荒窑后 却没有丝毫喜悦 而是满脸担忧地 望着怀中的八荒窑 在陈宇获胜后 小嘎嘎们立即围在了台下 陈宇同学 恭喜你获得青城市高考状元 对获胜你有什么感想 而陈宇则一脸不耐烦地摆手道 不接受采访 望着默然离开的陈宇 小嘎嘎不禁疑惑道 他都得了状元了 怎么还不开心啊 而陈宇则眉头一紧在心中暗道 能开心就怪了 我要的是状元 并不是想要谁的命啊 一想到重伤昏迷被排下场的八荒窑 陈宇不禁暗暗叹息道 八荒窑你可千万别死啊 男人居然在状元的颁奖礼上大肆捞金 就在刚刚 陈宇虽然赢下了比赛 但却拒绝掉所有的采访 在陈宇正准备离开考场之际 主考官却忽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还没等主考官开口 陈宇立马笑嘻嘻地握住他的手 谢谢 你的恭喜我就收下了 说完 陈宇便直接扭头往场外走去 而主考官则一脸猛逼道 不对啊 等等 状元是有颁奖典礼的 马上就开始了 而提前知道不参加颁奖典礼 也能拿到奖金的陈宇则摆了白手拒绝道 我现在没心情参加 见此情景 七中校长连忙走到陈宇跟前 窃窃私语了起来 在七中校长说完之后 陈宇忽然眼睛一亮转身道 颁奖典礼怎么走 两位记者见状顿时就骇然了起来 七中校长怎么就让陈宇改变主意了 不多时 伴随着一串串烟花 顿时冲上夜空接连乍响 颁奖典礼正式开始了 而陈宇立马拿着麦克风上台潇洒道 大家好 我是陈宇 顿时观众席上的众人就开始沸腾了起来 方胡声震尔玉龙贯彻全场 而陈宇的各项属性也在这时开始迅速下跌 他不禁暗暗吐血道 真是造孽啊 随后陈宇连忙开口道 这个状元来之不易 首先 要感谢我的母亲 观众们立刻为这位母亲 送上如雷的掌声 紧接着陈宇就继续开口道 其次 感谢我的姐姐 虽然她经常嘴毒 但我知道 她什么都愿意给我 话音刚落 一到灯光立马就照在陈斯文身上 陈斯文不由泪如雨下激动的喃喃道 我弟弟是状元 闻言 琪姐顿时就猛逼了 陈宇是她弟弟吗 就在这时 陈宇再次感谢道 我还要感谢琪姐 如果没有她 就没有我的今天 玄机陈宇就抬手望向校长的位置开口道 还要感谢我的校长 紧接着陈宇就来到二人跟前挑眉道 那么我要感谢哪位校长呢 七中校长文言连忙开口道 当然是我了 按照我们刚才说好的 每跨一句给你十万奖金 一旁的二中校长文声连忙开口道 之前的是我们一笔勾销 只要你感谢的人选我 我一次给你二百万 此话一出 七中校长顿时就骇然了起来 两百万 二中也太有钱了 而陈宇也就在这时忽然开口道 我有决定了 七中校长顿时就慌了起来 那个你会选七中吧 随后陈宇就再次拿起话筒 然后白手指向观众席的二人一脸淡笑道 我要感谢的是二中校长 此话一出 二中校长不由暗暗得意了起来 哈哈哈哈 什么状元 有钱可以使鬼推磨呀 而陈宇却忽然不屑一笑道 谢谢你在高考前把我开除出学校 但我失去高考比赛资格 谢谢你在赛场上对我的打压和侮辱 但我心情大受影响 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我绝对不可能这么顺利考上状元 话音刚落 二中校长立马就被惊呆了 这跟他想象中的感谢词差距太大了 而现场的观众们顿时发出振振不屑的虚声 二中这么差的吗 赶紧让女儿换志愿吧 当即二中校长就满脸愤怒地望向陈宇 可他却没办法当场发作 而陈宇则无视他的无能狂怒 直接来到七中校长跟前鞠躬道 感谢我在七中的校长能发现我优点 给我个容身之处 感谢我的校长能发挥出我的天赋 感谢他 给予了我一个新生 感谢这位校长 他才是真正的教育家 他就是咱们清城市的真正财富 是国家的宝物啊 在陈宇接连的夸赞下 一群记者纷纷围上了七中校长 请问您是如何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学生的 至此 状元典礼总算是结束了 陈宇忽然一屁股摊在椅子上 男男道 也不知道八荒窑怎么样了 男人为了拯救八荒窑 居然准备尝试解密神秘主板 陈宇在颁奖典礼过后 便来到了八荒窑的病房门口 就在陈宇准备开门之际 里面却忽然传出一道焦急的声音 医生 没有办法了吗 只见八荒阵满脸焦急道 救他 医生 他绝对不能死 而医生则脸色难看到 小姐情况非常严重 五脏六腑全部损坏 现在只能等死了 随后医生忽然将手抽出开口道 或许通过打碎契海 失去所有进气的方法 还能勉强撑一段时间 一听这话 八荒阵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紧接着八荒阵就猛然怒吓一声 契海绝对不能碎 他今天的表现突破了 以往八荒家族的记录 很值得研究 即使就不活 也能进行解剖 话音刚落 陈宇立马就猛的一把 推开大门大吼道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此时陈宇胸中已然怒火翻腾 本来以为你还有点良心 没想到他都这样了 你还只想着家族 八荒阵文言不由眉头一皱恶然道 你竟然做什么 而陈宇却直接抬手 对着他的脸 就是一拳同时怒喝道 你恪恶的不配做他的父亲 不过陈宇也无法改变什么 只好回到家中黯然道 八荒阳就只能那么躺着活活等死吗 一想到这 陈宇不禁有些不甘心道 就没有可以救他的办法吗 就在这时 陈宇忽然猛的灵光一闪 从床上跳了起来 有了 随后他就连忙打开抽屉 将之前在意境找到的那些主板 全部翻了出来 回想起之前在电脑中 看到的那些乱码信息 他忽然生起了一股希望 旋即陈宇就打电话给玛丽询问起来 你认不认识软件高手啊 尤其擅长破解乱码 或者程序的高手 而玛丽文言则干脆道 有啊 你洗白白过来吧 随后陈宇就顺着玛丽给出的位置 来到了一处豪华的别墅前 一进门 陈宇跟前那群女仆就立即攻身迎接道 主人好 精壮男好 当即玛丽就露出一副贼兮兮的表情打气道 精壮男 你觉得怎么样 我家的女仆主题 见此情景 陈宇不由暗暗震惊道 知道大边好家有钱 没想到居然这么有钱 就在这时 玛丽忽然开口道 我姐呢 而一旁的女仆连忙回应道 小姐一听客人要来 就去厕所了 已经去了半个小时 还没出来 玛丽见陈宇有些猛逼 便淡笑一声解释道 我姐就是能帮你的人 与此同时 唐深在厕所的玛严忽然面露得意道 老妹在高考赛场上认识的那位叫陈宇的精壮小鲜肉 竟然要来我家了 真是天助我也 随后玛严就从身上拿出一枚针孔摄像头头 然后就开始在厕所的站侧位置开始熟练的安装起来 一想到陈宇等会过来上厕所的场景 玛严立马就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高清无马 嘿嘿嘿 然而就在这时 厕所门忽然被打开 玛严顿时一惊 是谁 而熟悉玛严性情的玛丽见状不由美好气道 你好变态啊 见事情败露 玛严连忙脸色一正解释道 其实是我在研究雄性肾脏结构和相关功能单位的运转状态 主要针对性观察肾小球的血管 必与肾小囊腔壁的物质交换 以及血液流过肾小球毛细血管时 是否顺畅滤过所有水分 葡萄糖 尿素 尿酸等 玛丽听完后不由摇了摇头没好气道 简单来说 就是看人家尿尿呗 玛严一听这话立马就急眼了 魏科研现身怎么了 陈宇你说是不是 而陈宇则脸色古怪的回应道 我妈告诉我 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尿我会憋回家的 女人想通过观察陈宇雄性肾脏结构的运转状态 可陈宇却表示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尿她也要憋着回家 顿时玛丽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理解 男孩子吗 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诚恳道 我理解你的良酷用心 你也是想让我在科研上出一份力 玛丽文言这才满意道 还是你懂事 把要破译的数据文件给我吧 陈宇连忙将口袋中的陶瓷内存卡递出开口道 文件在里面 玛严在拿起内存卡后不由眼前一亮 这是没见过的内存卡材质啊 随后玛丽便带着陈宇来到了他的房间 紧接着玛严就将内存卡插在自己的计算机读卡器中 食指开始飞速的敲击起键盘 好一会之后 玛严忽然转身道 里面的文件应该是一个高级人工智能的留思维日志 说到这 玛严忽然挑了挑没道 要全面破译是不可能的 只有大型科研机构才能做到 我只能勉强翻译丢丢 还继续吗 文言 陈宇不由咧嘴笑道 当然要继续了 他不禁暗暗窃息起来 至少不再是无头苍蝇 有个线索方向 就在这时 玛丽忽然拉着陈宇的胳膊往外走 机房热死了 我们出去等吧 随后陈宇和玛丽便两人走出了房间 来到了一楼客厅 望着给自己倒茶的玛丽 陈宇不禁脸颊一红开口道 大编号 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而玛丽则干脆道 我和姐姐没有父母 我们是孤儿 家产是我们自己赚的 一听这话 陈宇立马就震惊了 你们居然能赚这么多钱 而玛丽则拖了拖下把疑获道 钱不是很好赚吗 我姐姐喜欢赚钱 随便开发一个程序 就有百来万的进账 此话一出 陈宇立即就感受到一股钻心的痛 钱有你说的那么好赚吗 就在这时 玛丽忽然饶有兴趣道 现在轮到我问你了精壮男 你要破解那个东西干嘛 而陈宇则挠了挠头的 等会破解了你就知道了 见陈宇支支吾吾的模样 玛丽立马脸色一遍 等等 你找我不会是借口吧 但我帮你个忙 然后就打着感谢我的理由 请我吃饭 等彼此熟悉了 说到这 玛丽忽然指着陈宇直白道 你是想一来二去就琢磨着睡午 是不是 陈宇文言不由五脸没好气道 没有 可玛丽却忽然凑到陈宇跟前抓起她的下巴 其实我们可以跳过中间的环节 紧接着玛丽就跨到陈宇跟前开口道 一寸光阴一寸金 白虎妹妹直千金 直接进入正题 你说是吗 此话一出 陈宇立即就狠狠的咽一口口水之无道 光阴 下一秒 玛丽就趁着这奇妙的气氛 然后缓缓朝着陈宇贴近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至极 玛丽忽然猛地将客厅门推开 随后玛丽一副神采意义的模样激动道 里面竟然提到了人类基因的全套注解 如果真的有一天 人类彻底破解了基因的所有秘密 那等待人类的 就是进化 全种族的进化 文言 陈宇不惊讶一道 全套基因注解 意料之外的收获 当即陈宇就不禁暗暗嘀咕道 毫无疑问 这是个好东西 甚至可能是青城市益静媚最好的产出了 全世界政府绝对会为其打破脑 一定要弄到手 一想到这 陈宇连忙走到玛严跟前 准备将破译出来的文件取走 而玛严却忽然拿起手中的资料再次开口道 里面还有个东西 我给他起名复生药剂 死而复生应该是不可能 但这种药剂能对人体基因进行优化 只要营养跟得上 任何伤势应该都能康复 一听这话 陈宇不由瞳孔一缩暗暗震惊起来 居然真的有这种药 这下巴荒药有救了 男人在大编号姐妹的帮助下 顺利破译了复生药剂的所在地 陈宇在看完手中的资料后 便熟记于心 然后直接将其焚毁 随后陈宇不禁暗暗嘀咕起来 情况有点糟啊 我不该冒险去找那对姐妹帮忙的 只因马颜不久前一脸迫切的询问部 壁志里提到人类基因权套助解和复生药剂都在壁区 壁区在哪里啊 而陈宇直接装傻糊弄过去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不能等太久 最多十天 八荒窑就会因全身衰竭而死亡 在将灰烬冲入马桶后 陈宇不禁暗叹道 没有退路了 只要壁区指的是异境里的某个地方 我就一定要去看看 并且将复生药剂给拿到手 不多时 陈宇就穿上了防伏射服 在异境中开始狂奔了起来 陈宇在狂奔的同时不禁得意道 从我进来就一直跟在我身后吗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跟着我多久 说完 陈宇脚下的速度再次激增 开始在复杂的异境里左拐右转起来 望着消失在视野中的陈宇 马桶不禁皱眉道 我们被发现了 当即马桶就迅速摆手命令道 你们继续跟着 别跟丢了 注意隐藏 而几名早已经穿戴上防护服的女仆 立即恭敬地点头开始行动 而这些女仆们都隐隐透露出 大于二级的进气波动 玛丽则有些疑惑道 她的进气等级明明只有0.7级 怎么爆发出那么强的进气 马桶则挑眉道 可明显她升级了 此话一出 玛丽顿时脸色一变骇然道 在短短两天内升级突破了吗 马桶不由露出一抹迫切的神情 这个陈宇确实古怪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与此同时 陈宇感受到身后逼近的气息 不由暗暗得意起来 想追上我 下辈子吧 我昨晚可是狠狠地爽了一把 昨晚陈宇为了寻找壁区 特意将怪异球体中 搜集来的液体撞到了针管内 然后狠狠地将这些有毒液体 注射到了身体之内 必用诅咒的反转效果 陈宇以此突破到了1.1级的 她现在1.1级的进气 配合上1.5级的体质 起码能和二级五折打个五五开 自信满满的陈宇不禁暗暗窃喜道 既然你们还想来 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啊 而女仆们望着陈宇不断深入的身影 不禁嘀咕了起来 再往里面就充满辐射气体了 我们还跟麻 再跟了一会之后 两名修为较弱的女仆忽然两腿一软虚弱道 进不去了 里面辐射浓度太高了 再跟着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顶头的女仆见状却只是摆了白手不屑道 一群废物 连一个一级舞者都不如 可还没走出几步 她也因为吸入辐射气体而倒在了地上 而陈宇望着瘫软在地的几人 不由暗松了口气 终于都甩开了 随后陈宇再溜达了一圈后 不禁疑惑起来 整个意境都差不多走遍了 到底哪里才是必须 要是有个人可以问一下就好了 就在这时 不远处一个漂浮着的黑铁球 忽然引起了她的注意 当即她就两眼冒光了起来 对了 既然此卡是人工智能 那这些圆球原本应该是机器人吧 当即陈宇就狠狠地拍了拍铁球开口道 有活的吗 有活的吗 可大铁球并没有给陈宇任何回应 她只好恼怒的一拳轰在一旁的墙壁之上 可让陈宇震惊的是 这无意的一拳 居然让墙壁隐藏的门给打开了 望着这个通向未知之地的大门 陈宇不由怀着忐忑的心情缓缓朝里面走去 在走到了尽头之后 陈宇不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荒芜的大地 灰尘的天空 倒塌破败的摩天大厦 砸草丛生的沥青碎路 一切都静悄悄的 只有呼啸的北风匆匆而过 扶取一首苍凉的杯歌 陈宇还发现一辆破旧的汽车 上面赫然是静Q的车牌 陈宇瞬间就感觉发冷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惊悚 静Q代表的正是青城市啊 忽然陈宇脚步一顿 看到了个熟悉的东西 金属圆球 望着不断咔咔作响的金属圆球 陈宇不由激动了起来 真的活的 他还能动 当即陈宇就连忙来到铁球跟前开口道 你知道必须在哪吗 而铁球则突出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闻声陈宇不由一愣 你还是说中文吧 我听不懂 可金属圆球却忽然停止了抖动 直接卸菜了 陈宇顿时就急眼了 等等啊 你别死啊 当即他就满脸急切地摇晃起圆球 你别死啊 你死了我上哪找壁区啊 然而就在这时 一刀凌厉的刀光忽然一闪而逝 只见一个女人正手持着一柄银色的长剑 架在了陈宇的脖梗处 长刀反射着森森寒光 陈宇不由咽了口唾沫 一脸难以置信的 你是什么人 这个萨气凛然的女人 竟是守护人类的人造人 就在刚刚 误入清城市平行空间内的陈宇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一名女子用刀架在了脖子上 随后女子便冰冷道 你是谁 陈宇连忙高举双手道 我就是个无害的法国人 他不禁暗暗嘀咕起来 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劲气 这里还有普通人生活吗 女子闻言瞬间将刀收回震惊道 你是人 你怎么可能是人 我没见过真的人 陈宇闻声顿时就愕然了 没见过人 你自己不就是人吗 而女子却忽然将手中的长剑扔掉冰冷道 不一样 我不是人类 下一刻 长剑猛然坠落 从女子的头顶直接没入到她的体内 见此情景 陈宇的脸色立马就突变了 卧槽 还真不是人 当即陈宇就猛的爆发劲气 几个闪身间 瞬间撤出了十几米的距离 而女子却忽然开口道 现在轮到我证明你是人了 顿时她就紧盯着陈宇 一个数据框瞬间显现 随后就传出一道极限化的声音 一级分析进行中 氧化氢90% 缓7% 低分子物质1% 进入二级分析 分析完毕 而分析结果 陈宇确定为100%的人类 望着朝自己逼近的女子 陈宇不由暗暗嘀咕道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 但或许她知道必须在哪 当即陈宇就决定先将女子打伏再说 她立马一个跳跃对着女子就是一记横扫 就在这时 女子猛然弯身恭敬道 伟大的人类 A2部队指挥官 人造人BB向您问好 愿人类荣光勇士流传 一脚踢在电线杆上的陈宇文声不由惊讶道 什么人造人 看着挺逼真的 就在陈宇胡思乱想之际 人造人再次开口道 人类大人 我向指挥部报告 我们将护送您前往人类聚居的安全区 望着朝自己伸手的人造人 陈宇不由恶然道 我还有其他事 你要违抗伟大人类的意志吗 当即人造人就换出通讯念板开口道 稍等我请示一下总指挥 在念板上显现出一道人影后 人造人立即开口道 报告企人大人 人类大人拒绝回到安全区 而企人则干脆道 拒绝执行人类大人的命令 文声陈宇立即开口道 你想违背伟大人类的命令 企人连忙恭敬道 尊贵的人类大人 根据机器人守则第一条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或看到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 外面很危险 我们不能眼看您受到伤害 文言 陈宇不禁感到有些伤脑筋 看来是说不通了 只能跑路了 当即陈宇就猛然爆发 进气开始跑路 同时得意道 追我呀 我的速度可是连二级舞者都追不上的 哈哈哈哈 可下一刻 人造人就追到了陈宇的身旁开口道 人类大人 您在找死吗 见陈宇还在奔走 人造人继续开口道 根据资料 人类大人无法独自面对敌人 死亡概率为100% 陈宇文声却没把这当一回事 这里能有什么威胁 我就要走 就在这时 人造人却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可能让您走 L部队全体集合 话音刚落 数到人员就突然出现 将陈宇给包围了起来 人造人则再次开口道 人类大人 请立即随我回安全壁区 一听这话 陈宇不禁暗暗压一道 什么 安全区竟然是壁区 也就是说我要找的就是那个壁区吗 一想到这 陈宇不禁暗暗思索了起来 只要回到了壁区 就可以开始找人类基因全套注解和附生药剂 八荒摇没准真能就回来 当即陈宇就连忙搭上人造人的肩膀开口道 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快走吧 我刚刚只是在跟你们开玩笑的 文言 一众人造人顿时就愣住了 原来人类是这样开玩笑的 资料上说人类开玩笑是希望能逗笑旁边的人 顿时一众人造人就发出一阵笑声 敷衍着陈宇的玩笑 在走了好一会之后 陈宇不禁疑惑道 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而人造人则干脆道 很快了 没多远 就在月球而已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就惊呆了 卧槽 在月球 从月球回来再怎么也要十几天 到哪时候八荒窑早就没救了 当即陈宇就气呼呼的转身道 我不去了 我要回家 太远了 人造人见状立即解释道 乘坐A2部队的登陆舰 只要22个小时 顿时陈宇就猛的转身激动道 20个小时 这么快的吗 我们走吧 可人造人却忽然提醒道 有敌人 只见在登陆舰的门前 正站着一个身穿破布披风的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不断挥舞着双手 艰难吐出一个个词语 荣光 作恶 杀人 厌恶 报仇 陈宇见状不由眉头一皱 那不就是个故障机器人吗 而人造人则语气冰冷荡 他们是杀人机器 他们差点将人类灭绝 是毁灭文明的罪魁祸首 说到这 人造人便开始从头顶拔出武器道 作为荣光人造人 我们诞生的意义 就是杀光他们 下一秒 人造人就猛然将长剑从头顶抽出 迅速摆开架势准备开始动手 紧接着他整个人瞬间消失 连丝丝残影都没留下 下一秒 人造人凭空出现在披风机器人身后 手中常见猛的一个直筒 干脆利落地贯穿了机器人圆滚滚的身体 可机器人脸上两个红色的光点浮现 如眼睛般眨了眨 看了看陈宇发出阵阵诡异的笑声 闻声 人造人立即感觉到不对劲 连忙转身朝着陈宇望去同时大喊起来 不好 人类大人 只见保护陈宇的人造人 已经被数名手持枪械的机器人给干掉 他已然陷入了被包围的险境 为了保护伟大的人类 人造人BB居然一屁股坐在陈宇的命根子上 就在刚刚 人造人BB在发现了专门对付人类的机器人后 立即就拔刀将其解决掉 在随手将手中的机器人甩掉后 人造人BB立即朝着陈宇的方向凝视过去 望着被包围的陈宇 BB立即高声道 人类大人 我这就来救你 可陈宇却忽然阻止道 别过来 你过来反而碍事 望着被瞄准的陈宇 BB顿时就慌了 被那些杀伤性武器射中 您会死的 就在这时 这群机器人手中的武器忽然迸发出强光 同时传出一阵机械化的声音 锁定目标 射击 人类 该死 可陈宇见状却丝毫不慌 他直接摆开架势 爆发出熊熊的进气漠然道 那要看是我的刀块还是你们的枪块 下一秒 陈宇脚下猛的一塌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面前的机器人飞速袭去 而猎群机器人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应对 就被陈宇不断的冲杀 全都被他给懒腰斩断 望着陈宇那强悍的战力 BB不惊一愣 这就是人类的实力吗 而陈宇则没好气的恼怒道 你们这些非人类怎么回事 一个把人类当神 一个要人类的命 BB文声连忙解释起来 他们是外星人制造出来屠杀人类的 而我们是仅剩的人类逃到月球后制造出来 用来帮人类夺回地球的 一听这话 陈宇立马就开始东张西望起来 哪有什么外星人啊 BB健壮便再次开口道 他们无法适应地球上的细菌环境 一来地球就钻进了地底了 陈宇不由美好气道 所以外星人躲在地球下面 地球人躲在月球地下 然后让你们这些仿生人和机械人打架 真够窝囊的 随后陈宇便笑嘻嘻地拍了拍BB的肩膀催促道 算了 我们赶紧去月球壁去吧 我赶时间 当即BB就指了指不远处的登陆键开口道 人类大人 我们的战舰在那边 我们搭上战舰走吧 战舰是一艘类似喷气战斗机的载具 只不过体型极大 中间臃肿 虽不具备什么美感 科技韵味却很浓 在陈宇上了战舰后 BB便麻利地开始起飞 直奔月球而去 此时陈宇坐在仓位内部又暗暗嘀咕起来 最好在到达月球之前多套一些B区的情报 当即陈宇便朝BB询问道 BB啊 咱现在在B区居住的有多少人类啊 而BB则干脆道 抱歉 我不知道 人造人是不允许踏入B区的 一听这话 陈宇不禁有些失望道 那月球上的人类很强吗 而BB则再次摇头硬道 我从未见过除了您之外的人类 我们只是从资料中了解的 见BB一问三不知的模样 陈宇不由叹息道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随后陈宇便随口再次发问道 那肯定也不知道人类全套基因注解吧 可BB却意外地点头道 这个我知道啊 一听这话 陈宇立马就精神起来了 你居然知道 而BB见状连忙解释道 我的数据库里有这份文件的名称 他现在封存在B区 陈宇文言不由陷入了沉思 果然在B区吗 不过有些古怪啊 当即陈宇就再次开口道 封存 你的意思是人类没有使用吗 BB立马点头硬道 当然没有 这种东西是外星文明解析出来的 故意留下陷阱的可能性很大 贸然使用 说不定会污染人类基因池 然而就在陈宇准备询问附生药剂之时 他却忽然察觉到有危险道理 此时不远处的一艘战舰 正对着陈宇所乘坐的登陆舰率先发起了攻击 而BB望着侦察画面立马就警惕了起来 发现敌机 登陆舰已被锁定 望着雷达上密密麻麻的导弹数量 以及响个不停的警报器 BB立马焦急道 不好 是敌军的主力战舰 这个导弹数量太多了 根本躲不开 当即BB就迅速起身朝陈宇开口道 人类大人 快跟我走 紧接着BB就一把揪起陈宇的手开始奔跑 同时解释道 敌人的战舰追来了 但是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距离他们发射的140枚物质湮灭炸弹到达还有30秒 BB在把陈宇带到一间特殊的舱门前后忽然开口道 人类大人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紧接着BB就迅速输入密码 将舱门打开 同时开口道 我们坐机甲离开 伴随灰色的气体喷出 一架泛着荧光的巨型机甲映入陈宇眼颜 那光滑的表面 冰冷的金属质感 精致的连接传动轴 并陈宇完全一不开眼睛 还没等陈宇仔细观看 BB就忽然搭上他的肩膀开口道 冒犯了 转眼间 BB就带着陈宇来到了驾驶舱门口 大人 您快进去吧 还没等陈宇开口 BB就直接将陈宇揪起 把他给甩了进去 而陈宇在进入驾驶舱后立马慌张了起来 可是我不会操控啊 话音刚落 BB的身影顿时就从舱门钻了进来 紧接着BB迅速转身 一屁股坐在了陈宇大腿跟上开口道 我来操纵 机甲虽然是单人的 但我们几集也可以 而陈宇感受着大腿跟上的压迫感 顿时就露出一抹舒畅的笑容 而BB则有些不适的扭了扭身子开口道 人类大人 请明把刀柄收一收 眼看时间不多了 BB立马开口道 大人 导弹直接令中登陆舰 而BB所操纵的机甲也在这关键时刻迅速飞出了登陆舰 而陈宇和BB也猛的一晃 推背感 让陈宇狠狠地压在了BB的身上 就在这时 机甲忽然响起提示音 其中自动驾驶模式 前方到达B5部队 是否降落 当即陈宇就朝着窗外望去 只见月球上赫然站立了数道人影 他不惊讶一道 下面是什么人 而这些人影正是和BB一样的人造人 赫然就是B5战区的队部 女人带着陈宇逃到了月球 居然依旧被追兵拦住了 就在刚刚 在陈宇和BB乘坐机甲逃离了登陆舰后 敌方军舰连续不断的弹药迅速炸开 而陈宇望着驾驶舱内 弹出是否降落到B5部队的提示 他不禁愣住了 在点击降落后 立即就弹出稳定气受损 是否继续降落的提示 陈宇不由美好气地一边点击一边敌步道 不就是会震吗 能有多震 下一刻 整个机甲就开始剧烈地震动 炙热地喷气 猛地从机甲后背喷出 机甲的机身重重一顿 反冲力令陈宇不由自主地狠狠 前轻压在BB的身上 紧接着剧烈的震动猛然袭来 被刀柄抵住的BB顿时就脸红耳赤了起来 等类大人您在干什么 而被BB压住大腿跟连带着一起震动的 陈宇不由声音颤抖道 我也不想的 我控制不住 我们现在要降落到B5 快点降 太震了 我要麻惊了 B5不对指挥官 CS见过人类大人 为了人类的荣光 而陈宇不由暗暗嘀咕道 B区还没到 复活药剂和人类基因权套图解也还没到手 当即陈宇便开口询问道 什么时候能到B区啊 而BB则解释道 B5位置隐蔽 暂时不会被敌人追踪过来 而指挥官则忽然挑眉道 接下来 就由我们B5部队护送人类大人回到B区吧 华音刚落 一道巨大光柱凭空出现 瞬间贯穿了整艘登陆舰 陈宇眼睁睁地探着眼前的登陆舰在光芒中化作灰烬 顿时就愣住了 而距离地面不远处的敌舰却没有停止 不断对着地面开始轰炸 人造人们面对忽如其来的嫡系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瞬间就被炸毁了一大批 当即指挥官就大吼了起来 B5部队全军出击 脸护人类大人离开 而那些被炸残的人造人闻声立即艰难的起身 然后高呼道 为了人类的荣光 而此时高空的敌舰忽然打开舱门 无数只机器人便从中迅速降落 眨眼间 这群机器人就降落到了众人跟前 将陈鱼给包围了起来 眼看被包围 BB却丝毫不慌地挥手道 我来挡住他们 您快逃 话音刚落 BB便迅速将体内的长剑给抽出 紧接着在他凌厉的攻击下 瞬间就将眼前的机器人给收割了一大片 在轻松解决掉这群机器人后 BB忽然撒气凛然地转身道 都是些低等级的机械杂兵 可就在这时 一只足有机甲那么高大的机械兵 忽然抄起巨剑朝着BB醒来 不过BB却没有丝毫畏畏惧 脚下一动 双手持剑就朝着巨型机械 兵营了上去 下一秒 两道破空之声猛然响起 双方在同一时间迅速挥出自己手中的武器 在落地后 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 显然这一剑已然奋出了胜负 随后BB忽然脚下一软 直接跪倒在壁 身上不断喷涌出番茄酱 但他却忽然开口道 大人快逃 我只是人造人 没关系的 不然您会受伤的 可陈宇却直接朝着机甲跑去 同时大喊道 傻大哥我在这 你别老说的好像自己真的比人类第一等一样 在坐进了驾驶舱后 陈宇立马摩拳擦掌起来 狭路相逢明白吗 人类能活到现在 从来都是血拼过来的 而巨型机械兵却没打算给陈宇任何机会 迅猛的抄起巨剑都朝着机甲劈卡而下 陈宇在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操纵后 顿时就慌了 BB也是这样操作的呀 怎么就是不动 在经过陈宇的折腾后 面对这恐怖的一件 陈宇终于操纵机甲堪堪躲了过去 警戒着机甲迅速一个转身 抬手抱砸出一记重拳 直接将巨型机械兵的头给砸爆 陈宇这番拼命操作 顿时就将一众人造人给惊呆了 当即B5部队的指挥官立即高声道 大人都这么拼 我们更不能输给他 冲啊 为了人类的荣光 而BB连忙从身上掏出一瓶药剂王嘴里 冠去同时开口道 我不能拖累大人 见此情景 陈宇连忙开口阻止道 BB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你别想不开啊 BB闻声立即转身朝着陈宇望去 同时露出一抹笑意的 已经晚了 下一秒 BB身上的伤痕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 眨眼间就恢复如初了 陈宇健壮顿时就骇然了起来 这么快就好了 你喝的是什么呀 BB则开口解释道 这是TDC事业 能恢复重伤的药物 只要不彻底死亡 就能完全治愈 望着BB手中的药剂 陈宇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这不就是复生药剂吗 这东西不是在B区 你哪里来的呀 BB则再次解释道 复生药剂必须有 但是每个指挥官身上也有 因为他一开始研究出来 就是给我们仿生人用的 陈宇在接过药剂后 不禁暗暗思索起来 什么 我一直在找的东西 竟然就在离得这么近的地方 那这里更不能待下去了 当即陈宇就连忙开口道 好了 我们最好马上离开 BB不由面露疑惑道 可是B5他们马上打赢了呀 而陈宇则面露凝重的严肃道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 敌人马上就追过来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怀疑你们之中有内鬼 男人居然在大碗上 躺在人造人的大腿上 并且还对他提出过分的要求 就在刚刚 陈宇在发掘人造人中存在内鬼后 便带着BB离开了B5部队来到了影外 而BB率先开口道 要怎么才能找到那个背叛者呢 我们人造人制造出来 就是为了保护人类 怎么会背叛 陈宇则一边考鱼一边猜测道 过许程序出错了 过许强烈的自我意识 谁知道呢 随后陈宇将手中的鱼考好后 便再次开口道 干嘛要找背叛者 我只想回家 就在这时 陈宇忽然升起了一个主意 当即他就朝着BB望去 随后陈宇便直接询问道 你愿意和我回家吗 而BB立马有些慌乱起来 可是人造人是禁止进入人类壁区的 而陈宇则摇了摇头道 不是去壁区 而是另一个人类聚集区 那里没有这些规矩 你可以住我家 我妈做饭很好吃 我姐虽然毒舌 但也只针对我 去嘛 而BB则支支吾吾道 我被制造出来 是为了保护在壁区的人类 我还没找出背叛者 我不能离开 对不起 当即陈宇就但笑一声无所谓道 我是邀请你 不要太有负担 说完 陈宇忽然坐到BB身旁 然后直接躺在BB的大腿上 随后陈宇便再次开口道 不过我现在有一个要求拜托你 希望你别再拒绝我 BB文言连忙硬道 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陈宇便从身上 掏出一只玩具尖叫机 递给了BB 紧接着陈宇就笑呵呵地开口道 我想睡觉了 要听到这只机的叫声才能睡着 你能帮我按吗 当即BB就按照陈宇的要求 不断按捏着手中的尖叫机 顿时就发出阵阵噪音 而系统则弹出提示 受到噪音干扰 清醒-4 睡一加8 在尖叫机的噪音包裹下 陈宇很快就沉沉地睡着了 望着熟睡的陈宇 BB不禁服起一抹笑意 一直以来我们人造人的宿命只有一条 保护人类 战死沙场 虽然不能跟您走 但还是谢谢您愿意给我提供第二种选择 时间过得很快 陈宇和BB就驾驶着机甲回到了地球之上 望着陈宇来时的大门 BB忽然开口道 大人您的家在这吗 陈宇则干脆地点头应道 是啊 怎么了 我走了呀 有机会再见 就在这时 BB却忽然身子一横拦住了陈宇的去路 不行 您不能再靠近 那里是外星文明的新飞船 一听这话 陈宇立马就眉头一皱 你说什么 意境是外星飞船 可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外星生物啊 随后陈宇便开始思索了起来 这些外星人不会都死了吧 不对 应该还活着 控制攻击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器 一直有信号传出 当即陈宇就一把抓住BB的肩膀激动到 服务器在哪 带我去看看 BB则不由有些害羞到 在这艘飞船下面一万米深处的老飞船里 很快 BB就带着陈宇进入到了飞船深处 可通道却被超过万米的电网覆盖 当即陈宇就开始胡编乱造道 我们人类是不导电的 我去里面把电网给关了 随后陈宇便朝着电网走了进去 顿时就响起一阵啪啪的响声 刀鸭电瞬间将它给电住 见此情景 BB立马就惊呼出声 人类大人 而系统则响起提示 受到伤害 临时速度加50% 临时抗电信家24 前期陈宇就摆出一副潇洒的模样 转身安抚道 热身运动完毕 紧接着陈宇便猛地爆发劲气 脚下重重一踏 直接飞身在通道中狂奔 再利用诅咒的反转增益 陈宇一鼓作气顺利突破了电网 很快陈宇就找到了电网的总开关 直接将其关闭 随后陈宇便转身大喊起来 电网已经关掉了 可以过来了 而陈宇不断往里面深入 却发现里面啥都没 他不禁暗暗嘀咕道 是空城记吗 不多时 陈宇就发现了不远处出现的身影 当即他就骇然道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里 而身为人造人首领指挥官的仿生人启元 却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好人类 顿时BB就反应了过来 他不由震惊道 不可能 你是伪装的 启元大人在月球空间站上 可启元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BB 你是优秀的荣光指挥官 要学会接受现实 这里的我 可月球空间站里的我 都是我 话音刚落 BB立马就从迅猛地抽出自己体内的长剑 然后在一个闪身间 直接将武器架在启元的脖子上赤鹤道 为什么要背叛 启元大人 而启元却冷笑道 背叛 谁说我背叛了 我造物主是你们称呼为外星人的生物 此话一出 BB顿时就骇然了起来 什么 你把月球上的人类怎么样了 启元却忽然猛地推开身上的长剑冷笑道 他们啊 跟我的造物主们一样 全都被我解决了 BB文言他的身躯立马就开始剧烈颤抖 那我们和那些机械人的相互厮杀又算什么 有什么意义 而陈宇立即就猜到了其中的缘由 所以 你是怕人类抢了你在人造人之中的地位 才急着要除掉我 启元却明笑道 我计划了那么久 马上就可以消灭那些不受控制的机器人 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怎么可能让你夺走最后的成果 当即启元身上就爆发出强横的能量波动 同时冷声道 我不管你从哪来 你都必须死 陈宇健壮立马抄起手中的武器 迅速爆发出体内的进气恼怒道 棍杖东西 你可以试试 可还未等陈宇把话说完 一柄锋利的长剑忽然破空而出 刺穿了他的身体 陈宇愣愣回头 发现凶手竟是BB 他不禁恶然道 BB 为什么 而不远处的启元健壮立即就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 发出一阵狂笑之声 BB并没有停手 他迅速抽出长剑再次朝陈宇劈砍而下 同时开口道 对不起 炸了炸了 人造人BB居然在危急关头献祭自己 化身成了陈宇的武器 就在刚刚 陈宇刚冲到启元跟前 却被BB从身后捅了刀子 在一剑击穿陈宇之后 BB忽然惊恐地摇头道 对不起 我控制不了自己 此话一出 陈宇顿时就蒙圈了 你说什么 而一旁的启元忽然凝笑道 是我控制的 我想成为统治者 又怎么会对人造人没有防备呢 这么近的距离离 我能完全控制BB的每一个动作 在启元的操纵下 BB忽然迅猛地拔出长剑 当即BB就骇然道 人类大人 您快跑 然而早有准备的启元 直接将大门给关上 彻底断绝了陈宇的退路 紧接着启元就一边操纵BB一边宁笑道 他不是把人类当作神明吗 那我就要他亲手杀了他的神 话音刚落 陈宇立即脚下一塔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启元 可启元的反应很迅速 在陈宇挥砍下武器的瞬间 一个闪身躲到了他的后背 当即陈宇就猛地朝身后 使出了手机 可启元却操纵BB挡在了他的跟前 旋即陈宇就连忙转身迅速跃起 再次拉开双方的距离 当即启元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居然觉得是速度 这可是打破空间束缚的瞬间移动 而我能发挥他百分之二百的实力 只要你要打我 他都会成为我的肉盾 要从这里离开 你就要先杀了他 你该怎么办呢 可陈宇却忽然收起武器 缓缓朝着BB走去坚定的 我选择相信他 BB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你才是你身体的主人 BB健壮顿时就焦急了起来 大人 你别靠近了 会受伤的 可陈宇却白手道 不想我受伤 就把身体的控制全抢回来 闻声 BB连忙大喊道 我做不到 大人求求您了 您杀了我吧 我不能忍受伤害你的自己 可陈宇直接走到BB跟前立声道 BB 别放弃 你可以的 当即起人就发出命令 自己送上门来 BB动手 顿时BB就发出一声抗拒的哀嚎 妈呀 我不要 顿时就响起咔嚓的声响 链接BB身体的无形丝线 在这一刻瞬间断裂 紧接着BB迅速持刀转身道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可起人却冷笑道 看来你学坏了 等这里结束 我会删除你这段错误的经历的 随后起人就扶起一抹邪笑 开始加强对BB的控制 顿时BB的身体就再次被丝线给束缚住 同时传出起人的冷笑声 既然你这么天真 那我就让你彻底变成一把没有感情的刀 眨眼间 BB就再一次的失去了身体控制权 而起源在完全控制了BB后 立马发出一阵狂笑之声 BB 现在去给我把他给干掉 见此情景 陈宇连忙抽出武器警惕道 瞬间移动这个技能有点难对付啊 话音刚落 BB刘海内猛然闪过红光 再次使用了空间平移 瞬间消失 而陈宇只能依靠强横的身体素质来与之周旋 在连续招架了几波进攻后 陈宇连忙大喊起来 BB 醒醒 可BB却没有任何反应 再次使出了瞬间一动 顿时陈宇就暗暗嘀咕了起来 人呐 跑哪去了 下一刹 BB猛地出现在他身后 长剑迅速劈砍而下 伴随着剑起的番茄匠 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印在了陈宇后背 见陈宇再次被自己中创 BB立马就恢复地清醒 我怎么能够再次伤害人类大人 不可饶恕 话音刚落 BB身体渐渐燃起了红光 也终于摆脱了起源的操控 陈宇连忙狼狈地站起身 正正看着BB恶然道 BB别做傻事 而起源则脸色大变道 你竟然启动了自毁程序 火焰开始在BB每一寸肌肤上燃烧 可却忽然传出他坚定的声音 只要我还有意思精神存在 就愿意为人类付出一切 你说过真正的人类 敢于斗争 就让我成为您的剑吧 BB在自毁状态下 火焰越演越烈 消瘦的BB身躯逐渐化为飞灰 他连忙再次开口道 大人 握住我 握住 很快 火焰就将BB的身躯燃烧殆尽 只剩下一块如剑翘般的主板笔直毅力 陈宇连忙伸手稳稳地将其握住 陈宇不由缓缓闭上双眼 再次睁开的时候 眼中只剩灵力 他缓缓抽出剑身 一股仿佛从灵魂深处回响起的名音 袭奖了全身 他与这块炙热的主板之间 也仿佛多了一些物质之外的联系 下一刻 陈宇整个人凭空消失 瞬移到了起源跟前 静气瞬间灌注剑身 剑气纵横 一扫而过 直接将起源给拦腰斩断 可起源却发出一道冰冷的笑声 留下最后一句话 人类 我在月球空间站等你